第609章 只求一个公道 警察来人把薛大龙等人带走之后 许阳一直关注官方的动静 发现警方迟迟没有去抓捕孙洪海和大刀 许阳忍不住道 看来是大刀和孙洪海的关系网发力了 警方没有马上去抓捕大刀和孙洪海 王小聪皱起了眉头 舆论都这样了 港城警方还不行动 孙洪海和大刀的关系网不是一般的强大 许阳叹气道 孙家是八大家族之一 15K是存在了几十年的帮派组织 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他们 王小聪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 许阳马上想到了办法 还能怎么办 继续给官方施加压力 王小聪问道 怎么施加 他是没想到什么办法 许阳笑道 这个简单 请律师就行了 你问一下你的港城朋友 问问哪个律师最牛逼 我们就请他 王小聪眼睛一亮 对 请律师 这种事情就交给律师来做 我马上给宋景明打电话 他肯定知道 港城的哪个律师最牛逼 他拿出手机 给宋景明打了电话 两分钟后 王小聪挂断电话 对许阳道 说的是瑞恩律师事务所的 瑞恩律师最牛逼 许阳眉头一挑 是个歪果人 王小聪点头道 是个英国佬 宋景明说了 这家伙一家人世纪初 就来了港城 父辈和祖辈 都是港城的金牌律师 有着非常强大的关系网 请他出马 肯定没问题的 许阳道 行啊 那就请他过来谈谈吧 王小聪苦笑道 这家伙有个臭毛病 客户都必须到 他的律师事务所去谈 许阳眉头一挑 还真是臭毛病 他是觉得自己很牛逼 没有他不行是吧 王小聪道 这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就是他的规矩 当然了 宋景明也说了 客户到了律所 这个瑞恩倒是会恭敬对待客户 许阳道 行吧 那我们就去他的律所吧 两人乘坐酒店安排的兵力 来到了瑞恩律师事务所 在前台的带领下 来到了瑞恩的办公室 瑞恩是个五十左右的高寿中年人 五十岁左右 一头金发 一撇八字胡 目光炯炯有神 透着精明 许先生 王先生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律所 瑞恩说着 一口流利的国语 比大部分港城人说的还流利 这让许阳很是惊讶 想到张家辉这样的明星 说的国语那么垃圾 这个瑞恩的国语 就显得更加出众了 不过 许阳没有夸赞对方的意思 而是直入主题 瑞恩律师 我的事情 刚才王小聪跟你通电话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了 警方没有去抓捕犯对分子 我非常失望 只能请你帮忙了 来的路上 王小聪就给瑞恩这边打电话了 把情况说了 免得来了再说 浪费时间 瑞恩问道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请问 你的诉求是什么 许阳道 我的诉求很简单 只要求法律给我一个公道 瑞恩点头 明白了 法律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我马上打电话给官方的相关人员 他当着许阳和王小聪的面 立刻拿起桌上的座机 拨打了两个电话 两个电话拨打完毕 瑞恩自信道 许先生 你放心 警方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抓捕那两个犯罪分子 许阳点点头 瑞恩律师 我想过你的能量很大 但没想到你的能量这么大 真是佩服 两个电话 就给官方施加压力 让警方马上采取行动 这能量 真不是一般的大 瑞恩得意一笑 我们瑞恩家族 是港城的律师世家 经常和官方人物打交道的 官方人物会给我一些面子 闲聊了几句 得知警方已经采取了行动 支付了50万的律师费 许阳和王小聪就离开了 某公寓 孙洪海刚从被窝里爬起来 昨天晚上 他去找了大刀之后 就去了夜店 早上的时候 才来到情人家 一觉睡到现在 都快到晚上吃饭时间了 点燃一根烟 拿起手机 想要打电话给大刀 问问费许阳一条腿的事 搞得怎么样了 可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手机没电关机了 无奈之下 只能找来情人的手机充电器 给手机充电 这时 有敲门声响起 他的情人不在 也不知道去哪了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出去购物逛街了 他穿好衣服 前去开门 你们找谁 看到门外站着几个警察 孙洪海心里咯噔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 孙洪海 你涉嫌买凶商人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为首的警察大手一挥 立刻有两名年轻警察 进门给孙洪海戴上了手铐 你们放开我 我没有买凶商人 你们这是污蔑 我是孙家人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孙洪海不断挣扎 大喊大叫 孙先生 没有确凿证据 我们是不会来抓你的 我劝你还是请个好律师吧 不过这件事 你请再好的律师也没用 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为首的警察冷冷道 不可能 你们有什么证据 我做了什么 孙洪海叫道 看你的样子 好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有你的 警察摇头笑道 你给15K大佬大刀3000万 要对方废许阳一条腿的事 不仅港城人民知道了 就连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什么 孙洪海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带走 警察不想跟孙洪海在这里废话 让队员带着人离开 到了楼下 有不少人围观 发现是孙洪海被抓了 咦 孙洪海怎么在这里 你还不知道吧 孙洪海有个情人在这里 没想到 孙洪海被抓了 这家伙要买凶商人 要费大陆千亿富豪的一条腿 不被抓才怪 孙家势力这么大 都保不住他吗 保个屁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谁保都没用 港城 某码头 15K大佬大刀 乔装打扮成另外的样子 准备先乘坐游艇去澳城 再从澳城出发 跑路到东南亚 可惜 他还没上游艇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大刀 你涉嫌故意伤人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为首的警察道 什么大刀小刀的 你说谁 我不认识 你们认错人了吧 大刀还想要糊弄过去 大刀 不要以为你乔装打扮 我们就不认识你了 警察冷笑 一把扯掉他头上的假长发 摘下墨镜 扯掉假胡须 大刀满脸苦涩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本来还以为 乔装打扮 警察认不出来 能够跑掉 却没想到 根本没用 若是以前的时代 他早就跟警察干起来了 可现在不同以前了 他要是敢袭警 就是最佳一等 他不敢反抗 只能老老实实地 让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带走 第610章 不需要你们的友谊 得到大刀和孙洪海被抓的消息 许阳和王小聪 满意地笑了起来 许阳笑道 走吧 去吃饭 今天下午折腾了这么久 肚子都饿了 两人来到酒店餐厅吃了晚饭 回到酒店房间 王小聪问道 许阳明天就走了 要不要去外面逛逛 许阳摇头 两个大男人 有什么好逛的 两个大男人 确实没什么好逛的 如果是和老婆一起来 倒是可以出去逛逛 这时 门铃声响起 王小聪去开门 看到门口站着的两人 不由得眉头一挑 这两个人 一个是孙家继承人孙洪江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向先生 王小聪知道这两个人 在新闻上见过 现实当中没见过 向先生 孙大少 真是没想到 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王小聪打招呼 有些感慨的道 这两个人 在港城的名气可不小 孙洪江是孙家继承人 是经常上新闻的 听说过完新年 就要成为孙家家主了 至于向先生 就更不用说了 向先生不仅经常上新闻 港城很多经典电影 向先生都是出品人 向先生本人 还拍摄过几部电影 有主角有配角 有的觉得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向先生还有一个身份 是新一案的大佬 当然了 现在的向先生 已经渐渐把这个身份引去了 成为了社会名流 不像大刀那些人一样 还是上不得台面的人物 向先生非常客气地道 王少 很高兴见到你 请问 徐总在吗 孙洪江跟着道 王小聪少 很高兴见到你 本来 向先生是打算明天才来 和许阳谈的 让许阳不要报复15K 可刚才得到消息 说大刀跑路失败了 被警察抓了 没办法 他只能放下手头的工作 来和许阳谈了 他来找许阳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让许阳不要追究大刀 二是 不要报复15K 他相信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亲自登门 达成这两个目的 是非常简单的 不管怎么说 自己在港城 也算是一个人物 许阳得给自己面子吧 孙洪海来找许阳的目的 就是一个 让许阳不要追究孙洪海 他也是听到孙洪海 被抓的消息 搞清楚情况之后 就赶过来了 他和向先生 是在酒店门口相遇的 都不用说 两人都知道 对方是来干什么了 就一起上来了 在 进来吧 王小聪基本上能够猜到 两人是来干什么的 把两人让进门 看到两人到来 许阳有些意外 但很快猜测到了 两人的来意 许阳道 向先生 久仰大名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你是爱给15K当说客来了 向先生一笑 说客谈不上 我只是做一些 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许阳呕了一声 看向孙洪江 孙先生 你呢 孙洪江一笑 我也是做一些 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好吧 许阳道 那两位说说 你们要做什么事吧 向先生道 许总 大刀让人意图伤害你 要废你一条腿 这是他的不对 他也深刻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还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他一马 而且 不要再针对15K 许阳眉头一挑 放他一马 不再针对15K 你的意思是说 我差点被废的事 就这么算了 向先生道 15K方面 愿意给予许总 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许阳问道 补偿多少 向先生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个亿 许阳扑斥一笑 向先生 你应该知道 我有多少身价吧 你就补偿一个小目标给我 我的腿是不是太不值钱了 向先生微微皱眉 许总 一个亿已经不少了 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 都没见过一个亿 许阳道 那我问你 如果我让人去废你一条腿 结果没成功 我就补偿你一个亿 你就能接过这件事吗 向先生脸色微变 违心地道 能 如果有人敢这么对他 他会把人丢进海里喂鱼 但现在不是他 他当然要给许阳一个肯定的答案 许阳竖起大拇指 向先生真是大度 这种胸怀 我是没有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不能答应你 向先生微微皱眉 还要再说什么 这时 许阳已经看向孙洪江问道 孙先生 说说你应该做的事吧 孙洪江道 许总 我弟弟对你做的事 我代他向你道歉 我也希望 你放弃 追究我弟弟的责任 我也会给你一个亿的补偿 许阳有些无语 又是一个小目标的经济补偿 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 孙洪江道 没有 我们没有商量的 不过我和向先生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救人 或许是有一样的目标 我们的补偿是一样的 许阳道 你觉得 我会接受你们的补偿吗 孙洪江道 许总 冤家已解不宜结 只要你不追究我弟弟的责任 你不仅能获得一亿的赔偿 还能收获我孙家的友谊 我孙家是港城八大家族之一 以后你的企业要向港城发展 我孙家愿意提供一切便利 向先生跟着道 我这边也是 只要你不追究大刀和15k的责任 你不仅能获得一亿的经济补偿 还能收获我和15k的友谊 以后你在港城有什么事 只要你招呼一声 我都会帮你解决 许阳看了看两人 又是一笑 摇摇头道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你们的友谊 你们还是把友谊给别人吧 港城就是一座城市而已 这两个人 就是在港城有些牛逼而已 他估计这辈子 都来不了几次港城 生意是不是扩展到港城 他还真不怎么在意 华夏市场很大 世界市场很大 有没有港城这个市场 真的无所谓 所以 他真的不需要这两个人的友谊 孙家能有孙洪海和孙洪阳那样的人 想必孙家的其他人也不怎么样 至于向先生 那就更不用说了 许阳都不想跟向先生有什么关系 或许别人觉得 向先生已经是社会名流了 但在他眼里 向先生依然摆脱不了江湖气 今天来这里 虽然穿的人母狗样的 但依然是江湖大佬的做派 跟这种人交朋友 不仅没好处 还有可能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第611章 只想动手 听到许阳的话 向先生和孙洪江相视一眼 脸色都是很不好看 向先生沉声道 杨总 这么说 你是不给我面子了 许阳冷笑道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你在我这里 能有什么面子 又有什么资格 让我给你面子 别人要废我一条腿 就拿出一个意 还谈什么虚无缥缈的友谊 就想让我把这件事接过去 我看你的脑袋是被门夹了 你放肆 向先生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在港城 黑道上的地位就不用说了 在白道上也算是一个人物 很多人都要给面子的 很多年没有人这么跟他说话了 许阳既然这么跟他说话 他心里实在有些受不了 哈哈 许阳大笑 放肆 你知道放肆这个词 是什么人对什么人说的吗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就说我放肆 我刚才说 你的脑袋被门夹了 只是个推错 现在看来 你的脑袋是真的被门夹了 你 向先生气得脸色铁青 说不出话来 他平时这么高高在上的说话 已经习惯了 许阳拿这个来说是 搞得他无言以对啊 孙红江沉着脸道 许总 你这么说向先生有些不合适吧 不管怎么说 向先生不仅江湖上有很高的地位 还是社会名流 不合适 许阳冷笑道 没什么不合适的 不要忘了 是你们来找我的 是不是在你们眼里 我就得答应你们的条件 还得给你们赔笑脸 我拒绝你们了 你们就觉得被冒犯了 向先生道 没错 你就应该答应我们的条件 你拒绝我们 就是冒犯我们 孙红江点头附和 向先生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许阳吃笑 既然这样 你们滚吧 向先生阴沉着脸道 小子 我们还和你商量 愿意给你赔偿 愿意给你有益 是给你脸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此时的向先生 已经不是那个风度偏偏的社会名流了 而是成为了江湖大佬 孙红江附和道 小子 不要以为你是千亿富豪 就能怎么样了 你要清楚 这里是港城 我们愿意放低姿态 来找你商量 给你赔偿和有益 真的是 给你天大的脸了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啪啪啪 许阳府长笑道 我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叫不要脸 以前我见到的那些不要脸 跟你们相比 简直是望尘莫及 向先生沉着脸道 小子 我再问一遍 你到底答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要是答应 一切都好说 你刚才冒犯我们的行为 我们可以不追究 要是不答应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孙红江跟着道 没错 你最好答应我们的条件 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否则后果自负 许阳眉头一挑 你们威胁我 向先生和孙红江相视一眼 同时点头 一口同声道 没错 就是威胁你 许阳也是怒了 非常好 本来我觉得 大刀和孙红海被抓进去 接受法律的制裁 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可你们偏偏来威胁我 那么我决定 这件事没完 你们就等着吧 向先生冷冷道 好好好 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还有 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看你怎么离开港城 他起身道 孙大哨 我们走 这里是港城 我就不信 他还能蹦跶到哪里去 他不答应 我们一样 可以救人 我们要让他后悔 刚才做出的决定 好 孙红江起身 就要跟着向先生离开 你们觉得我这里 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许阳冷冷道 小子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向先生问道 你们还威胁我 我把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 只想动手 许阳起身来到两人的面前 什么 难道你还想打我们不成 向先生和孙红江脸色大变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许阳的身手不错的 就连薛大龙都打不过许阳 被许阳一招给放倒了 说对了 谁让你们来威胁我的 许阳冷冷一笑 抬手就是给两人一个耳光 双连击 啪啪 耳光声非常响亮 两人的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肿起来 被打得差点没摔倒在地 你 向先生和孙红江又惊又木 他们什么时候被这么打过 只有他们打别人的份 没有被人打他们的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极致的羞辱 你什么你 打也打了 你们可以滚蛋了 许阳道 好好 小子 你有种 我在这里发誓 你绝对离不开岗城 向先生作为名胜一时的江湖大楼 就这么被人打了 要是不报复回去 以后谁还把他当回事 小子 我也把花撂在这里 你别想离开岗城 孙红江是孙家继承人 也是从小没有被人打过的 打他的脸 就是打孙家的脸 特别是新年快到了 新年就要登上家主之位了 被打的这件事 肯定会传出去的 如果他不能挽回他和孙家的面子 恐怕家族核心成员 都要质疑他 有没有能力 继承家主之位了 还威胁 许阳冷冷一笑 又是给了两人一巴掌 两人的另一边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 挺对称的 你 向先生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孙红江拦住了 孙红江摇摇头 劝阻道 向先生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们还是先走吧 要是向先生在撂什么狠话 指不定又被抽耳光 许阳简直就是个疯子 不管不顾 在这样的人面前 撂狠话根本没用 既然没用 那就不要再做 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向先生立刻会议 深吸一口气道 好 我们先走 两个人盯着两边红肿的脸颊 灰溜溜地离开了 王小聪关上门道 你打他们 真是让我意外 有这个必要吗 打两个人 就彻底得罪了 一般人不会这么做 许阳道 我要是不打他们 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打不打都无所谓 还不如打 而且我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没完 把向先生和孙家都给搞了 他们不是喜欢威胁吗 我看事情到了他们的头上 他们还怎么威胁我 王小聪点点头 这倒是 他们那副姿态 也让我很不爽 那你准备怎么把事情扩大 许阳冷笑道 向先生 这个人就不必说了 就是个江湖人 脏势肯定一大堆 还有15k的 至于孙家 看孙洪海和孙洪江的德行就知道 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的黑客技术 足以把他们的失去 齐青挖出来了 王小聪眼睛一亮 兴奋道 那你赶紧查他们的黑料 让他们完蛋 第612章 又有大新闻 向先生和孙洪江离开酒店 王八蛋 既然敢打我 我要让他死 向先生已经没有了社会名流的风范 就活脱脱的一个江湖大哥 这不怪他 换作是谁 也得爆炸 多少年了 没有被人打过 都是他打别人 现在被一个矛头小子打了 哪里忍得了 向先生 要是弄死他 会很麻烦 倒是孙洪江 显得理智了许多 尽管他也很愤怒 很想把许阳千刀万剐 把许阳碎尸万断 吃许阳的肉 喝许阳的血 抽许阳的筋 扒许阳的皮 可想归想 现实是不太可能的 许阳是千亿富豪 要是死了 他们脱不了干系 就算是再大的关系网 也救不了他 港城只是一座城市而已 说特殊是有点特殊 说不特殊 也没什么特殊的 别看他们很多人 都喜欢把这里 是港城这种话挂在嘴边 觉得港城就很了不起 内地的人在牛逼 在港城也得低头 事实上 他们心里很清楚 内地很多人 比他们牛逼多了 内地大佬的关系网 也比他们牛逼多了 反倒是他们这些人 远离中枢 在京城方面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网 内阁一个命令下来 他们所有人都得完蛋 就算不弄死他 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否则我咽不下这口气 向先生一阵咬牙切齿 是要让他付出代价 孙洪江表示赞同 眼珠转了转 顿时有了主意 向先生 我倒是有个想法 你看行不行得通 向先生立刻催促道 快说 什么想法 孙洪江左右看了看 向先生 咱们还是到车上去说吧 这里人多眼杂 被人听到了 那就不好了 向先生连连点头 到我的车上去说吧 孙洪江没有意见 跟着向先生上了向先生的劳斯莱斯 向先生让司机下车 然后才道 说吧 什么想法 孙洪江笑道 向先生 我听说你的影视公司里 有个女明星 是专门为你交集的 不知道是否为真 向先生疑惑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跟你说的 针对许阳的事有关系吗 孙洪江点头道 有关系 向先生承认道 没错 确实有这么个女明星 这个女明星 简直就是个人间有物 我让她去陪谁睡 就去陪谁睡 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 帮我积累了不少大人物的人脉 孙洪江笑道 既然如此 我们就利用这个女明星 从许阳的身上做点文章 向先生问道 怎么做 孙洪江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简单的说 就是玩仙人跳 找记者 到时候拍了照片和视频 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听完 向先生的眼睛亮了起来 这方法不错 到时候 就算是他有十张嘴也说不清 我们再从这件事上做文章 把人给救出来 而且他陷入这样的丑闻中 他想要再针对我们 肯定没有相信他的话 孙洪江点头道 没错 就是这样 好 我马上打电话 向先生立刻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那个女明星 把情况和那个女明星说了 让那个女明星准备好就行动 许阳查询了15K 向先生 大刀和孙洪海 还有孙家的黑料 还意外地查到了 向先生和孙洪江 让女明星来酒店找自己 搞仙人跳的事 许阳把情况和王小聪说了 然后道 这个女明星的事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王小聪道 还能怎么做 一起曝光呗 许阳道 现在曝光已经来不及了 对方已经在来酒店的路上了 而且我们曝光向先生等人的事情 是要通过港城媒体的 港城是风暴中心 既然是风暴 就要酝酿 我们还要联系记者 记者要发那么轰动的新闻 也要考虑一下 应该明天才能把新闻发出来 王小聪道 那怎么办 许阳想了想到 对方来了 得要见到我才行 我不开门 他见不到 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王小聪笑道 这确实是一个办法 许阳道 你联系一下苏梦瑶 让他把今天来的那些 媒体记者的电话号码 和邮箱发给你吧 然后我联系他们 让他们 把我刚才查到的东西爆料出来 好 王小聪马上联系苏梦瑶 很快就收到了苏梦瑶发过来的 港城各大媒体记者的 电话号码和邮箱 许阳给明报资深记者梁军浩打电话 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就是这个明报资深记者梁军浩问的问题最多 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 很快 电话接通 许阳自我介绍 我是许阳 梁军浩愣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来 许阳是谁 这不是内地的千亿富豪许阳吗 他今天下午才参加了许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发出的新闻 让包括明报在内的港城媒体 狠狠地赚了一波流量 梁军浩问道 徐总 不知道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 不会又有大新闻吧 许阳笑道 你说对了 有大新闻 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报道了 梁军浩道 我们明报一项秉承公正客观的原则 报道各种新闻事件 只要不是假新闻 不管多大的新闻 我们都敢报道 你尽管把大新闻告诉我就是了 许阳道 那就行 我发给你 你的邮箱是XXXX没错吧 梁军浩道 没错 许阳道 好 马上发给你 你明天把新闻发出去就是了 我要引爆明天的舆论 梁军浩道 好的 你放心 你说怎么报就怎么报 很好 许阳满意地挂了电话 然后把一堆黑料 发给了梁军浩 紧接着 继续给其他媒体资深记者打电话 发邮件 这些记者一个个都是表示 一定会把新闻发出去 明天来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 让港城成为华夏乃至全球的焦点 看到许阳通知完了 王小聪兴奋道 真期待明天的到来 这个向先生 15K 还有孙家的末日 就是明天了 算是他们倒霉 惹谁不好 偏偏惹到了你 许阳一笑 我本来不想把事情做绝 可他们偏偏要来威胁我 威胁我还不算 还要跟我玩仙人跳 你说 我能不还击吗 王小聪也是一笑 还击 必须还击 否则别人还以为我们好欺负 第613章 让他蹦跆一段时间 董倩从小就想当明星 长大后更是想得发疯 每次看到那些明星 出现在公众场合 光鲜亮丽的样子 他就羡慕妒忌的不行 为了当明星 他频繁参加各种选秀 甚至去娱乐公司毛遂自荐 想了种种办法 却都没能进入娱乐圈 后来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蹭各种名流聚会 希望遇到一个贵人 让贵人捧自己当明星 他的运气不错 在蹭了十多场名流聚会之后 就遇到了电影大亨向先生 向先生本来对这个女人 是不怎么在意的 这女人最多 就是脸蛋漂亮点 身材好点 作为江湖大佬 社会名流和电影大亨 向先生对于脸蛋漂亮 和身材好的女人 看得太多了 见怪不怪了 不过 在和董倩睡过之后 他发现自己错了 董倩的功夫特别好 在那方面 特别能够满足男人的身体 和心理需求 于是 向先生就把董倩 迁到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让他拍了好几部电影 把董倩捧成了 不大不小的明星 董倩如愿地当上了明星 成为不少人的偶像 向先生捧董倩 等于是有目的的 就是让那个董倩 用身体去结交大人物 对于这一点 董倩没有意见 在他看来 反正跟谁睡都是谁 只要能够当明星就行 而且 他进了娱乐圈 也知道娱乐圈的很多隐秘 大部分女明星 都逃不过陪睡的下场 无非就是睡多睡少而已 向先生让他睡的男人 还个个都是大人物 比其他明星睡的人物牛逼多了 他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觉得这是自己有魅力的体现 刚才还在睡觉 接到了向先生的电话 他洗漱好化了妆就出来了 带着两个人来的 两个人负责拍摄照片和视频 来到酒店房间门口 董倩搔手弄姿了一番 该路的路 达到让男人看了 就血脉喷张的程度 才按下了门铃 可是 许久都没有人来开门 再次按门铃 许久之后 还是没人开门 怎么回事 向先生不是说人在房间里吗 董倩微微皱眉 他不知道的是 房门后面 王小聪正在用猫眼看着他 只是不给他开门而已 卧槽 这女人真的是 许阳 你快过来看 这个样子 要是扑到你身上 你肯定没办法自证清白 王小聪看到衣着暴露的董倩 赞叹不已 不看 你自己欣赏吧 许阳没有看得兴趣 我也不看了 就是不知道我们不开门 他会不会找借口 让酒店的人来给他开门 王小聪走了回来 坐到许阳对面的沙发上 不会 许阳摇头道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王小聪问道 他要做这种事 肯定是只能自己人在场 要是其他人在 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 会增加不可控的风险 就算这个女人没脑子 向先生也是有脑子的 许阳分析 也是 那就让他在外面等着吧 等向先生知道了他派来的女人 连门都进不去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王小聪有些看好戏的表情 门外 董倩按了好几次门铃 都没人来开门 他只能拿出手机 拨通向先生的电话 向先生 我到了酒店房间门口 按门铃都没人开门 应该是人不在房间里面 向先生道 不可能 我让人盯着的 他们就在里面 董倩道 那他们不开门啊 向先生皱起眉头 不开门 这就奇怪了 有人按门铃 他们怎么会不开门 至少要开门问一下 董倩道 我也感到奇怪 要不我用你的名头 找酒店经理问钥匙 自己打开房门 不行 向先生断然道 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否则后续会有麻烦 许阳的手段神鬼莫测 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才行 董倩道 那对方不开门 我也没办法 向先生道 你再试试 如果对方实在不开门 那就算了吧 向先生很无奈 如果这个计划会进行的顺利 他就可以往许阳身上泼脏水了 可许阳不开门 他也没办法 难道对方想到 他会用这种方法下套 如果是这样 那这个许阳就太可怕了 自己还是小瞧了许阳 十多分钟后 他和孙红江 已经在一家高档餐厅的包厢里吃饭 接到了董倩的电话 说 还是没人开门 无奈之下 他只能让许阳离开 挂了董倩的电话 向先生道 孙大少 你的计划行不通啊 许阳连门都没开 估计是想到 我们可能 会用这种方法对付他 他连机会都不给我们 孙红江微微皱眉 这个许阳也太小心了 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啊 向先生问道 你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孙红江苦笑摇头 没有了 如果他有公司在港城 我们还能做点文章 可他没有 有公司在港城 他们可以炮制黑料 怎么黑怎么来 完全可以把许阳拉下水 可许阳没有 在港城没有产业 向先生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实在不行 我让我们新一案的人出手 孙红江吓了一跳 向先生 你别冲动 杀了许阳 事情就真的大条了 无可挽回的那种 向先生冷哼道 就算不杀了 我也要把他给废了 孙红江劝道 废了也不行啊 要是废了 被查出来 你也逃不了啊 向先生深吸一口气 我不是现在就要把他废了 等他回了内地 过段时间 这件事彻底平息 我买通内地的人 让那些人出手 这样就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了 孙红江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倒是可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让他蹦大一段时间 现在看他蹦的欢 到时候 我们就给他拉清单 向先生点点头 话说这件事 王小聪也逃不了干系 对于王小聪 也不能就这么放过 孙红江又是被吓了一跳 向先生 你别冲动 王小聪可是首富之子 要是动他 影响更大 向先生道 放心吧 我还没糊涂到那种程度 我是觉得 可以给王家在港城的生意 增加点困难 乐意一下对方 你觉得怎么样 孙红江眼睛一亮 这倒是可以 向先生道 弄雪洋的我做了 这件事就你来做吧 要不然 你心里也不痛快啊 孙红江连连点头 好 我来做 以我孙家的能量 要给王家的生意增加点困难 还是很容易的 我明天就做 第614章 应有下场 宋青雅道 是找你有点事 我本来想要打电话给你的 王小聪打电话给我哥的时候 我正好在他的办公室 听到是你们 一起请我哥吃饭 我就跟过来了 许阳道 是什么事 宋青雅道 徐总 我知道你的投资眼光很好 每项投资 都能获得惊人的投资回报 我最近想要投资 内地的一家公司 想要你帮忙参考一下 如果你觉得可以投资 也可以一起投资 许阳问道 是什么公司 宋青雅看中 内地的公司 想要投资 并不奇怪 事实上 他从王小聪那里了解到 宋家在内地投资了不少产业 其中有不少都是宋青雅主导的 宋青雅道 公司名叫星光科技 是研发如何更高效利用太阳能的 现在新能源概念火爆 太阳能是其中之一 这是未来新能源之一 我我觉得 这家公司很有前途 星光科技 太阳能技术 许阳没听说过这家公司 不过太阳能技术 确实是新能源的其中一个方向 虽然现在有不少太阳能利用技术 但太阳能的利用 还可以更深入地挖掘 如果真的能够开发出 更高效利用太阳能的技术 比市场上的那些太阳能技术要好 绝对是家可以投资的公司 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叮 三个月后 星光科技公司将研发出更高效利用太阳能的技术 五年时间就成为最赚钱的太阳能技术公司 市值超万亿 许阳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本来 他对于这种新能源技术就比较感兴趣 毕竟未来世界的发展 使用的能源会逐步转向新能源 如何更高效地利用太阳能 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命题 就算没有系统的提示 他也准备试试 反正他现在不差钱 投资一两家自己看中的公司 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就算投资失败了 也没什么 现在有系统的提示 那就更加要投资了 想到这 许阳便道 我对新能源公司也比较感兴趣 不过具体如何 还要到公司看看 不能马上答应 马上答应 不是一个成功投资人的做法 要实地考察 看一下研发部门 看一下公司发展状况 再让律师和财务 审核一下公司的账目 这么个流程走下来 才能决定 宋青雅眼睛一亮 太好了 你什么时候回内地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能够邀请到许阳去公司看看 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许阳如果能够投资 那么这笔投资 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 许阳的投资能力 是有目共睹的 就没有不赚钱的投资 许阳道 你说的那家公司 是在哪里 宋青雅道 在中州省 贵城 许阳想了想到 我们要过几天才离开港城 到时候就一起到深城 从深城直飞贵城 宋青雅点头道 没问题 这几天 我正好安排一下公司的事 王小聪看到两人谈妥 连忙道 许阳 宋青雅 这个项目 你们不能撇下我了 既然许阳有兴趣 他自然要跟上 如果许阳投资了 他也是要投资的 要不然就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了 要说谁对许阳的投资能力有信心 王小聪绝对是排在前列的 许阳道 没说撇下你 你也一起去啊 王小聪哈哈一笑 我就知道 你不会忘了兄弟我的 许阳开玩笑道 我们还要去深城乘坐飞机 还挺麻烦的 要不你让你爸的私人飞机飞到港城 到时候带我们去贵城 宋青雅也是道 对 王小聪 你让你爸的私人飞机飞过来 带我们去贵城 免得我们跟波了 王小聪翻了个白眼 你们宋家 不是也有私人飞机吗 用你们宋家的更方便 宋家作为港城的八大家族之一 有一架私人飞机的 宋青雅怂怂见到 我们家是有一架私人飞机 但这架私人飞机在漂亮国 我爸去漂亮国考察项目去了 要半个月后才能回来 王小聪只能道 我问问我爸 看一下他需不需要用到私人飞机吧 宋青雅连忙催促道 赶紧问 希望你能搞定 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深城乘坐飞机了 王小聪立刻拿出手机打电话 两分钟后挂断电话 王小聪苦笑道 我说我要用 我爸没答应 我说是要跟着许阳去考察公司 准备投资 他直接就答应了 宋青雅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看来你在你爸心中的地位 还不如许阳啊 王小聪表示赞同 那是 上次也是一样 许阳说 有大项目要投资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一下 我还在京城 乘坐客机到江城 根本上来不及 我就想坐我爸的私人飞机 结果他没答应 说了 是和许阳搞项目 他就同意了 说话间 菜上来了 几个人就边吃边聊 终于说到了正事 许阳把情况说了 宋景明道 这没问题 我来安排 今天的新闻我详细地看了 大刀和向先生的手上 有这么多人命 肯定是死定了 至于孙洪江和孙洪海兄弟 最不至死 但至少十年起步 大刀和向先生 就每天折磨他们吧 算是让他们为那些 被他们害的人赎罪 孙洪江和孙洪海兄弟 就废了他们 以后他们出来了 也是废人一个 作为宋家的继承人 这些手段是必须要掌握的 要安排人在监狱里弄几个人 对他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 许阳道 就这么办 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 宋锦明道 他们惹到你 真是倒霉 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有没有后悔 王小聪道 那还用说 肯定后悔啊 他说的没错 向先生等人 确实后悔了 孙洪海后悔不该花钱 请大刀去费许阳一条腿 大刀后悔不该答应孙洪海 派人去费许阳一条腿 向先生后悔不该帮忙 还威胁许阳 孙洪江后悔不该为了孙洪海 就上门求情 并且威胁许阳 搞得15K负灭 新议案负灭 孙家负灭 可惜 他们就算再后悔 也没有用了 他们面临的是 法律的制裁 没有任何人能救他们 第615章 不要太过分 三天后 法院判处向先生死刑 大刀死刑 孙洪江和孙洪海两兄弟 都是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这得益于许阳花钱 让瑞恩律师跟进这件事 要不然 绝对没有这么快下判决 孙洪江两兄弟 被送到南投监狱服刑 两人被关到不同的牢房 哟 这不是孙洪海二少吗 怎么你也进来了 其中一个青年犯人 细血地看着孙洪海 其他犯人脸上也是露出笑容 孙洪海看了这些人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来到唯一的空床位坐下 他知道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孙二少了 如果孙家没完蛋 孙家或许还会搞搞关系 给他安排一个单人间牢房 有烟抽 有电视看 有手机玩 说不定还可以时不时找个女人进来 可是现在 孙家都完了 自然就没有这些待遇了 甚至于面对这些人的嘲笑 他也只能加起尾巴做人 孙二少 老子跟你说话呢 你他妈聋了 说话的青年犯人来到孙洪海面前 你有什么事 孙洪海心里很愤怒 但还是压住了怒火 这种时候 最好还是不要跟牢房里的人起冲突 我问你 你怎么进来了 青年犯人戏谑问道 其他犯人脸上的笑容更甚了 他们虽然是在监狱里 但每天晚上都是能看新闻的 对于近期的大事 都是知道的 孙洪海因为想要费内地 千亿富豪许阳的一条腿 最终导致自己被抓 孙家覆灭 15K覆灭 就连向先生及其心意案都被牵连了进来 向先生被抓 心意案覆灭 青年现在这么问孙洪海 就是没事找事 你应该知道的 孙洪海自然也知道 监狱里能看新闻的 你不要管我知不知道 你只需要回答我就行了 赶紧说 你是怎么进来的 青年犯人冷冷一笑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孙洪海意识到了 对方是没事找事 心里刚压下的怒火又上来了 虽然知道要加起尾巴做人 但常年的公子哥生活 他不可能自由控制 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而不是你问问题 你明白吗 青年犯人冷笑 直接给了孙洪海一个耳光 啪 清脆的耳光声 让人听了都感觉疼 孙洪海的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肿起来 你竟然打我 饶视孙洪海 知道对方是没事找事 想要为难他 自己只能让对方为难的份 却也没想到 对方直接就动手打他的脸 怎么的 你打不得 青年犯人细血一笑 又是给了孙洪海一个耳光 依然是打在孙洪海的左边脸颊 搞得脸颊更加红肿了 你 你不要太过分 孙洪海双拳紧握 怒视着青年犯人 我过分 青年犯人冷冷一笑 你他妈知不知道 老子是怎么进来的 孙洪海一愣 我怎么知道 青年犯人道 你不知道 我就说给你听 我叫杨凯 一年前我还是 同国湾一家餐厅的服务员 你带个女人去餐厅吃饭 我上菜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点汤 溅到了你女人的衣服上 你就让你带的保镖 把我打了一顿 还让老板把我开除 我找准机会 想要拿刀叉搞你一下 让你知道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可你躲在你女人后面 我只是伤到了你女人 就这样 你就把我送了进来 要不是你 我就不会进来 我这辈子都给你毁了 说到这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猙獰起来 你说 我打你过分吗 听了杨凯的话 孙洪海也是想起了这件事 作为孙家二少 他自然不可能 对一个当服务员的底层小人物 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哪怕他曾经教训过这个小人物 也不会有什么印象 打量了一下对方 模糊记得 眼前这个人 好像还真是那个服务员 孙洪海只能道 不过分 我向你道歉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认怂 打是打不过的 他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人家小伙子身强体壮的 要打他 简直不要太简单 杨凯又打了孙洪海一个耳光 你毁了我一辈子 你觉得道歉有用吗 孙洪海捂着脸颊 有些憋屈的道 那你想怎么样 杨凯嘴角勾起一抹细血的笑容 看向其他犯人 各位老哥 你们觉得应该把他怎么样 其他犯人都是笑着讨论 那还用说 打断他的腿啊 我觉得应该打断他的手 让他吃饭都困难 我觉得应该割了他的舌头 让他以后不要再说话 你们也太暴力了 我觉得应该让他给我们表演个节目 跪在地上学狗叫 这个好 很久没有娱乐节目看了 就让他表演给我们看 我同意 不过跪在地上学狗叫还不行 还要爬来爬去才有意思 哈哈 就这么定了 像狗一样 在地上爬来爬去 边爬边狗叫 杨凯细血的看着孙洪海 你听到了吧 像狗一样 在地上爬来爬去 边爬边狗叫 孙洪海脸色难看起来 你们不要太过分 哪怕他知道要人 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杨凯冷笑道 过分吗 你以前这么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过分 其他几个犯人纷纷附和 没错 你以前是什么德行 我们经常从新闻上看到的 你他妈强迫别的女人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过分 你肆意打骂那些普通人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过分 你找15K 让15K帮你搞别人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过分 你要费内地 牵一副好雪洋的一条腿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过分 现在才知道我们过分 晚了 你要是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后果你自己想 我告诉你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去做 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孙洪海脸色一阵变幻 还是下不了决心 实在是还过不去心理那一关 他想过进来后 会被监狱里的其他犯人欺负 可这种屈辱 他是想都没想过的 杨凯冷声道 孙二少 你要搞清楚 我们让像狗一样 在地上爬来爬去 试给你脸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孙洪海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 这种话 以前通常都是他跟别人说的 现在却是落自己的头上 杨凯看了看其他犯人 各位老哥 这个家伙不愿意按照我们的去做 你们说该怎么办 有人立刻道 还能怎么办 废他一条腿 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同意 既然这样 那就他一条腿 话音落下 杨凯眼神一狠 一脚踹在孙洪海的膝盖骨上 咔嚓 骨头断裂声响起 杨凯摔倒在地 嘴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咔嚓咔嚓 杨凯又踩了几下孙洪海断了的膝盖骨 彻底把骨头踩碎 治不好的那种 就算恢复伤势 孙洪江也变成残废了 第616章 憋屈愤怒 杨凯这么心狠手辣 自然不可能只是因为被孙洪海送进来的原因 主要是昨天 有个律师见了他 要他收拾孙洪海 可以保证他收拾孙洪海 不会有事 而且 那个律师还说了 只要他废了孙洪海 会通过关系 给他减刑 而且他出来后 还会给他100万 至于那个律师是谁派来的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 对方没必要骗他 加上他本来就对孙洪海恨之入骨 废了孙洪海还没事 还能减刑 以后出去了还有一百万 他自然愿意做了 于是 就有了现在孙洪海的下场 杨凯 你这也太狠了 有犯人戏谑笑道 狠吗 我不觉得 我是因为他才进的监狱 他才是真的很 现在只是让他体验一下 以前被他欺负的人的感觉而已 杨凯笑道 哈哈 众人一阵大笑 这些个犯人 就没有一个是擅长 孙洪海的下场如何 他们一点都不关心 只要能够给他们枯燥的监狱生活 增加一点乐趣就可以了 这里的动静 很快被御警知道了 御警立刻过来 打开牢房门 把打人的杨凯带走 关进小黑屋 然后 把孙洪海带去医务室治疗 监狱里另外一个牢房 孙洪江的下场 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说孙大哨 你是不是没吃饭 给我用力点 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 正在泡脚 孙洪江正帮他洗脚捏脚 孙洪江憋屈的不行 却也只能忍着 现在的他 两边脸颊红肿 嘴角还有鲜血 刚才进来的时候 这个光头大汉 就过来找他的麻烦 让他垂肩伺候 作为曾经的孙家继承人 还是即将当上家主的继承人 怎么可能去伺候人 就没理光头大汉 结果被光头大汉 抽了几个耳光 暴揍了一顿 把脸颊都打肿了 全身疼痛 这下子 他才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 自己已经不是孙家继承人了 而是一个犯人 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犯人 光头大汉 让他洗脚捏脚 他也只默默能忍受 要不然 肯定又是一顿暴揍 光头哥 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刚开始做这种事吗 力道没掌握好 你多担待 孙红江连忙陪笑 说出自己以前觉得 永远不可能说出的话 我担待个屁 你他妈要是连个脚都不会洗 我就废了你 光头大汉凶狠地道 光头哥 我会洗的 你别生气 孙红江憋屈的不行 加大了一点力道 卧槽 你他妈的用这么大力 是想要把我的脚给捏碎吗 光头大汉一脚将孙红江踹翻在地 并且将那盆吸胶水 浇到孙红江的头上 孙红江瞬间成了一个落汤鸡 李光头 你他妈到底想要怎么样 这下子 孙红江是受不了了 你连脚都不会洗 你说 我想怎么样 李光头冷冷一笑 是不是有人让你来搞我 孙红江沉声道 刚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怀疑 毕竟刚进了牢房 被人欺负很正常 可是 他已经低三下四的 给对方洗脚捏脚 对方还说力道太小 力道太大的话 还踹他给他浇洗脚水 很明显是在刻意为难他 他跟李光头并不认识 那么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李光头受人指使 为难他的 嗯 李光头眉头一挑 孙大少 你终于看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呢 孙红江脸色难看到 是谁让你为难我的 是许阳 他有这个下场 都是因为许阳 想要让人为难他 除了许阳 他就想不到其他人了 至于说 许阳是内地人 为什么能找到监狱里的人 为难他 这真的不是问题 首先 王小聪就认识 不少港城的公子哥 许阳通过王小聪 让那些公子哥帮忙 找监狱里的犯人 为难他 还是很容易的 他猜测的还真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李光头黑黑一笑 是不是许阳 我不知道 但是来找我的人 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他自然不知道是谁 是一个律师找他的 他只是有些猜测罢了 他也认为 幕后之人就是许阳 毕竟孙红江进来 孙家覆灭 都是因为许阳 除了许阳 应该就没有其他人了 孙红江问道 什么话 李光头道 谁让你威胁我的 现在后悔吗 文言 孙红江直接带住了 如果说刚才只是猜测 有很高的概率是许阳 现在就基本确定 是许阳无疑了 他就是因为 上门求情不成 威胁许阳 许阳才找了他孙家的黑料 覆灭了孙家 孙家的大部分人 也是锒铛入狱 他当然后悔了 事实上 在新闻报道出来的那一刻 他就后悔了 后悔不该威胁许阳的 不威胁许阳 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 他还会是继承人 新年到了 就继承孙家家主之位 带领孙家 走向新的高峰 可是现在 孙家都被覆灭了 他到底要怎么样 孙红江脸色难看得不行 嘿嘿 李光头黑黑一笑 露出一口黄牙 不怎么样 只是把你废了而已 孙红江脸色一变 连忙跑到牢房门口 大声叫喊 来人啊 有人要杀我 来人啊 有人要杀我 只有网言中了喊 才更容易引起 玉警的注意 让玉警快快赶来 可不管他怎么叫 都没有玉警过来 把他给我拉回来 堵上他的嘴 李光头大手一挥 他的两个小弟 立刻上前将孙红江拉回来 并且把他的臭袜子脱下来 堵住了他的嘴 搞得孙红江 差点没被那味道给熏晕过去 你还想让人来救你 做梦吧 李光头冷冷一笑 孙红江不断发出呜呜声 艰难地把袜子吐出来 你不要动我 我给你钱 刚才他这么喊 都没有玉警过来 就算是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玉警过来的 这种情况下 靠玉警是不可能了 只能靠自己自救 你给我钱 你都进来了 你孙家都没了 你还有什么钱给我 李光头冷笑 一点都不信 我在国外的匿名账户 还有钱 只要我出去了 我就给你一百万 你看怎么样 孙红江纯粹是就忽悠 他哪里还有钱 什么匿名账户 根本就不存在 孙家都覆灭了 他的所有账户 都被冻结了 就连匿名账户的钱 都被挖出来了 但不忽悠 又能怎么样 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吧 李光头冷笑道 你以为我会信吗 他可是看了新闻的 新闻说 孙家的钱 都是非法所得 都被没收 就连孙家主要人物 在海外的匿名账户 都被挖出来了 第617章 一个惊喜 孙红江连忙道 你要信我呀 我真的有钱 如果一百万你还不满意 我还可以在家 给你两百万 可以了吧 李光头摇头道 我不信你 再说了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也不会答应你 因为我如果不废了你 别人可就要废了我了 他说的倒是实话 他既然已经答应了人 就不能反悔 要不然 人家完全可以找其他人废了他 他知道 那些有钱人的能量 超乎他的想象 花点钱在监狱里找人搞他 真的不要太容易 就像现在他搞孙红江一样 还是把答应人家的事情办好 不要三心二意 他办这件事 不是没有好处 对方答应 帮他运作减刑的 而且以后出去了 还会给他一百万 李光头懒得在跟孙红江废话 走过去 一脚踩在大刀孙红江的膝盖骨上 然后又踩在孙红江的手臂上 两声骨头碎裂声响起 伴随着的是孙红江杀猪般的惨叫声 他知道自己的一手一脚已经废了 治不好的那种 很快 就有预警过来 把李光头和他的两个手下 关去小黑屋 把孙红江送到医务室治疗 来到医务室 孙红江发现 弟弟孙红海也在这里 孙红海的情况 比他的情况好一点 只是断了一条腿 哥 你怎么也被打了 孙红海没想到 连老哥也被打了 比自己还惨 孙红江疼得呲牙咧嘴 没有说话 怎么也被打了 还用问吗 肯定许阳这个王八蛋 把我们孙家搞垮还不算 还要废了我们 也心狠手辣了 孙红海忍不住怒骂 心里恨透了许阳 可就算再恨 他也拿许阳没办法 现在没办法 以后也没办法 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怎么会落的这个下场 孙红江恨不得把自己的 这个弟弟给掐死 要不是这个弟弟 怎么会招惹到许阳 怎么会落的这个下场 嗯 孙红海还以为 老哥会和自己一起骂许阳 出一口恶气 没想到 老哥骂的是自己 哥 我也不知道他这要牛逼 这么心狠手辣 孙红海憋屈道 你们安静点 影响到我们 给你们处理伤势了 医务师的医生道 两人顿时不说话了 现在被人废了 想着以后漫长的牢狱生活 两人心里就是一阵绝望 可是 没有人同情他们 也没有人救他们 赤住监狱 这是岗城最有名的监狱 这里关押的罪犯 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享受这个待遇的 是向先生和大刀 此时 向先生正在洗衣房 和几个犯人一起洗衣服 在监狱也是要干活的 洗衣服的活 还算不错 比较轻松 看起来 向先生谋到了一个好差事 然而 差事好不好 是相对而言的 对于其他犯人来说 这是好差事 对于向先生来说 这就不是好差事了 要知道 在外面的向先生 可是江湖大佬 一言而绝江湖事 还是社会名流 说句话都能够调动 无数人为自己办事 他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 什么时候帮别人洗过衣服 向先生 你磨磨蹭蹭蹭地干什么 没吃饭吗 带头的壮汉 来到向先生面前 一巴掌抽在向先生的脸上 一点都不带含糊的 你他妈敢打我 向先生大怒 怎么的 你打不得 壮汉满脸不屑 又抽了向先生一耳光 在外面的向先生 是呼风唤雨的大佬 在这里的向先生 就是一个普通犯人 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再说了 向先生的判决已经下来了 很快就要被执行死刑 现在不欺负欺负 以后就没机会了 更何况 他欺负向先生 还有钱可以拿 找他的人 已经把钱给了他的老婆孩子了 整整五十万 在监狱里 还能够为老婆孩子赚钱 这么好的事 到哪里找啊 你不要欺人太甚 向先生一阵咬牙切齿 我就是欺你了 你又能怎么样 壮汉又是给了向先生一个耳光 我弄死你 向先生实在忍不了了 就要动手 可没等他动手 就被其他犯人给按住了 向先生 你已经不是在外面的向先生 你他妈就是一个死刑犯 你还想弄我 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我乌鸦的厉害 壮汉上前拍了拍向先生的脸蛋 然后对小弟们道 把他给我按在桌上 断他一根手指 不要让人看出来的那种 几个犯人立刻把向先生按在桌上 拉出他的手 奋出小拇指 其中一个年轻犯人道 乌鸦哥 这种活我最在行了 让我来吧 乌鸦道 没问题 你来就你来 对他来说 谁来都一样 反正他就是要折磨向先生而已 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那个年轻犯人一番操作 把向先生的小木 指骨头地敲碎了 但从外表看 还是完好无损的 这是一项技术活 没有专门学过的人 还真做不到这点 向先生就发出 杀猪般的惨叫声 刚发出声音 就被人用抹布给堵住了嘴巴 所谓食指连心 这种痛苦 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会知道 向先生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很爽 乌鸦又上前 拍了拍向先生的脸蛋 以后我每天断你一只手指 断完你的手指再断脚趾 断完之后 就差不多到你被执行死刑的日子了 向先生牙子欲裂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乌鸦呵呵一笑 你说呢 是一名律师找到他的 根据看到的新闻 幕后之人应该是许阳 话说这个内地的千亿富豪许阳 还真是牛逼 把向先生和孙家都给灭了 向先生脸色一变 是许阳让你做的 乌鸦又是呵呵一笑 是不是许阳 我不知道 反正有人找到我 让我在你被执行死刑之前 好好招待你 给你的生活增加点乐趣 向先生叫道 肯定是许阳 这个王八蛋 竟然这么心狠熟辣 我都被判死刑了 还不放过 还要来折磨 我咒他不得好死 乌鸦没理会向先生的咒骂 拍了一下脑门 对了 找我办事的人 还让我向你转达一句话 向先生问道 什么话 乌鸦道 谁让你来威胁我的 现在后悔吗 向先生猛然一变 咬牙切齿道 没错了 就是许阳这个王八蛋 我咒他不得好死 就因为我威胁他 他就把我送进来 把我的黑料都曝光 太狠毒了 他一定没有有好下场的 乌鸦痴笑道 要是诅咒有用的话 恐怕你早就下18层地狱了 还是好好享受你 复兴前的美好生活吧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第618章 私生子 得知向先生等人 在监狱里的情况 许阳和王小聪 都是很满意 那些钱花的值得 这些情况 让许阳在港城的名头 更加响亮 这下子 没有任何人敢小看许阳了 各大家族的长辈 更是叮嘱自己的子女 惹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惹许阳 要不然 不仅自己完蛋 就连家族也要完蛋 像孙红江兄弟一样 就算是进了监狱 都不得安生 像向先生和大刀一样 就算是死 再死前也不得安生 许阳绝对是一头过江猛龙 港城的地头蛇 根本就斗不过 许阳这头过江猛龙 不仅够猛 还够凶残 王小聪感叹道 许阳 经过这次事件 以后你都可以在港城横着走了 许阳翻了个白眼 我又不是螃蟹 不会横着走 王小聪一笑 那倒是 许阳道 事情完结了 该是离开港城的时候了 你爸的私人飞机 什么时候到港城 王小聪道 晚上道 咱们明天上午离开吧 许阳点点头 你通知宋青雅吧 让她做好准备 明天上午出发 要一起去贵城 考察星光科技的 王小聪正准备打电话 忽然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 你打你的电话 许阳起身去开门 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熟人 没想到我会来吧 这个熟人脸上 挂着淡淡的笑容 你来干什么 许阳微微皱眉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光明 自从上次参加聚会 就没有再见过李光明 说起来 他和孙洪阳的冲突 有李光明一部分责任 在聚会上的时候 李光明就说了 孙洪阳找他的麻烦 有李光明怂恿的功劳 来看看你和王小聪啊 怎么 不欢迎 李光明笑道 确实不欢迎 我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你没有必要假惺惺的说这些话 有什么事你就说 许阳没有半点客气 对待李光明这种人 真的不需要客气 更何况 双方还有恩怨 他很讨厌李光明这样一副嘴脸 觉得李光明非常前走 还真有事 你不会想要我在门口和你说吧 李光明道 在门口说就挺好的 许阳没有邀请李光明进门的意思 这个时候 王小聪打完电话走了过来 李光明 你来干什么 李光明一笑 王小聪 你看看许阳 我说有事找你们 他竟然不让我进去说 就让我在门口说 你说这项话吗 王小聪冷笑 我觉得挺好 有什么事就在门口说 你还没有资格让我们请进门 李光明叹气道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我也懒得说了 本来还想给你们一个消息 让你们做好准备 你们不要就算了 到时候被人阴了 也不关我的事 说完 李光明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 许阳连忙喊住 怎么 现在愿意请我进去了 李光明停下脚步 转回身来 戏血一笑 你要近就近 不禁拉倒 许阳回了房间 李光明明显是话里有话 听听无所谓 王小聪自然也听出来了 也没意见 李光明笑了笑 没有在意 进了房间 三人落座 许阳道 说吧 你有什么消息 李光明先是向许阳竖起大拇指 你以一己之力 覆灭了15k 孙家 连向先生核心一案都给灭了 真是牛逼 大仗 我们内地人的脸面 说实话 我真的很佩服你 那几个人在监狱里 都不得安生 更是大快人心 许阳冷冷道 不是我一人之力 我有不少朋友帮忙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吧 李光明又是一笑 当然不是 这只是表达我对你的敬佩之情罢了 王小聪有些不耐烦 我说李光明 你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许阳可不稀罕听你的吹捧 李光明摇头道 王小聪 你看看你 人家许阳都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吗 王小聪毫不客气道 我就是看你不爽 你说完事赶紧走 李光明皱眉 你还真的是 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 那就说正是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 有人要为向先生报仇吧 王小聪冷笑道 许阳连向先生都搞定了 还有谁敢出头为向先生报仇 要报仇不是找死吗 李光明道 别人不敢 但他的儿子敢啊 王小聪不屑道 你开什么玩笑 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抓了 怎么报仇 许阳也是有些搞不懂了 向先生的三个儿子 也都参与了向先生的一些非法勾当 判了十多年 还怎么报仇 李光明得意一笑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你以为向先生就三个儿子 王小聪冷笑道 什么意思 难道他还有私生子不成 李光明打了个响指 你说对了 他就是有一个私生子 就是这个私生子 要为他报仇 王小聪惊道 卧槽 真有私生子啊 他只是随口说的 没想到竟然说中了 李光明看了王小聪一眼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向向先生这种人 没有私生子才奇怪 说不定你爸就有私生子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你可当心点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有个兄弟跳出来 分你家老头子的资产 王小聪脸色一黑 你他妈别往我身上扯 说正是 向先生的私生子是谁 怎么就想要报仇 难道不知道许阳的厉害吗 不知道找许阳报仇 就是死路一条吗 李光明道 人家敢报仇 自然是有实力的 许阳开口问道 你直接说吧 向先生的私生子到底是谁 李光明道 向先生的私生子是个混血 是向先生和一个漂亮国的 五线女明星生的 一直生活在漂亮国 许阳皱眉道 我在查询资料的时候 怎么查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他有点怀疑李光明的话 李光明道 你查不到很正常 事实上极少人知道这件事 网上没有任何痕迹的 向先生做得很隐秘 许阳道 好吧 可就算向先生有这么一个私生子 也没必要为向先生报仇吧 向先生常年在港城 和人家母子应该很少见面吧 感情应该不怎么样 犯得着为向先生报仇吗 李光明道 他们感情确实不怎么样 可向先生不是个简单人物 他本来就在海外有账户 出事之后 得知自己难逃一死 就通过律师联系了他的私生子 只要他的私生子为他报仇 弄死了你 他在海外一家基金会的20亿美刀 就会给到他的私生子 如果没报仇 就一分钱都捞不到 许阳道 也就是说 他的私生子 为了20亿美刀 要来杀我 李光明又是打了个响指 没错 第619章 杨谋 许阳道 我有几个问题没想通 李光明道 说吧 有什么问题 我能为你解答的 肯定为你解答 许阳道 第一个问题 既然向先生和一个漂亮国女明星 生下一个私生子的事情很隐秘 极少人知道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李光明一笑 这就是我运气好了 我在漂亮国读书的时候 正好跟向先生的私生子是同学 许阳道 对方告诉你的 按理说 对方应该不会主动说 这种事吧 没有人会把自己是私生子挂在嘴边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李光明道 他没有说 是我有一次去他家 无意间看到他和向先生的合影照片 我也没问 后来就悄悄地查了一下 甚至派人在他家附近蹲守 终于发现 有一次向先生去到他家 才知道他是向先生的私生子 许阳疑惑道 你是他的同学 又不是干侦探的 有必要这么查他吗 李光明道 我这人好奇心有点重 向先生是港城的大佬 我就想弄清楚 他和向先生是什么关系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利用一下 反正我派人跟踪查询 并不用花多少钱 如果有朝一日 能够用得到这个消息 那就赚了 王小聪撇撇嘴 我看你是闲得蛋疼 李光明瞥了王小聪一眼 王小聪 我可不像你一样 不学无术 竟搞些没用的事 王小聪大怒 你说 谁不学无术 李光明撇撇嘴 你难道还不算不学无术吗 整天在网上溜达 还搞什么游戏 还担任什么节目的嘉宾 在公众面前露脸 这些事 就不是一个大集团继承人该干的 你要是把这些精力 都用在怎么接班上 你老爸也不用这么 愁你的接班问题了 不得不说 李光明说的这番话 虽然有些不好听 但还是很有道理的 王小聪要是专注于接班 继承万大集团 把万大集团管理好 发展好 也不会到现在了 还在外面瞎搞 要真的把精力都用在接班上 现在就应该进入万大集团工作 跟着王大林学习 逐步接过万大集团的管理权 王小聪冷哼道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关你屁事 再说了 谁说我这样就不能接班了 等我爸退下来 我自然会把担子接过来 许阳不想看到两人争吵 便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李光明道 你说 许阳道 我们的关系不怎么好 甚至可以说是敌对的 要不然你也不会怂恿孙洪阳来找我的麻烦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让向先生的私生子 悄无声息地搞死我 不是正合你的意吗 王小聪道 对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 李光明没李王小聪 只是一笑 我这么做 自然有我的理由 许阳问道 什么理由 李光明道 我跟向先生的私生子有仇 许阳皱眉 他不是你同学吗 你还去过他家 应该跟他的关系很好才对啊 李光明道 刚开始是这样 后来他抢了老子看上的女人 老子就跟他决裂了 王小聪撇撇嘴 瞧你那点出息 就只会用下半身思考问题 不过想想也是 你能跟黑人人妖做出那种事 为了一个女人 跟好同学决裂 就很正常了 李光明脸色一黑 王小聪 你他妈要是再提这件事 我跟你没完 王小聪还想再说 许阳拦住了他 然后对李光明道 所以说 你想要借我的手 对付向先生的私生子 王小聪点头道 没错 而且我希望你们斗得越凶越好 你也说了 我们的关系不怎么样 你们俩谁死了 都是我想要的 最好是你们俩的同归于尽 这是阳谋 就算知道李光明的险恶用心 许阳也没办法 还是要对付向先生的私生子 许阳的脸色一黑 你的心还真毒 一般一般 李光明呵呵一笑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愧 而且我希望你把他弄死 他已经请了杀手对付许阳 杀手现在还没行动 如果让许阳先把向先生弄死 到时候 杀手再杀了许阳 那就完美了 这就是他过来 把事情告诉许阳的主要原因 在他看来 只要杀手出手 许阳肯定是死定了 许阳在死之前 还能被他利用 干掉自己的仇人 能够大大增强他的成就感 行吧 我不管你有什么险恶用心 这个消息对我还是很有用的 毕竟明里的敌人 比岸里的敌人要好得多 许阳道 向先生的私生子叫什么 李光明道 凯文 住在纽城某某路歪歪号 许阳 好 我会查一下这个凯文的资料 到时候再决定要怎么做 李光明道 我还可以告诉你 凯文已经来了港城了 现在已经去监狱见向先生了 许阳挑了挑眉 来港城了 这么快 难道他要在港城对我动手吗 不太可能吧 李光明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肯定是要为向先生报仇的 为了二十亿美刀 不管是谁 都会动手的 换作是我 我也会动手 你可不要小瞧他 他的身份可不简单 许阳问道 他还有什么身份不成 李光明道 他表面上是博顿投资的主管 这个凯文会不会利用这重身份来搞你 那就不知道了 许阳目光一鸣 看来要对付这个家伙 还真的有点棘手啊 李光明道 那是你可不要大意被他给干掉了 我还是希望你把他干掉比较好 我这次是站在你这边的 许阳看了李光明一眼 还有什么要说的 李光明摇头道 没有了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剩下的就你自己去查了 我就等着看戏了 看你跟一个FAI的秘密成员要怎么斗 许阳道 行吧 你可以走了 不过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你在对我做什么 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放心 我就看戏 不动手 走了 李光明一笑 起身离开 目的已经达到 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第620章 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李光明离开后 王小聪道 你说李光明这家伙 说的是真是假 许阳摇头道 不知道 查一下就知道了 拿过一台笔记本电脑 迅速地查了起来 很快便是查到了相关信息 李光明说的还真的没错 这个凯文是FAI的秘密成员 就连李光明和凯文反目成仇的事情 也查到了 其实 两人反目成仇 不仅仅是因为女人那么简单 主要是凯文在大学的时候 就秘密加入了FAI 想要利用李光明追去的那个女人 从李光明身上探听李家的情况 并且希望进一步从李家探听 划下官方的一些秘密情况 毕竟李家有高层的关系网的 被李光明发掘了 李光明才跟凯文决裂的 李光明虽然为人有些不堪 但关乎这种问题 还是有些定理的 主要是 他如果被利用了 整个李家都要完蛋 他的生活也将一落千丈 他主要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 查完之后 许阳道 确实是真的 跟李光明说的差不多 现在那个凯文 已经去监狱见像先生去了 王小聪道 那这个有点难搞啊 许阳道 这个凯文来港城 好像不仅仅是见像先生 或者为像先生报仇那么简单 好像是背负了FAI的 一项秘密使命而来的 卧槽 王小聪惊道 这家伙 不会是想要在港城搞破坏吧 许阳摇头 不知道 这项使命 查不到 但要密切关注这个人 王小聪有些担忧道 许阳 我们卷入这种事情 不太好吧 这种事一个搞不好 就要引火烧身 许阳无奈道 不是我想卷入 人家要来找我的麻烦 我也没办法啊 看来要退迟几天离开港城了 还得麻烦你打电话给宋青雅 找个借口拖几天 王小聪摇头道 不用找借口 他刚才说了 这几天有事 暂时没法离开港城 让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有事的话 可以先离开 到时候再约个时间一起去考察 许阳道 那就不用了 我们留在港城几天 看看这个凯文要搞什么 赤注监狱 惠客失礼 向先生正跟私生子凯文见面 凯文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 这是向先生说的第一句话 他对许阳的恨意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几天 他被折磨得不轻 每天都断一根手指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要受老马的摧残 每天还不止一次 憋屈 愤懑 痛苦 各种负面情绪 最终化为对许阳的滔天仇恨 可以说 他恨不得杀了许阳 抽许阳的精 拔许阳的皮 喝许阳的血 吃许阳的肉 你放心 我会为你报仇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爸 没有你就没有我 凯文主要是为了二十亿美刀 要不然他才不会为向先生报仇 那种话 自然不宜说出来 说出来让向先生伤心 万一向先生变卦 不给他钱 那就不好了 其实 他对于向先生 真没多大感情 这是很正常的 他每年就见向先生一两次 每次见面 最多就几天时间 这样的相处 实在是很难产生什么深厚的父子情 就连他老妈对于向先生的感情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越来越淡 他老妈也找了别的男人 只是向先生不知道罢了 之所以不跟向先生断绝联系 是因为 每年能够从向先生这里 拿到五百万美刀 说起来 向先生也是挺悲催的 被绿了都不知道 每年还要给钱给绿了自己的女人 当然了 凯文确实是他的儿子 这点是没错的 给的钱 也有一部分花在凯文的身上了 倒不是太亏 好 弄死他之前 一定狠狠地折磨他 向先生一脸怨毒 你放心 我会折磨他 让他承受生不如死的痛苦 再让他死去 凯文道 好 向先生发出病态般的笑容 你还有什么 要交代的吗 凯文问道 没有了 只要你把许阳弄死就行了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李光明道 好 我会在岗城待几天 离开前 我会再来看你 凯文道 你妈现在怎么样 向先生忽然问道 我妈得知你的情况 很担心很伤心 位子还病倒了 去医院住院两天才恢复过来 她是想来看你的 但我劝住了她 凯文是在扯淡 她老妈得知向先生被抓 而且被判了死刑 只要凯文为向先生报仇 就能够得到二十亿美刀 别提多高兴了 当天晚上 直接带了情夫回家 疯完了一个晚上 凯文已经独立 没有跟她老妈住在一起 要不然都会觉得辣眼睛 她不来是对的 以后我不能照顾你们了 你要照顾好你妈 可怜的向先生 还不知道自己的女人 已经给她戴了绿帽子 如果知道 恐怕会死不瞑目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妈的 凯文道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凯文就离开了 离开监狱 凯文直接来到了 许阳的酒店房间 按响了门铃 此时 许阳和王小聪 两人正在商量 怎么应对凯文的复仇 想象各种可能的情况 并且制定相关的应对之法 听到门铃声 王小聪前去开门 他没有直接开门 而是先用猫眼看了一下 当他看到门口站着的 是凯文 顿时惊讶不已 他回头道 许阳 向先生的私生子来了 许阳查到的资料 有凯文的照片的 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了 门口站着的 是像先生的 漂亮国私生子凯文 嗯 他来干什么 许阳挑眉 很是诧异 他想过 凯文会用各种手段 置他于死地 却没想过 凯文会登门找他 王小聪问道 要开门吗 许阳沉默片刻道 开门吧 我倒要看看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王小聪点点头 打开门 你好 请问许阳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凯文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滑下雨 你是谁 王小聪问道 我是来拜访许阳先生的 我可以见他吗 进来吧 王小聪把凯文让进门 谢谢 凯文道谢 进门看到许阳 礼貌地打招呼 你就是许阳先生吧 你好 你是谁 许阳洋装不知 你好 我叫凯文 是漂亮国人 凯文自我介绍 我不认识你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许阳继续装 我还有一重身份 是像先生的儿子 凯文没有说什么事 反而是再次介绍 你是像先生的儿子 怎么可能 像先生的儿子 都被抓起来了呀 许阳惊讶地站了起来 当然是装的 第621章 有阴谋 我知道你可能不信 但我说的确实是事实 我是像先生的私生子 是漂亮国人 一直生活在漂亮国 很少人知道 你不知道很正常 凯文毫不避讳 自己私生子这个身份 原来是这样 许阳装出一副恍然的样子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把你父亲送进了监狱 他被判了死刑 很快就要服刑了 你不会是 想要替他报仇吧 凯文连连摇头 许先生 请不要误会 我没有替我父亲报仇的意思 他犯了很多严重的罪行 我看了都感觉触目惊心 他被判死刑 是罪有应得 说实话 得知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 我是很不好受的 但我必须要正视他的为人 这不怪任何人 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许阳好奇问道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凯文道 我知道 许先生 你是千亿富豪 是个非常出色的投资人 不管是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 还是在产业上的投资 每次投资都取得了惊人的回报 许阳笑道 看来你调查的挺仔细的 不会是 对我有什么不良企图吧 凯文摇头道 许先生 还请不要误会 我说的这些 只是一些基本的信息 只要稍微查一下就能够知道 我看了我父亲的新闻 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你的信息 才知道了这些 许阳点点头 回到刚才的问题 你找我干什么 凯文道 我们博顿投资 在港城有分公司 华夏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我们博顿投资 都非常看好华夏的发展 也想要进入华夏投资 非常希望能够 跟许先生 你有这方面的合作 就趁着这个机会 过来和你认识一下 同时也是表明我的一个态度 希望我父亲的事 不会影响我和你的交往 我非常愿意和你成为朋友 许阳笑了 只要你不介意 我当然没问题 凯文道 我不会介意的 我刚才说了 我父亲是最有应得 许阳道 好啊 那期待我们以后的合作 我也是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下次再见 凯文起身告辞离开 凯文和他的助理离开后 王小聪把房门关上 然后道 要是我们不知道这家伙的底细 我都要相信他说的话了 许阳点点头 确实 这家伙的情绪隐藏得很好 不知道底细的人 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 王小聪道 他来找你说这些 到底是什么意思 凯文不可能无敌放始 说了这么多 肯定是有目的的 只是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猜不出来 许阳沉音片刻道 应该是 想要迷惑我们吧 怕我们察觉他到来 会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的举动 王小聪撇撇嘴 这家伙也太能装了 他想要迷惑你 然后找机会杀了你 想得挺美 许阳道 这种我倒是不怕 就怕他和漂亮国筑港 成林使馆联系 搞一些不利于港城 或者华夏的事情 王小聪脸色凝重道 如果是这样 这确实是个麻烦 也不是我们能够管的 许阳叹气 是啊 这不是我们能插手的 算了 不想这些 这些事也不用我们操心 相关部门会解决的 我只要应付 他对我出手的事情就行了 希望他不要找死 第二天 凯文让伯顿投资港城分公司 广邀港城名流 登上皇冠号邮轮 说是在邮轮上举办一场酒会 大家相互交流 并且说了 有一个大项目 想要让港城各大家族参与 到邮轮上洽谈 时间就定在两天后的上午十点 就连许阳和王小聪 也收到了邀请函 邀请他们登上邮轮 这个凯文到底在搞什么 王小聪觉得 凯文肯定有什么阴谋 只是到底有什么阴谋 他猜不出来 至于说什么大项目 邀请港城各大家族和富豪参与 真的太虚了 不知道 谁能猜得到 不过我查到了 他昨天离开酒店之后 就去了一趟漂亮国筑港成林使馆 直到晚上才离开 许阳道 这家伙肯定立谋了什么事 王小聪揣度道 可能吧 但这种事情只有到真正发生了 才能够知道 不要说我们了 就算是相关部门也没有办法 许阳摇着头道 你的黑客技术这要牛逼 黑不进漂亮国筑港成林使馆的监控吗 王小聪道 黑得近 但黑进去看到的 都是很普通的事 他们交谈的房间里 没有任何电子设备 连手机都没有带 想要知道他们谈什么 根本不可能 许阳摇头道 这些个王八蛋 做事真是够谨慎的 王小聪咬牙骂道 要是不谨慎 恐怕也成为不了办事员 许阳也不得不感叹 对方做事太谨慎 但这不就是办事员的手段吗 看的电影 不就是这样行事吗 电影源于现实 凯文这么做很正常 那我们要不要去玩玩 王小聪问道 去 为什么不去 我也想看看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过 我总感觉会有什么危险 你可以选择不去 许阳道 那怎么行 就算是有危险 这不是有你吗 你这么厉害 我还能有什么危险 王小聪根本不担心 许阳哭笑不得 你要靠我保护你也行 死了不要怪我 王小聪道 行啊 我要是死了 肯定不怪你 不过我知道 我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我还有很多网红没炮呢 许阳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这种时候 王小聪想的竟然是网红 这时 许阳的手机响起 发现是宋青雅打来的 电话接通 就听到宋青雅道 许阳 你是不是要离开港城了 刚才他和王小聪说 这几天要忙 以为许阳要先离开港城了 许阳道 没有 准备等你忙完了再离开 到时候一起去贵城 他好了 宋青雅道 我今天收到一张邀请函 是漂亮国伯顿投资 港城分公司发过来的 说是有大项目 要和港城各大家族和富豪商谈 我家 让我去看看 要不你们也一起去玩玩吧 许阳笑道 我也收到了 我和王小聪已经决定去玩玩 我正想让他打电话问你 看你们家有没有人去的 宋青雅高兴道 太好了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上船 许阳点头道 好 第622章 登船 邀请 转眼间两天时间过去 到了皇冠号游轮出海的日子 许阳和王小聪 还有宋青雅一起登上游轮 皇冠号是亚裕最豪华的游轮 没有之一 许阳算是大大 开了一番眼见 游轮出海后 很快就来到了公海 伯顿投资方面 派人通知港城的富豪 和各大家族代表 到其中一间会议室商谈事情 许阳和王小聪在邀请之列 两人自然是去参加了 凯文以伯顿投资票量 国总部经理的身份出席 倡议及众人之力 成立一家投资基金公司 投资全球金融市场 这项倡议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响应 港城富豪和各大家族 代表的态度很明确 这种投资基金公司 他们要是想搞 自己人就搞了 何必要一个漂亮国人牵头 这不是给自己 找个管自己的人吗 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对此 凯文开口道 诸位 我们伯顿投资 深耕全球金融市场投资50年 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 每年的投资收益率 在纽承华尔街的投资机构中 都排在前十 我们牵头成立的 这家投资基金公司 能保证大家的收益 听了他的话 众人还是没有响应 伯顿投资是牛逼 但他们港城的富豪和家族的投资能力也不差 没必要跟着别人搞 看到众人还是没有响应 凯文只能无奈道 大家都没兴趣 我只能表示遗憾 这次商谈 到此结束 众人离开 许阳和王小聪回到房间 宋清雅跟着来了 宋清雅皱着眉头 我感觉有些奇怪 王小聪问道 有什么奇怪的 宋清雅道 这个凯文说的是 本来成功率就不高 想想就应该知道 这种共同成立的投资基金 要是想要成立 港城人自己就做了 他一个外来人 就算是有伯顿投资经理的身份 也不可能把大家动员起来的 可他偏偏就这么做了 王小聪道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这点 确实是这样 就像是有个外人到我的圈子里 把我圈子里的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让大家出钱 说要去干一件大事 然后由他来决定去干什么 怎么干 我也不同意 这么浅显的道理 这个凯文不可能不知道的 许阳道 那这个应该就不是他的目的了 而是有别的目的 宋清雅问道 能有什么目的 王小聪道 许阳 你不会是想说 他搞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杀你吧 宋清雅经问道 怎么回事 凯文为什么要杀你 他不知道 凯文是像先生的私生子 这是没多少人知道 李光明要不是意外发现 也不可能知道 宋清雅又不认识凯文 跟像先生也不熟 也没详细调查过像先生的个人情况 自然不知道 王小聪把情况说了一下 宋清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凯文竟然是像先生的私生子 还是漂亮国FAI的秘密成员 顿了顿 他问道 这是真的吗 实在是让他有些难以相信 漂亮国FAI秘密成员这重身份 没有什么奇怪的 FAI就喜欢发展凯文这种 拥有华夏血缘关系的人 好从事一些不可告人的活动 像先生私生子这重身份 就真的让他感到惊讶了 王小聪道 当然是真的 凯文都去酒店找过许杨了 我就在场 凯文说不会对许杨做什么 还说像先生入狱被判死刑 是像先生最有应得 但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 凯文要为像先生报仇的 只要未向先生报仇就可以得到20亿美刀 他把李光明找许杨所说的情况说了一下 宋青雅道 原来是这样 那许杨岂不是很危险了 王小聪点头道 当然危险啊 不过没关系 许杨很厉害的 连15K的金牌打手都不是许杨的对手 宋青雅道 凯文既然是漂亮国FAI的秘密成员 就不是一个15K的金牌打手能比的 而且对方应该也不会跟许杨比身手 要杀许杨 估计会用枪 以凯文的身份 弄一把枪不是什么问题 王小聪道 这倒是 许杨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许杨点点头 你们也一样 你们是我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对你们下手 王小聪惊道 卧槽 不会这么狠吧 许杨道 按理来说不会 像他这种人 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是提醒你们一下 多注意一点 总是没错的 宋青雅道 许杨说得对 多注意一点 总是没错的 谁知道那家伙会干出什么事 而且我感觉 应该不至于搞这么大动静 以这个幌子 掩盖他对付你的真实目的 没必要这样 许杨点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或许他有杀我的计划 但应该不只是做这件事 应该还有别的事要做 凯文要杀他 这是肯定的 已经确定了 可凯文搞这么大动静 应该不只是要杀他这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杀他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 组织这次游轮出海 应该是还有什么别的目的 王小聪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你们都感觉到了 我怎么没感觉到 宋青雅也遇到 那是你脑瓜子不行 王小聪一听 就不乐意了 谁说的 我也很聪明的好不好 宋青雅道 我可不觉得 凯文要杀许杨 真没必要搞这么多事 你连这点都看不透 你说你聪明在哪 王小聪嘴硬道 人家就是要这么做不行吗 宋青雅给了王小聪 一个鄙视的眼神 没有说话 都不稀罕说他了 王小聪尴尬一笑 好吧 我承认我没你们脑瓜子灵光 没想到这些 宋青雅道 许杨 那我们该怎么办 许杨道 不用刻意做什么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也没必要猜来猜去的 他想要干什么其他的 不是我们能掺和的 这种事情 还是让相关部门头疼去吧 我们掺和进去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 至于他要杀我的事 我也只能是兵来降挡水来土掩了 宋青雅点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 这时 有敲门声传来 王小聪前去开门 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站在门口 这个男子 王小聪有些印象 刚才去会议室商谈事情的时候 好像是跟在凯文身边的 助理之类的角色 王小聪问道 你有事 男子礼貌道 你好 王先生 我找许先生 请问他在吗 许阳走过来问道 找我有事吗 男子立刻道 许先生你好 我们经理凯文先生 想要邀请你到他房间商谈点事 许阳问道 商谈什么事 男子道 不好意思 我们经理没说 许阳想了想道 好的 你回去告诉他 我等一下就过去 好的 男子离开了 第623章 刘乐生 王小聪道 许阳 这明显就是鸿门燕啊 你真要去吗 许阳轻笑道 什么鸿门燕 再说了 鸿门燕又怎么样 项羽最后还不是被刘邦干掉了 王小聪无语道 许阳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不定你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宋青雅脸色凝重 我也觉得 你去了会有危险 你还是慎重一点 如果我们在一起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你要是去了 那就只有任由他宰割的份了 你是厉害 但人家有枪 你再厉害也没用啊 许阳轻笑道 对方邀请我 你们是知道的 想必他不敢乱来 要不然 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王小聪道 只是嫌疑人而已 万一他弄死你 把所有证据都毁掉 让警察查不到什么 警察也拿他没办法呀 宋青雅赞同道 是啊 现在凡事都讲究证据 就算他是最大嫌疑人 甚至可以说 知道是他做的 如果警察没证据 也拿他没办法 许阳有些无语道 我听着 怎么好像我去了回不来似的 王小聪道 许阳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你还是要考虑清楚 要不我跟你去 我好歹 也有点分量 他或许能顾及一二 宋青雅道 加上我 我也跟你一起去 两人是真够一起 明知有危险 也要跟着去 许阳摇头道 不用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我不会有事的 如果我真的有事 你们跟着去 也没什么用 还有可能会拖 我的后腿 这话说的两人无言以对 确实 他们两个什么都不会 如果去了 万一动起手来 他们不仅帮不了什么忙 还真只能是拖后退 行了 我很快就回来 你们在这等我回来吧 我先去了 说完 许阳就离开了 来到了一层105房间 房间里有两个人 一个自然是凯文 另外一个是一名中年男子 对于这个中年男子 许阳知道 是港城八大家族之一 刘家的家主刘乐生 上游轮之前碰到了 宋青雅跟对方打过招呼 对方看到自己 还跟自己打过招呼的 还恭维了自己几句 说什么孙家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覆灭孙家 是为港城除去了一个大祸害 当时他就感觉 这个刘乐生 就是个笑面虎 事实上 宋青雅也是这么评价刘乐生的 刘乐生在港城 就是有名的笑面虎 面对别人的时候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极少生气或者发怒 可内心里是个非常隐狠的人 跟刘乐生打交道 一不小心就会着了他的道 只是凯文要见自己 刘乐生在这里 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许先生 请坐 看到许阳进门 凯文立刻起身相迎 做了个请的手势 刘乐生则是朝许阳微笑点头 却没有说话 许阳在凯文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凯文介绍道 许先生 这位是港城刘家家主刘乐生 你应该认识吧 许阳点头 认识 刘乐生笑道 许生当真是少年英杰 这才来多久 就搅动风云 把这里上上下下揉成了乱麻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许阳眉头一挑 这个刘乐生 给自己戴这么一个高帽 是什么意思 感觉那笑容 有些不怀好意啊 刘家主过奖了 许阳笑了笑 没有和刘乐生多说 目光落在凯文身上 凯文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 凯文微微一笑 我爸很快就要执行死刑了 我想先送你到天堂去等他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用假惺惺的了 想必以你的能力 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 我要干什么 今天你就死在这里吧 说完 凯文立刻掏出一把手枪 枪口对准了许阳 许先生 我知道你的身手很好 所以请你不要乱动 要是乱动 我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他这样就动手 就是为了打许阳一个措手不及 许阳肯定会想 他不会动手 他就反其道而行之 把握这样的机会 他执行任务 都是利用这点 成功完成了 FAI交代的所有任务 许阳目光一宁 他没想到 凯文说动手就动手 许阳沉声道 我来你这里 王小聪和宋青亚都是知道的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凯文微笑道 许先生 没想到你这么天真 你来我这里 难道我就要负责你的安全吗 再说了 你死了 尸骨无存 警察找不到你 找不到任何证据 就算再怀疑我 又能把我怎么样 许阳脸色一沉 你怎么意思 难道你想杀了我 然后把我抛尸大海不长 凯文笑道 你说对了 杀了你 把你丢进海里喂鱼 谁也不会发现 最后你的朋友 王小聪和宋青亚 都只是发现你不见了 在邮轮上找不到你 最终只能报警 就算怀疑我 警察最多就是传话 我去接受问询 只要没有证据 我就不会有事 许阳皱起眉头 看了凯文一眼 我想要知道 刘乐生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竟然要当着他的面杀我 当着刘乐生的面杀自己 这个刘乐生 似乎没有感到意外 难道刘乐生跟凯文 有什么特殊关系不成 许阳有些搞不懂了 凯文微微一笑 事实上 这个主意 就是刘家主出的 他之所以在这里 就是想要亲眼看到 你死 许阳疑惑道 为什么 他真的搞不懂了 为什么刘乐生 要看着自己死 自己没跟刘乐生 有什么生死大仇啊 不要说生死大仇了 就连一点矛盾都没有 上传之前 还见过面聊过的 凯文道 你很快就要死了 又何必知道这么多 许阳道 我们华夏有句话 就是死也要死的明白 做个明白鬼 不做糊涂鬼 在我死之前 我希望能明白为什么 凯文看向刘乐生 刘家主 既然许先生要做个明白鬼 那就由你来解释 给他听吧 没问题 刘乐生微微一笑 我很乐意为许先生解答 弄死他这么一个千亿富豪 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要是不说出来 成就感会大大降低 以后也没有人知道这点 憋在心里 是非常不好受的 就当是向许先生 这个当事人分享好了 第624章 一个故事 刘乐生继续道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吧 经过刘乐生的述说 许阳算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 刘乐生有个私生子 名叫刘小军 是和一个饭店的女服务员生的 就是刘乐生在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 强行和那个女服务员发生了关系 在她的威逼力诱下 那个女服务员没有报警 可就是那么一次 那个女服务员就怀了她的孩子 那个女服务员知道刘乐生是什么人 怀了刘乐生的孩子 意识到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就瞒着所有人把孩子生了下来 然后才告诉刘乐生 刘乐生得知这件事顿时投打 火冒三丈 可让她很下心 把自己的孩子杀了 她是做不到的 把女服务员和孩子带回刘家 也是不可能的 那个时候 她已经结婚了 而且刚当上刘家家主 要是这件事曝光出来 对她稳固家主之位很不利 女服务员也没想要进入刘家 只是想要让刘乐生给钱 保证他们母子过上优质生活就行 这本来就是女服务员原来的想法 只想要钱 不想要名分 生活太难了 有钱就行了 对于女服务员的想法 刘乐生还是很满意的 没有纠缠不清 只要钱 作为刘家家主 刘乐生最不缺的就是钱 而且 毕竟是自己的女人和儿子 给点钱是应该的 自己的女人和儿子 当然是自己来养啊 难道还要让别人养 于是 给母子俩买了房子车子 并且每年给500万的生活费 女服务员 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刘小军慢慢长大 成了问题少年 还加入了15k 这让女服务员很无奈 苦口婆心地劝说儿子 儿子就是不听 就要当混混 女服务员就把这情况 告诉刘乐生 刘乐生对于这个私生子 就是一般 保证对方生活就行了 可得知 儿子成为了15k的成员之后 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让儿子 以后成为15k的化石人 掌控15k 这样的话 以后刘家在黑道 就有了其他家族 无可匹敌的实力 刘家就有望成为 超越其他七大家族的大家族 把想法告诉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是反对的 毕竟混黑道 就没什么好下场 可经不住刘乐生的劝说 而且刘乐生还愿意 每年再多给200万 并且保证儿子的安全 最后 女服务员知道 无法改变刘乐生的决定 只能答应 当刘晓军听到刘乐生的计划 显得非常兴奋 他就喜欢混黑道 觉得混黑非常的威风 于是 刘晓军在刘乐生的支持下 逐步在15K站稳脚跟 办事心狠手辣 做的事情很让大刀等几位化石人满意 得到了大刀等几位化石人的认可 不出意外的话 等大刀这些老一辈化石人退了 就是刘晓军掌控15K了 这个时间 要不了多久 因为刘乐生已经在计划 让儿子把大刀等几位化石人干掉的 当然了 不是明目张胆的 而是搞成意外 计划都已经为儿子想好了 不出意外的话 大刀等几位化石人 会在未来一年内逐步意外死亡 可没想到 许阳来了 港城搅动风云 把15K给覆灭了 就连他儿子都被抓进了监狱 判了十几年 不仅掌控15K的冤枉落空 还把儿子赔了进去 所以 刘乐生对于许阳的恨意 可想而知 刘乐生冷笑道 你说 你是不是该死 我来看着你死 有问题吗 许阳苦笑道 刘家主 我也想不到你有个儿子在15K做事 更想不到你的图谋这么大 而且这件事 都是那个孙洪海引起的 要不是他找15K搞我 要废我一条腿 最后向先生和孙洪将来威胁我 我也不会做出负灭15K的决定 不能怪我了 刘乐生冷笑道 我只知道 是你把我儿子送进了监狱 至于缘由 那不是我考虑的 许阳苦笑道 刘家主 这误会真的太大了 刘乐生冷冷道 没有误会 就是你害我儿子坐牢的 我就要看着你死 许阳无奈道 好吧 既然你这么认为 我也没办法了 但我还有一点疑问 你就算要为你儿子报仇 也没必要跟这个凯文勾结在一起吧 刘乐生冷笑道 我们两个人都想要你死 一起合作 有什么不可以的 许阳摇头道 不对 刘乐生问道 有什么不对的 许阳道 你们都想要我死 不太可能知道对方的打算 你们不可能把这种事跟别人说的 除非是关系特别好的人 刘乐生脸上露出笑容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真不愧是一年多时间 就成为千亿富豪的人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合作不止一次两次了 许阳有所猜测 瞇了瞇眼 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合作 刘乐生反问道 你说呢 许阳道 我不知道 不过我有个问题 只要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就能知道 是哪方面的合作了 刘乐生问道 什么问题 许阳问道 你知道他是漂亮国FAI的秘密成员吧 刘乐生再次笑了起来 我当然知道 不仅是他笑了 就连凯文都笑了 许阳道 我明白了 你出卖情报给凯文 是这种合作 刘乐生笑着点头道 没错 我不仅是刘家家主 还是官方特聘的经济学家 参与制定港城未来的经济财政政策 这些政策很多都是保密的 我会把这些保密的东西告诉凯文 不怕告诉你 这次邮轮上聚会最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掩盖我和凯文的见面 至于杀你 只是顺带的 原来如此 许阳恍然 玄机又升起无尽的疑惑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你都已经是刘家家主了 刘家资产上千亿 你又是经济学家 不管是身份地位还是财富 你都拥有了 为什么还要和凯文交易情报 出卖情报 无非就是为了钱 为了身份地位 可以刘乐生的条件 根本不需要这些 刘乐生只要愿意移民漂亮国 漂亮国方面 肯定会以最快速度通过他的申请 毕竟他有钱啊 他到了漂亮国也绝对可以生活得很好 绝对是漂亮国最上层的那一批人 许阳真的有些想不通 刘乐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625章 投资星光科技 前往贵城的私人飞机上 宋青雅看着手机上的广告 笑个不停 毫无女神形象可言 王小聪有些无语道 有这么好笑吗 宋青雅笑道 当然啊 我估计张家辉肯定后悔代言你们的游戏了 哈哈 港城老明星们代言 谈完今日的广告已经拍摄完毕 并且播放了出来 其中最亮眼的表现 就是张家辉了 张家辉的国语 实在是太糟糕了 大渣好 我记渣渣辉 给大渣推荐一款招号晚的游戏 谈完近日你没弯过的传新版本 大渣好 我记渣渣辉 这句话顿时席卷整个华夏 火遍整个互联网 各大视频网站的鬼畜视频更是层出不穷 比之前的那个古天乐律了更胜一筹 各大网络达人 拿张家辉的普通话进行善意的恶搞 后来这种火爆 不仅在互联网上还火到了现实 张家辉出席新电影的宣传仪式 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问他怎么看 最后搞的张家辉都不敢自我介绍了 因为他一介绍大渣好 我戏渣渣辉就会引得哄堂大笑 搞得现场的气氛不要太快活 就连港城很多明星都拿张家辉的国语开玩笑 这就搞得张家辉难受了 甚至都想解约 可在巨额的违约金面前 他根本不敢解约 要是解约了 张家辉可能就要接烂片了 无奈之下 张家辉只能等待代言时间结束 他打定主意 只要代言时间结束 就绝对不会再续约 许阳和王小聪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对此完全不在意 这款游戏本来就是短时间内收割情怀的 也没想做长久 就是赚快钱一年赚一百亿 一年过去也赚不到什么钱了 游戏也该下线了 许阳无语 宋青雅 你好歹是公司总裁 注意点形象 经过邮轮上的事 彼此很熟了 宋青雅在许阳面前也没有什么拘束 非常的放松 可以肆无忌惮地畅快大笑 宋青雅携了许阳一眼 我的形象就这样 怎么了 许阳无奈道 好吧 你喜欢就好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私人飞机降落在贵城机场 下了飞机 入住酒店 吃了午饭 在酒店休息了一下 下午三点就到了星光科技考察 考察之后 觉得很不错 让律师和财务审核相关账目 没有任何问题 律师和财务 都是宋青雅带去的 许阳和王小聪这边 就没有通知人来了 最后 宋青雅问道 许阳 怎么样 可不可以投资 他已经打定主意 许阳觉得可以投 那就投资 许阳觉得不能投 那就不投 许阳自然要投 毕竟星光科技在五年后 是万亿级别的企业 他点点头道 可以投资 不过我们三个人 40%的股份不好分 就让刘总给45%的股份吧 每个人15%的分额 说完 他看向对面坐着的 星光科技的老板刘光 刘光想了想 最终点头 没问题 就45%的股份 许阳一笑 合作愉快 很快 双方就签订了合同 许阳 王小聪和宋青亚三人 每人占15%的股份 星光科技 现在估值是100亿 每人的投资金额 是15亿 只是15亿 对于几人来说 就是个小数目 合同规定 钱会在三个工作日到账 签了合同 刘光带着公司高管 宴请许阳一行人 吃了饭 许阳一行人 就返回了酒店 晚上 许阳王小聪 和宋青亚三人 去吃夜宵 还是宋青亚提议的 宋青亚每到一座城市 都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走到哪吃到哪 来到贵城的小吃一条街 来贵城的游客 基本上都会来 这条小吃街吃小吃 在一家门店 找了个座位坐下 点了一大堆烧口 边吃边聊 一直吃到了12点多 小吃街已经很少人了 从来使得热闹喧嚣 变得有些冷清 救命啊 忽然 几人听到求救声 寻声望去 看到一个年轻女子 正被几个大汉追赶着 别跑 你跑不掉的 小娘们 你男朋友欠的钱 必须你来肉肠 小娘们 我们东哥看上你 是你的荣幸 几个大汉边追赶 就边叫喊 美女 快来我们这里 我们会保护你 年轻女子经过 许阳三人身边的时候 宋青亚正义感爆棚 连忙把年轻女子拉到身边 救救我 求求你们啊 救救我 年轻女子焦急道 你放心 有我们在 你不会有事的 宋青亚道 这时 那十几个混混 已经追过来了 把三人团团围住 没想到 竟然又有一个漂亮的女人 哈哈 我们把这个女人也带回去 东哥肯定很高兴 又遇到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枉我们追了这么久 十几个混混 嘻嘻哈 听到这些话 宋青亚脸上就浮现怒色 你们给我滚 否则我会让你们后悔 她是有保镖带着的 保镖就在不远处 没事的时候不会出现 有事的时候就会出现 小美女 你还真是够辣的 你这性格 我们东哥肯定喜欢 不说东哥 我也喜欢 哈哈 把你抓回去 让东哥完了 我们也能玩一下 小美女 你要管闲事 就不要怪我们了 这是你自找的 十几个混混 自然不会把宋青亚的话放在眼里 动手 宋青亚没有再废话 直接让保镖出手 混混们不知道宋青亚有保镖 听到宋青亚的话 直接愣住了 然而很快 他们就回过神来 因为有人发出了惨叫声 惨叫声接连不断响起 很快十几个混混 就被宋青亚的两个保镖打倒在地 这些个混混 对于两个保镖来说 根本上就是小儿科 给我滚 宋青亚冷喝道 你给我等着 你救了这个女人 我们东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为首的混混 撂下一句狠话 带着人跑了 第626章 被骗了 宋青亚拉着年轻女子坐下 安慰道 你放心 没事了 有我们在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年轻女子一把抓住宋青亚的手 我看得出来 你不是一般人 你能不能帮帮我 去救救我的男朋友 宋青亚道 你先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年轻女子立刻道 是这样的 我父亲重病住院 需要很多钱 我男朋友帮我借了高利贷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高利贷找上门来 把我男朋友抓了 还找到了我 要不是你们 我也会被抓 要是被他们抓住 我们俩就完了 宋青亚道 这种情况 你可以选择报警了 年轻女子苦涩摇头 报警没用的 他们这些地头蛇 没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 要是报警了 不仅人救不出来 我们会更惨 宋青亚微微皱眉 她没想到 就个人还牵扯出这么多事 说实话 她不想管 遇到了把人救下 这是她可以做的 缠祸镜这种事 不知道会有多大的麻烦 倒不是怕解决不了这些麻烦 而是会牵扯很多时间和精力 她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管这种事 她和许阳还有王小聪来贵城 就是为了投资星光科技而已 准备明天就返回港城的 要是缠祸镜这种事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了 如果是在港城 她还可以管管 可在内地 她就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了 于是 她只能看向许阳和王小聪 你们怎么说 王小聪道 我听许阳的 许阳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宋青亚无语道 你能不能有点主见 你说投资的听许阳的 我还可以理解 这种事 你自己就不能说点什么吗 王小聪怂怂间 我还真说不出什么 这种事 估计每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管不管 都影响不了什么 如果许阳想要管 我就跟上 如果许阳不管 我自然也不会掺和 宋青亚看着许阳道 许阳 你怎么说 许阳看了看年轻女子 沉默片刻道 管吧 你的保镖挺厉害的 要救出个人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就仅限于 把人救出来了 后面怎么样 我们就管不着了 年轻女子连忙感激道 谢谢 谢谢你 许阳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事实上 她决定管这件事 不是大发善心 哪怕她是千亿富豪 遇到这种事 也不可能直接插手 最多就是帮忙报警 就像王小聪说的那样 这种事多了去了 他们是管不来的 可年轻女子的表现 有些异样 让她觉得这件事有猫腻 首先 年轻女子看到王小聪的时候 眼中明显露出惊讶之色 明显是认出了王小聪 却没有表现出来 也没有说什么 这就有些奇怪了 而且 这女的说的理由 杂听之下 挺合乎逻辑的 但细想一下 根本上站不住脚 什么男朋友借高利贷 被抓了 自己也要被抓 还求救下她的人 帮忙救人 真的很牵强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立刻报警 这是普通人该做的事 毕竟只有警察 才是最值得普通人信任的 什么没人 能把那些人怎么样 都是扯淡 年轻女子的选择 明显违背了普通人的逻辑 所以 许阳决定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好 那就去看看 既然许阳决定了 宋青亚自然不会退缩 至于后面是否有麻烦 到时候 肯定是让许阳和王小聪处理了 于是 几人结账之后 就跟着年轻女子 来到相隔小吃街 两条街区的一家娱乐城 来到顶楼 这里有几十个混混 包括刚才被宋青亚 两个保镖放倒的 十几个混混在内 没想到 你还真把他们带来了 真是厉害 之前为首的那个混混道 我也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把他们忽悠来了 年轻女子一笑 快步来到那个混混身边 宋青亚几人脸色一变 很显然 这是一个圈套 一个引他们来这里的圈套 只是他们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要这么样做 他们并不认识对方 而且今天才来贵城 也没有跟什么人结怨 你骗我 宋青亚顿时勃然大怒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被年轻女子给骗了 这让她无比的恼怒 她的善良 竟然被骗了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呵呵 现在才知道 已经晚了 年轻女子点燃了一支烟 完全没有了 刚才的无助可怜模样 宋青亚恨不得杀了年轻女子 正准备让两个保镖动手 却被许阳拉住了 不要冲动 先搞清楚情况再说 许阳又看向年轻女子 我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把我们引到这里 我来告诉你 这时 一道声音从侧方走廊传来 寻声望去 看到两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你是谁 许阳眯着眼睛问道 我是这个娱乐城的老板梁东 大家给面子 喊我东哥 中年男子道 好像我们不认识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许阳还是云里雾里的 又看了看王小聪和宋青亚 你们认识他吗 王小聪摇摇头 不认识 宋青亚道 我更加不认识了 我是第一次来贵城 梁东看到王小聪 明显就是一愣 你是王小聪 你怎么在这里 王小聪不解道 你把我们引来这里 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是爱搞笑的吗 梁东看向年轻女子 怎么回事 怎么把王小聪给引来了 年轻女子道 我也不知道王小聪在 为了完成你交代的任务 我只能装作不认识他 继续演下去 该死 梁东脸色难看 这一下子有些麻烦了 王小聪道 喂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们把我们引来这里 你还不知道我会在这里 你玩我呢 梁东脸色一阵变换 在他的计划中 确实是没有王小聪的 他帮一个人做事 得知许阳和一男一女 在小吃街吃烧烤 就搞了这么一出 把人给带回来 至于那个一男一女 他都懒得管 手下人也不向自己汇报 真的有些麻烦了 第627章 再见李光明 王小聪 这件事跟你无关 我只找许阳 梁东道 许阳是我兄弟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找他干什么 王小聪问道 王小聪 请不要为难我 梁东脸色有些难看 王小聪还想再说什么 被许阳拉住了 许阳看向梁东道 说吧 你找我干什么 梁东目光闪烁 你要王小聪几人离开 我再跟你说 王小聪的身份 真的让他有所顾忌 不管怎么说 王小聪也是首富之子 名头在外 要是动起手来 王小聪受到什么伤害 那他就麻烦了 他也知道 许阳很厉害 前段时间在港城搅动风云 但让他办事的人 更加厉害 只要废了许阳 那个人说 可以把他的儿子救出来 还答应送他儿子出国 他儿子去年 因为飙车撞死了人 还有很多罪行加在一起 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一直在想办法捞人 可惜 关系网不够强大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就算儿子在里面表现良好 能够减刑 也要二十多年后 才能出来了 他能不能等到儿子出来 都是未知数 必须要救儿子出来 正好 今天有两个人来找他 让他废了许阳 只要他做到这点 救救他儿子出来 其中一个人 是本地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 听说这家大公司 还是京城一流家族李家控股的 那个总经理介绍说 另外一个人 就是李家的继承人李光明 得知对方的身份 梁东自然相信对方 能够救出自己的儿子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 所以 今天搞这么一出 把许阳引到这里来 谁知王小聪也跟许阳在一起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这女人 她不认识 但看容貌气质 就不是一般人 不到万不得已 她不想得罪其他人 只想针对许阳 许阳目光闪烁 点头道 好 我让他们离开 她看向王小聪和宋青雅 你们先走吧 我想要看看 她到底要干什么 她很好奇 对方到底要找她干什么 而且 王小聪和宋青雅再不在这里 她都无所谓 反正她自认为 以她的身手 不会有任何危险 就连漂亮国FAI秘密成员凯文 都死在了她的手里 还怕这些流氓混混吗 王小聪道 许阳 我们留下来帮你 宋青雅跟着道 我们共进退 许阳摇头道 不用 这些人还不能拿我怎么样 你们走吧 到楼下等我 看到她态度坚决 王小聪只能道 好吧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等你一小时 如果你不出来 我就会报警 许阳点头道 好 宋青雅道 你小心一点 随后 王小聪和宋青雅 还有宋青雅的两个保镖离开了 许阳看向梁东 说吧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们又不认识 梁东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不是我找你 而是有人找你 许阳眉头一挑 是谁找我 哈哈 是我 这时 一阵大笑声传来 紧接着 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 两个人出现在走廊 其中一个 许阳无比的熟悉 正是李光明 另外一个 许阳就不认识了 梁东一愣 不明白 李光明怎么出来了 本来按照商量好的计划 李光明不出现的 就是让他废了许阳就行 不过 李光明是雇主 要怎么样 不是他能管的 反倒是李光明让他做什么 他就得做什么 他的儿子 还要李光明救呢 许阳皱眉 有些不解 李光明 你要找我 随时都可以 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李光明叹气道 本来我不想出来见你的 让梁东废了你就行了 刚才听到你的声音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应该出来 亲眼看到你被废掉一条腿 要不然 我心里不痛快 他虽然找了杀手杀许阳 但杀手还没行动 他有些等不及了 决定先动手废了许阳 而且也可以增加杀手 杀许阳的成功率 或许在其他人看来 他这么做有多此一举的意思 但在他看来 并非如此 能够亲眼看到许阳被废掉 还是能让他心里很痛快的 许阳恍然 原来如此 这个家伙 三番两次地找自己的麻烦 在港城的时候 只是借助孙洪阳的手 现在亲自出手了 他的目光 有寒芒闪烁 他已经容忍了李光明一次 就不会容忍第二次 要不然 李光明以后还会没完没了的找他麻烦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李光明道 许阳 不得不说 你真是命打 连凯文都收拾不了你 反倒是他失踪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被你杀了吧 许阳脸色平静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只是见过他而已 你不要污蔑我 否则我会告你诽谤 这种事 自然是不可能承认的 一旦承认 就会有无尽的麻烦 李光明笑道 你不承认没关系 大家心知肚明就行 今天我就要废了你 许阳道 你想要废了我 我可以理解 毕竟在风华之夜上 我让你丢尽了脸面 你让孙洪阳对付我没成 凯文杀我也没成 可你 为什么要到贵城这个地方来 李光明道 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 在这里总比在港城好 说实话 港城已经没人敢弄你了 等你回到江城 我去江城弄你 风险更大 所以得知 你会和王小聪 还有宋青雅来贵城 我就提前过来了 对于他来说 得知许阳几人来贵城搞投资 是很简单的事 对于几人的投资 他是不看好的 觉得星光科技的太阳能 就是个噱头 投进去的钱会打水漂 要不然 他就抢先投资了 许阳点点头 原来如此 可你应该知道 我的身手不错 你让这些人来对付我 还不够看吧 李光明冷冷一笑 许阳 你太自大了 你以为只有你才能打吗 我告诉你 梁东可是泰拳高手 还打过黑拳的 要收拾你绰绰有余了 许阳眉头一挑 看了梁东一眼 是吗 梁东笑了笑 不像吗 许阳摇头道 不太像 梁东冷冷一笑 那就看你有没有机会跟我打了 如果你有机会跟我打 就知道我是不是泰拳高手了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让我出手的 我手底下这么多人 不能吃干饭 你要知道我是不是 就得打赢我手底下的人再说 你千万不要被我手底下的人废了 那样的话 你就永远不知道 我是不是泰拳高手了 许阳眉头一挑 看着李光明 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啊 第628章 给你个选择 李光明一笑 那是 你可是在漂亮国FAI秘密成员手底下活下来的人 更是搅动了整个港城的风云 我怎么准备都不过分 许阳问道 你就不怕这些人打不过我 你废我不成 反而被我废了 李光明自信一笑 不怕 你今天肯定要被废掉 逃不掉的 我就不信 你还能打过梁东 许阳道 既然这样 那就动手吧 王小聪只是等我一个小时 我一个小时不离开 他就要报警的 到时候 就算你是李家继承人 也会有麻烦 王小聪的身份不如李光明 但相差也不是很大 王小聪报警 还是能够给李光明带来麻烦的 李光明笑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梁东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说完 他带着身边的那个人 来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看戏 梁东马上下令 都给我起来动手 他自然是让小弟先动手的 要不然养这么多小弟干什么 三十多个混混 立刻把许阳团团围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么多人 就算是兵王来了 估计也够强 但许阳不是兵王 而是比兵王更加牛逼的人物 系统奖励的格斗大师技能 可不是盖的 他在个人武力值方面 可以说冠决全球了 就是地球个人武力值的天花板 三十几个人 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 仅仅是几分钟时间 这三十几个混混 就被他打趴下了 这一下子 就连李光明 都有些震惊了 尼玛 这个家伙真是牛逼啊 这么多人 几分钟就打趴下了 他都有点怀疑 请的杀手 能不能杀了许阳了 看来把许阳废了 是正确的选择 许阳废了 杀手绝对能够成功 接下来 就轮到梁东出手了 至于梁东 能不能把许阳废了 他一点都不担心 在他看来 梁东是泰拳高手 还是打过黑拳的 绝对不是许阳能比的 本来 梁东也是很有信心的 但看到 许阳几分钟 就把他的小弟打趴下了 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 说实话 他也能做到这样 但许阳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他就知道许阳不简单 不过 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毕竟 就算许阳跟他差不多 许阳打了这么久 也消耗体力了 再跟他打 是处于劣势的 许阳的目光落在梁东身上 轮到你了 把这么多人打趴下 还是让他微微喘气 看招 梁东没有废话 势大力尘的一拳 朝许阳砸来 感受到对方的恐怖拳净 许阳没有跟梁东硬碰硬 他是格斗大师 硬碰硬不是他的强项 跟一个泰拳高手硬碰硬 绝对是很傻逼的行为 但他能够以巧劲 对付梁东 他闪躲开梁东势大力尘的一拳 一掌拍在梁东的胸口 并且抓住梁东的手 猛地用力一扭 咔嚓 梁东的手直接断裂开来 梁东倒是没有发出惨叫 只是发出一声闷哼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够能忍 不愧是打过黑拳的泰拳高手 就是不一样 尽管如此 一只手被废 梁东的战力也是去了一半 全力以赴的时候 都被废了一只手 现在战力去了一半 就更加不是许阳的对手了 梁东还想以身体撞击许阳 可接连被许阳避开 最后被许阳一拳砸在胸口 直接倒飞出去 砸落在地 失去了动手的能力 这个结果 是梁东没有预料到的 本来以为 能够把许阳废了 把儿子救出来 现在倒好 没有把许阳废了 自己倒是废了 没有办成事 儿子也就不出来 梁东凄惨一笑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直接晕了过去 许阳的目光落在李光明的身上 看来 你的准备还不够充分 你今天注定是不能如愿了 李光明脸色一阵变幻 他没想到 许阳的实力这么强 连挑几十个混混和梁东 还一点事都没有 恐怕全世界的富豪里 也只有许阳有这样的武力了 真不知道 许阳是怎么做到的 根据他的调查 许阳以前根本不会这些的 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既然已经失败 那就没必要留在这里了 哼 算你厉害 我们走着瞧 李光明冷哼一声 带着人就要离开 我让你走了吗 许阳冷冷一笑 挡在了两人面前 你还想怎么样 李光明目光闪烁 李光明 我本来懒得理你 在岗城的时候 你让孙洪阳对付我 我忍了 可你不应该再出手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我的忍耐限度 许阳道 你想怎么样 李光明的脸色难看 你既然要废了我 我也废了你好了 你说断我一腿的 我也断你一腿好了 许阳淡淡一笑 你敢 李光明还没说话 李光明身边的中年人就怒道 小子 李少 是李家的继承人 你要是刚动他一根毫毛 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许阳瞥了中年人一眼 一巴掌扇了过去 啪 中年人被扇飞出去 砸落在地 嘴里吐出几根带血的牙齿 看向许阳的眼神 满是恐惧 不敢再多言 他算是明白了 许阳根本就无所顾忌 都说了要费李光明一条腿了 对自己更加不会客气了 他敢肯定 如果他再敢威胁许阳 恐怕就不是被扇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许阳的目光 重新落在李光明身上 李大少 你的人没大没小的 我替你教训一下 你没意见吧 李光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没意见 他确实该打 他就是我们李家的一条狗 我们说话 哪里有他插嘴的份 你打他是给他脸 他应该感谢你 文言 中年人严重闪过一抹怒意 他为李家打工 李光明来了贵城 他像是奴才一样伺候 李光明不仅不为他出头 还不把他当人看 不过 他也不敢说什么 像李光明这样的人 不是他能怎么样的 最多就是不在李家公司做事而已 这一瞬间 他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等李光明离开贵城 就仅次工作 以他的能力 不怕找不到其他好工作 那就好 许阳微微一笑 那么接下来就到你了 我给你个选择 你选择断哪条腿 李光明脸色一变 许阳 我发誓以后不会再对付你 咱们的事情一笔勾销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许阳摇头道 说实话 我信不过你 你这人心胸狭隘 我觉得还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为好 你断了腿 李家继承人的位置 肯定是没了 李家不可能让一个瘸子做家主吧 李光明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忽然后悔 来对付许阳来了 都请了杀手了 为什么还要动手 这不是找死吗 第629章 从李家着手 李光明还是不想被打断腿 就威胁道 你要是敢这么做 我虽然当不了李家的继承人 但我李家肯定会为我报仇 你也不会好过 许阳冷笑道 你们李家要是想报仇 那就来好了 什么李家报仇 他可不怕 说完 立刻就要动手 等等 李光明大叫 面目变得猙獰和疯狂 你要是敢动我 我虽然会失去家族继承人的位置 但我还是李家人 我还是能动用一些力量 我可能 没法拿你怎么样 但我不会放过 你的家人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希望你不要后悔 许阳目光一鸣 李光明要怎么对他 他都无所谓 但拿他家人来威胁他 这就让他有些顾忌了 他没法时刻保护家人 虽然有钱 可以请保镖 但保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李光明随时盯着他的家人 还是能够找到机会的 李光明看到许阳不说话 继续道 你放了我 我们以后两不相干 我不会再对你怎么样 也不会对你家人怎么样 要不然 除非你杀了我 否则你和你的家人 就等着我的报复吧 许阳目光一阵闪烁 点头道 好 你走吧 李光明二话不说 立刻离开 只是在他转身的一刹那 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还是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求饶 这让他对许阳的恨意更甚 更加想要弄死许阳 不过他是不会自己动手了 还是等着杀手的消息吧 刚才被许阳抽飞的那个中年男子 也是从地上爬起来 跟着离开 许阳看了地上的混混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走出娱乐城 王小聪和宋青雅就走了过来 许阳 没事吧 两人关心地问道 没事 许阳摇了摇头 我刚才看到李光明从楼上下来 不会是这件事跟他有关吧 王小聪猜测到 确实是跟他有关 许阳点头 真的跟他有关 这个王八蛋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王小聪又惊又怒 他本来就看李光明不爽 李光明又三番两次地找许阳的麻烦 实在是让他感到愤怒 我们先回去吧 许阳看了宋青雅一眼 没有多说 一行人回了酒店 各自回了房间 许阳和王小聪是在同一个总统套房的 王小聪道 许阳 你是不想让宋青雅知道吧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 你说吧 李光明那个王八蛋想要干什么 许阳道 就是想要废了我 所以安排了这么一个局 他本来是不打算出面的 后来又出面 想要亲眼看着我被废 他把刚才在上面发生的事说了一下 王小聪皱眉道 这个王八蛋 老是这么蹦的不是个事啊 他估计不会善罢甘休的 还是要想个办法把李光明彻底解决才行 许阳道 我查过了 这家伙除了那个视频 可以让他身败名列之外 他在国内还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地的事 应该是一直在国外的缘故 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抓的 王小聪道 这还真是有点难办了 时不时来 那么一下 就算搞不了你 也会恶心到你 许阳道 你帮我想想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王小聪苦笑道 你都没有办法 我哪里能想到什么办法 许阳柔了柔眉心 有些发愁道 没有办法 那就除非我杀了他 否则还真的要时时刻刻地防备他 王小聪沉默了 确实是这样 以李光明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是不彻底解决 许阳只能时刻地地方着李光明 可杀人 肯定是不行的 王小聪想了想 忽然想到了一点 你看能不能从李家身上入手 许阳问道 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王小聪笑道 李光明能这么嚣张 无非就是仗着李家继承人的身份 就算没了李家继承人的身份 也是李家子弟 也能调动一部分资源 可如果李家垮了 他没有了依仗 那他就什么都不是 李家以前的对手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他虽然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但肯定有人不想看到他好 李家垮了 自然会有人去收拾他 不用我们说什么做什么 那些人就会主动去做的 这个世界上就不缺这样的人 平时看李光明高高在上 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京城的很多公子哥 肯定也会对李光明不满的 李家是个大家族 乱七八糟的事 肯定没少干 你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来 把李家搞垮 那李光明就不足为虑了 许阳眼睛一亮 你这个主意不错 李光明依靠的就是李家 我们就从李家入手 没有李家 李光明就什么都不是 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 自然会有人收拾他 他还真没查过李家的事 不管是李光明 还是李光亮要对付他 他都只是查个人 没有涉及到李家 他并不想跟李家有什么冲突 可是现在 李光明这么三番两次的搞他 而且 以后应该也会继续出手的 那么现在只有查李家的问题了 他也不再多说 直接拿来电脑 开始查李家的问题 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 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 足以覆灭李家 这个问题还得从李家二爷 也就是李光明的二叔李瑞安说起 李家是京城的一流世家 李家的企业就是李氏集团 旗下有很多控股的公司 集团的经营 是没有多大的问题的 可是李家二爷李瑞安 却是个厚赌之人 以李瑞安的身份 一般的赌博还真没什么 就算输个几亿几十亿 对于李家来说 也完全输得起 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李瑞安在澳城赌博 被人吓套了 输了几百亿 几百亿 就算是李家拿出来 也会肉疼 更何况 李家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 为李瑞安还债 毕竟李家有很多人 要动用这么多资金 需要核心成员一起商量决定 这些核心成员自然不同意 李瑞安没办法 只能找朋友借钱 但也借不到这么多 以他的身份 借了几十亿 他借钱 主要就是去赌 想要把钱赢回来 可不仅没把钱赢回来 还把借的钱都给输了 而且 这件事也被他的朋友知道了 朋友也不借给他了 这下子 他就抓下了 债主逼得紧 说再不还钱 就废了他 无奈之下 他只能再次向家族求助 可家族的核心成员 根本不管他 不愿意出那几百亿 没钱 李瑞安只有被废掉的命运 别看他是李家人 但人家本来就是社套的 并且那些人 这种事做得多了 根本就不怕李家 更不会怕他这个李家二爷了 第630章 先打脸在曝光 李瑞安苦苦哀求 说只要不废掉他 让他做什么都行 听到他这么说 正中那些人的下怀 李瑞安是李氏集团 旗下物流公司的总经理 那些人让他利用这重身份 走私毒品 听到这话 李瑞安吓了一跳 根本不敢去做 走私毒品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旦被发现 那就是死罪 可面对巨额债务 面对那些人的威逼利诱 李瑞安最终只能去福 于是 就有毒品远远不断地流入京城 后来 他和那些人 还通过各种手段 把李家的所有核心人员 都给落下了水 包括李家老爷子在内 李家的所有核心成员 都成了贩毒团伙的一员 并且还在逐步向 李家的年轻一辈渗透 现在李家的年轻一辈 只要是比较有能力和实力的 也都是这团伙的一员 也就李光明刚回来没多久 才没有被渗透 没有接触到这点 这也是许阳之前查询 李光明的情况 没有查到李光明 跟毒品有关的原因 至于那个李光亮 则是在李家身份地位太低 还没有轮到他 许阳把查到的情况 和王小聪说了 王小聪忍不住瞪大的眼睛 惊骇道 李家真是找死啊 竟然全家贩毒 只要相关证据交给巡查局 李家就绝对完了 就算是有再大的关系也没用 许阳笑道 没错 李家肯定完蛋了 李家完蛋 李光明就再也蹦跶不起来了 王小聪连忙道 那就赶紧把相关证据 发给巡查局 许阳道 不仅要发给巡查局 还要在网上曝光 王小聪连连点头 对 还要在网上曝光 这样的话就更加保险了 有舆论压力 李家就更加没有机会 搞关系脱身 在港城的时候 对付15K和孙家 还有向先生 也是利用了舆论压力 王小聪道 那就赶紧的 我都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许阳摇头道 现在都已经深夜了 大部分人都睡了 还是等明天再曝光吧 先让李家安宁最后一晚 也让李光明安宁最后一晚 王小聪一听 便点头道 也是明天再曝光 一曝光就让所有人知道 许阳道 我还查到了 在凌晨两点 有新毒品到来 李瑞安会去接货 可以让警察先抓这个人 明天李家应该会否认 说这是李瑞安的个人行为 跟李家无关 我再把李家其他人的证据曝光 并且发给京城的巡查局 这样更有意思 王小聪哈哈大笑 先打脸 再曝光 这样确实比直接曝光有意思 京城 凌晨两点 一辆物流车辆 进入李氏集团旗下的物流公司 运送的是一些普通的货物 但在这些货物中 有十公斤毒品 李瑞安亲自接受了这些毒品 可刚接收 就有一群警察到来了 警察 都别动 警察把人都给抓了 李瑞安额头上冒出冷汗 但还是强制镇定下来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们 为首的警察队长道 我们接到举报 说你们正在进行毒品交易 李瑞安脸色一变 大声叫道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进行毒品交易 这肯定还是污蔑 警察队长呵呵一笑 是不是污蔑 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他一指李瑞安脚下的黑色手提箱 把这手提箱打开看看 这手提箱 是李瑞安刚接过来的 里面的都是毒品 十公斤毒品 他们接到的举报非常详细 不仅仅是时间地点人物 还有装毒品的东西 匿名举报邮件里都提了 说实话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查了一些相关信息 就不得不信了 于是立刻派人过来蹲守 这是我的箱子 里面有我们李家集团的机密资料 你们不能打开 你们要是打开的话 造成机密资料外线 你们承担不起责任 李瑞安大声叫道 这个箱子 要是打开了 那他就彻底完了 你确定 这是你们李家集团的机密资料 警察四孝非孝道 当然确定 你们不能打开 李瑞安只能强撑 一口咬死 我不相信你 队长摇头道 队长 打开这箱子 需要密码才行 听命令 要打开箱子的队员道 密码多少 队长问李瑞安 我说了 这箱子里是我们李氏集团的机密资料 你们不能打开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密码的 李瑞安道 你以为不告诉我们密码 我们就打不开了吗 队长冷笑道 他让人找来一个切割机 直接把密码箱给切开了 什么密码箱 在切割机面前 就是渣渣 有的时候 暴力破解是最简单的方式 当箱子打开 箱子里的毒品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李瑞安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队员检查了一下 然后汇报道 队长 是高纯度海洛英 应该有10公斤左右 队长点点头 看向李瑞安 冷笑道 这就是你说的 你们李氏集团的机密资料 看来你们李氏集团有很大的问题 连毒品都成为了李氏集团机密资料 李瑞安没有在说什么 毒品已经被发现 说再多都是徒劳 而且说的越多 错的就越多 说不定还可能连累到李家 带走 队长大手一挥 把李瑞安和相关人员带走 李家核心成员 很快就得到了李瑞安被抓的消息 所有人核心成员 只能起床聚在一起商量事情 李家大院的议事厅 李家家主李瑞年 看了一下众人道 都说说吧 这件事要怎么办 核心成员A道 还能怎么办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 这种事 没有人愿意帮忙的 之前我们都已经说好了的 不管谁出了问题 被抓了 都不能供出其他人 李瑞安虽然被抓了 但不会影响到我们 核心成员B道 话是这么说 不能供出其他人 万一李瑞安扛不住 供出我们来呢 核心成员C道 不可能 除非他不想他的家人好过 核心成员D冷笑道 人到了一定时候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而且 警察想要从一个犯人 嘴里挖出东西来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核心成员一看向李瑞年道 家主 想必你已经有了解决方法了吧 家主目光一闪 除非李瑞安真的想让他的家人死 否则他是不会把我们供出来的 就算供出来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没有证据 谁也不能当我们怎么样 我召集会议 主要就是听听你们的看法 并且告诉你们 千万不要乱动 否则只能引起警察更大的怀疑 明白吗 明白 其他人都是点头 这件事 肯定会被其他家族所知 继而被捅到网上去 这会对我们李家很不利 李瑞年看向身边的艺人 三弟 明天发一份声明 说这是李瑞安的个人行为 和我李家无关 是 李三爷点头 会议结束 众人散去 第631章 李家完了 第二天 许阳一行人离开贵城 宋青亚乘坐客机返回港城 许阳和王小聪 则是乘坐私人飞机 飞往江城 本来 王小聪是打算带着许阳去京城的 去看看游戏公司 然后再介绍京城的一些朋友 给许阳认识 但许阳约了刘强熙 明天在江城见面 所以就先到江城 等到许阳见了刘强熙 两人载到京城 私人飞机上 王小聪拿手机刷新闻 忍不住笑道 许阳 李瑞安确实被抓了 对于贩毒事实供认不讳 不过没有供出李家的其他人 跟你猜测的一样 李家发布了声明 说这是李瑞安的个人行为 跟李家无关 接下来 是不是该曝光李家的其他人了 许阳道 是该曝光了 他拿过电脑 把李家 其他参与贩毒的所有人的证据 都发给了京城巡查局 并且在网络上曝光 这下子 网络上掀起惊涛骇浪 我乐个去 这个李家就是个贩毒家族啊 大部分成员都参与了贩毒 这样的家族 还是京城一流世家 真是难以想象 这样的贩毒家族 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样的家族参与贩毒 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毒害 之前还发表声明 说李瑞安的贩毒 跟李家无关 想想真是可笑 都好几年了 巡查局都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这很有问题啊 这种家族很难查出来的 关系网很强大 现在被曝光 关系网再强大 也没用了 平均每天都有多少 嫉妒警察死亡 这些人还这么丧心病狂的贩毒 都该死 我看需要把所有大家族都查一遍 只要有问题的 统统处理了 没错 那些大家族的人 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把他们都查了 只要查出问题 马上处理 毫不留情 之前有报道说 李家的继承人李光明 在风华之夜上 花十亿买了一个优盘 我还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花钱 原来是钱都是家族贩毒来的 钱来得很容易 所以花十亿买个优盘也不心疼 李家完了 那个李光明就什么都不是了 以后不要说花十亿买优盘了 花十块钱买网盘还差不多 京城 李家 李家的人一个个被警察带走 诺大一个李家 就这样完了 到底是谁在搞我们李家 李家人的脑海里 都冒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来抓他们的人 说是有明确证据的 而且还在网上曝光了 很明显 是有人针对李家的 昨天晚上 李锐安的被抓只是开胃菜而已 今天所有参与贩毒的人被抓 才是主菜 只可惜 他们的问题 现在是注定没有人回答了 就连警察都不知道 是谁发的匿名邮件 也不知道 是谁用匿名网络地址 把那些证据曝光在网络上的 查不到 巡查局最牛逼的网络专家 都追查不到 贵城 某会所 昨天晚上 离开娱乐城之后 李光明就来了这里 找了个女人 早上被接连不断的电话声吵醒 李光明看都不看 直接挂断 然后关机 当他睡到中午起来 重新开机 发现有几十个未接电话 有朋友的 有家人的 有陌生号码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李光明满脸疑惑 他没有打家人的电话 而是打了一个名叫 孟志文的好朋友的电话 也是这朋友的 未接电话最多 很快 电话接通 朋友孟志文的声音传来 老李 你在哪里 怎么打电话不接 最后还关机了 李光明如实道 老孟 我在贵城 昨晚玩得太晚了 被电话吵醒 干脆就关机了 我看我有几十个未接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 孟志文道 你还不知道 你们李家完了 什么 李光明有些猛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家完了 怎么可能 李家是京城一流世家 在京城根深蒂固 有着庞大的关系网 怎么可能完了 想到这 李光明忍不住道 老孟 你别跟我开玩笑 孟志文道 老李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们李家所有核心人员都在贩毒 你说 你们李家玩不玩 还好没有你的名字 要不然 你也得完蛋 贩毒 李光明一愣 玄机道 你说我们李家所有核心人员贩毒 这怎么可能 孟志文道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证据确凿 你应该是还没看新闻 要不然就不会这么惊讶了 你还是先看看新闻吧 看新闻了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也不用我多说 李光明立刻挂了电话 打开新闻软件 看新闻 热搜第一就是 京城李家 毒品世家 点击进去观看 里面有文章有视频 文章详细报道了李家贩毒的情况 视频就是你家人被抓的情况 包括他的爷爷和父亲在内 怎么会这样 李光明难难 最后注意到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李瑞安欠了赌债 无力偿还 被人拉下水 最后 李瑞安把李家的其他人 也拉下了水 他虽然是继承人 但一直在国外生活 最近才回到国内 才没有被拉下水 要不然 就连他也要被迫参与其中 顿时 李光明感觉浑身发凉 脑袋嗡嗡作响 朋友说的没错 他李家完了 同时 他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在搞李家 他不是笨人 知道这肯定是有人在搞李家 如果是警察调查得到的证据 是不会把那些证据 在网络上曝光的 明显是其他人做的 有人找到了李家贩毒的证据 发给了巡查局 还在网上曝光 到底是谁 李光明难难 忽然脑海里冒出许杨的身影 是不是许杨这个王八蛋 在搞我李家 是不是我三番两次对他出手 他奈何不了我 就拿李家下手 断绝我的根基 然后好对付我 不得不说 李光明的脑瓜子 还挺灵光的 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是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李光明一阵咬牙切齿 拨出了许杨的电话号码 很快 电话接通 李光明没有废话 咬牙问道 许杨 是不是你做的 此时的许杨 已经回到了江城 刚下飞机没多久 正在坐车回家的路上 许杨一听 自然知道李光明问的是什么 却是洋装不知 李少 你说什么 什么是不是我做的 你这问题有些莫名其妙 让我怎么回答你 你到底想问什么 麻烦你说清楚点 第632章 中飞鹏 李光明咬牙道 许杨 你别给我装糊涂 你应该知道 我问的是什么 许杨淡淡道 不好意思 我还真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最好说清楚 要不然 让我怎么回答你 李光明深吸一口气 强压住心底的怒火 我李家的事 你应该在网络上 看到了相关新闻吧 你说这个呀 许杨倾笑道 我看了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可能没看 你们李家的事 都是热搜榜第一了 铺天盖地的报道 我不想看都不行啊 说实话 你们李家的人 真是猪脑子 都这么有钱了 还去贩毒干什么 我想起来了 李家的李瑞安 是因为欠债 才被别人拉下水的 这也怪你们李家 把李瑞安的债务还清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这下好了 李瑞安参与贩毒 还把你们李家 这么多人拉下水 要我说啊 人就不能把钱看得太重 要不是你们 李家不愿意出钱帮忙 人家李瑞安 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不会拉李家其他人下水 李光明咬牙切齿道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证据发给警方 并且在网上曝光的 许杨自然不会承认 李大少 你这就冤枉我了 我又不是警察 哪里会管这种破事 估计是某个人知道了 你们李家大部分人参与贩毒 看不过去 报警之后 警方通过秘密调查 查到了相关证据 至于曝光的事 应该就是某个人做的 这可不关我的事 我才懒得管你们李家的破事 不过如果让我知道 你们李家是个贩毒家族 我有证据 也肯定会曝光的 这种家族就不应该存在 好好好 李光明又是一阵咬牙切齿 你不承认不要紧 但我可以肯定是你做的 要不然 为什么以前没出事 我昨天晚上找你的麻烦 今天就出事了 你给我等着 我就算搞不了你 也要搞你的家人 他的语气夹杂着刻骨的恨意 他知道 以前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许杨 许杨眼中寒芒闪烁 我说过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你要是敢动我的家人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李光明癫狂大笑 许杨 我李家完了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你说的生不如死 威胁不到我 许杨感觉有些麻烦 李光明 这件事真的不关我的事 你要是敢乱来 我保证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李光明又是一阵癫狂大笑 我等着 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 他忽然不知道干什么了 虽然说 要搞许杨和许杨的家人 但他知道 自己这么做 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 如果许杨死了 倒是不用那么多顾忌 看来也只能等杀手 杀了许杨再说了 至于李家的事 他无能为力 他没有牵扯进去 已经是万幸了 李家是完了 没有任何人能救 还是先回京城 去看守所看看家人吧 我反正没参与进贩毒的事 去看看爸爸没有什么关系 李家完了 但我还要生活下去 做出了决定 李光明去洗了个澡 然后离开会所 走出会所 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带着几个混混 朝他走来 年轻人面带冷笑 李光明 你他妈终于舍得出来了 昨天晚上是不是搞得太爽太累了 李光明脸色微沉 钟飞鹏 你要干什么 这人是贵城的一个富二代 家里资产有个百八十亿的样子 昨天晚上在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 两人因为包间的问题 发生了一点冲突 最终 还是他凭借自己李家继承人的身份 把饭店最好的包厢抢了过来 尽管对方很不爽 但也只能忍着 要不然李家的怒火 中家可承担不起 现在对方出现在这里 说话还这么不客气 又带着几个混混模样的人 很明显是来者不善 钟飞鹏冷笑道 昨天晚上 你他妈抢老子包厢 让老子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你说 我想干什么 昨天晚上 面对强势的李光明 他只能忍着 可今天看到李家完了 他就不需要再忍了 而且特别打听了 李光明在这家会所里 就带着人在门口蹲守 终于蹲守到了李光明 要好好算算昨晚的账 李光明道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还想怎么样 他知道 对方肯定是看李家完了 就来找回厂子来了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还真有可能会有麻烦 钟飞鹏玩味道 事情在你那里过去了 在我这里可没过去 我的要求很简单 给我跪下 什么 李光明脸色大变 钟飞鹏 你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李光明冷冷一笑 直接给了李光明一个耳光 你昨天抢我包厢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欺人太甚 你他妈让我丢面子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欺人太甚 昨天老子不敢动你 但今天你们李家完了 老子要是不找回厂子 别人怎么看老子 你 李光明捂着红肿起来的脸颊 又惊又怒 他妈的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要是李家没事 谁敢这么打自己 不要说跪成这种地方省会城市的人了 就连京城也没年轻一辈的人敢打自己 我什么我 赶紧给我跪下 跪下来磕头求饶 让我满意 或许我可以饶了你 钟飞鹏又是给了李光明一个耳光 啪 李光明另一边的脸颊 也是红肿起来 你 李光明感到无比的憋屈 这里的动静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那是钟哨 他打的那人是谁 不知道 可能是某个小富二代 让钟哨不爽了吧 让钟哨不爽 不是找死吗 钟哨打了那家伙两个耳光 那家伙却是不敢动手 真是够怂的 动手什么啊 要是敢动手 钟哨身后的几个人 不是也动手吗 那是 不动手是明智的 只是打耳光而已 要是动手了 估计就是断胳膊断腿了 好久没看到钟哨这么教训人了 今年又可以开眼界了 是啊 自从上次钟哨喝酒打了人 打的是外地一个家里有几百亿的富二代 差点把家里给害了 他老爸就严谨他瞎搞了 他低调了很多 最近也没听到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了 现在又打人 估计是老毛病又犯了 第633章 受尽屈辱 钟飞鹏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 不由得一笑 解释道 各位 你们可不要冤枉我 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以后不会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众人没有说话 却是一脸我信 你的大头鬼的表情 钟飞鹏无奈一笑 我知道你们不信 但我真的改了 我打这人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仗势欺人 你们听我说 就知道他该不该打了 有人道 那你说 你为什么打他 钟飞鹏道 昨天晚上 我在一家饭店招待一个朋友 订了那家饭店最好的包厢 可是这家伙竟然闯进来 抢了我的包厢 把我和我朋友赶出去 你说这样的人 我该不该打他 有人问道 他敢抢你的包厢 还把你和你朋友赶出去 不可能吧 你钟哨的名头可不是盖的 在贵城谁敢这么对你 有人附和 是啊 你这逻辑就有问题 钟飞鹏道 逻辑没问题 这家伙就不是贵城的 而是京城一流世家的子弟 有人道 原来如此 都说京城一流家族的子弟 到了地方 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敢抢你的包厢 很正常 有人疑惑 他既然是一流家族的子弟 你怎么敢打他 你就不怕他 以后弄死你 钟飞鹏笑道 不怕 他的家族 昨晚还是一流世家 今天就不是了 从今天起 不会再有他的家族 要不然 我也不敢打他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难道你说的是李家 今天发生的大事 只要是稍微看一下新闻的 就没有不知道的 京城一流世家 李家的核心骨干 都参与了贩毒 李家完蛋了 钟飞鹏点头道 没错 就是李家 这家伙还是李家继承人 要不然 我昨晚也不会被他抢了包厢 李家完了 他就什么都不是 我自然要来报仇 你报仇是应该的 来了我们贵城 还这么嚣张 死了最好 以前我们见到的那些京城公子哥 在我们面前 总是高高在上的 现在看到一个一流世家继承人被收拾 简直太爽了 钟哨 废了他 对 废了他两条腿 让他以后出门都要坐轮椅 出门坐轮椅都便宜他了 我觉得应该给他毁容 让别人认不出来 然后打断双腿 交给盖帮 以后让他在路上要饭 这个主意不错 可以试一下 我正好认识盖帮的一位堂主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李光明的眼神 充满了戏血 能够踩一下京城一流世家的继承人 他们还是很乐意做的 不是高高在上吗 不是牛逼吗 看你现在还怎么高高在上 还怎么牛逼 做这种事情 能够让他们获得一种 无与伦比的快感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声 李光明感到无比惊恐 他妈的 要废了他还不算 还要把他交给盖帮 这不是让他生不如死吗 这种阴暗的事 他可是听过的 现在要饭的人 基本上都是有组织的 有些断腿断手的人 就是被盖帮的人弄的 就是为了博同情 这些人被盖帮控制 在外面要饭 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 就会被狠狠折磨 而且手脚断了 想跑也跑不了 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中飞鹏呵呵一笑 我没有那么残忍 我只是要找回厂子 只要找回厂子就行了 等我找回厂子了 你们要是想要把他交给盖帮 随你们的便 有人笑道 中少 你不做 我们跟他又没仇 自然不会去做 有人跟着道 是啊 我们觉得你来做最合适 又有人附和 中少 做了吧 怕什么 反正以后不会有人知道 有他这么一号人 就当是失踪人口了 这年头 每天失踪的人多了去了 不差他一个 而且他的家族完蛋了 谁会管他 中飞鹏扫尸众人 冷笑道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要搞什么你们去搞 我可不干那种事 如果自己把人丢到盖帮 就是一个隐患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这种事情 他可不干 他也不再理会众人 而是看向李光明 李大少 我的要求很简单 跪在我面前 向我磕头赔罪 让我满意了 我就放过你 李光明脸色变换不定 尽管已经知道 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普通人 跟中飞鹏相比 远远不如了 可一直以来的高傲 还是让他没办法 做出下跪的举动 你不跪是吧 我告诉你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我数三胜 如果你还不跪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中飞鹏到 三 二 普通 每等中飞鹏数到一 李光明咬牙跪了下来 没办法 要是不跪 指不定中飞鹏会做出什么事 把自己的腿打断 都有可能 很好 跪下还不行 还要磕头赔罪啊 中飞鹏笑了起来 很满意李光明的态度 跪下是第一步 磕头赔罪是第二步 卖出了第一步 再卖第二步 就容易多了 果不其然 李光明没有任何挣扎 磕头赔罪 中少 昨晚都是我的错 你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我吧 都已经跪下了 屈辱也已经承受了 也不在乎再承受多一点 只求中飞鹏早点放他离开 不错 态度很不错 中飞鹏笑着的点点头 我是不是能离开了 李光明问道 还不行 中飞鹏微笑摇头 你不是说 放我跪下磕头赔罪 就放我离开吗 李光明感觉被骗了 放你离开之前 还是有个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让我满意 你虽然做得不错 但离让我满意 还差了那么一点 中飞鹏道 还差哪一点 你说 我马上做到 李光明万分憋屈和愤怒 却也只能忍着 我的要求也不高 你自己 就打自己五十个耳光吧 我觉得打耳光的声音 特别好听 中飞鹏是有这个特别爱好的 我打了你就让我离开 李光明问道 对 打了你就可以离开了 中飞鹏点头道 好 我打 李光明立刻打起自己的耳光来 五十个耳光 很快就打完 他的两边脸颊 本来就红肿的 现在 变得更加红肿了 火辣辣的疼 哈哈 好 你滚吧 中飞鹏大笑起来 觉得舒爽无比 李光明立刻爬起来 快步离开 他没有放狠话什么的 因为他知道 以他的力量 可能这辈子 都无法找中飞鹏报仇了 都是许阳 要不是许阳 我李家就不会负面 我就不会遭受这样的屈辱 等他死了 我就弄他的家人 李光明眼神怨毒 咬牙切齿 将所有怨恨都集中到许阳的头上 第634章 都是你惹的祸 李光明去医院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脸颊的伤势 涂抹了一点药膏 就乘坐飞机返回了京城 回到京城 是下午4点多 下了飞机 直接前往看守所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李瑞年 此时的李瑞年 满脸的憔悴 看起来比以前老了20岁 由于贩毒数量巨大 死刑是跑不了了 心理压力太大了 一夜之间就已经白了头发 爸 看到父亲这样 李光明都快要哭了 你的脸怎么了 谁打你了 李瑞年皱眉道 爸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你怎么样 李光明问道 还能怎么样 李瑞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再多问 满脸苦笑 死刑跑不了了 还好你没有参与进来 这是我感到最庆幸的 以后的生活 就要靠你自己了 就过普通人的生活 对你来说 不一定是件坏事 就是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搞我们李家 不知道这点 我死不瞑目 李光明道 爸 我知道是谁 李瑞年一愣 你知道 李光明点头 对 我知道 李瑞年立刻问道 是谁 李光明脑海里浮现许阳的身影 咬牙切齿道 是许阳 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但他认定就是许阳做的 要不然不可能这要巧的 而且以前李光亮的事情 也是同样的手段 李瑞年皱起眉头 许阳 是谁 我怎么感觉 这名字有些耳熟 他没见过许阳 但也在某些场合 听别人说起过许阳 李光明道 爸 许阳就是江底捞的老板 江底捞的老板 这个身份 是许阳最出名的身份 江底捞人尽皆知 而且以恐怖的速度扩张 只要是商界上的人 就没有不知道的 是他 他怎么会搞我们李家 李瑞年满是疑惑 许阳这个人 在一年多时间 成为千亿富豪 可跟李家没恩怨啊 肯定是觉得 我三番两次对付他 我又没有什么大的污点 他就查我们李家的情况 才发现 你们做的事 钟飞鹏推测道 不得不说 他的推测很准 这么说 都是因为你要对付他 才导致我们李家的灭顶之灾 李瑞年看着李光明 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爸 这不能怪我呀 最近京城传闻的优盘的事 就是他搞出来的 我能忍气吞声吗 李光明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和他到底是怎么产生冲突的 你刚回国 按理说 不会跟他有什么冲突才对 你把情况给我说清楚 李瑞年又问道 是这样的 刚开始是李光亮 后来是神育炎的事 再后来我在港城 昨天我在贵城 钟飞鹏 把自己跟许阳的冲突都说了一下 你 李瑞年暴怒 哪怕双手被靠着手铐 也是腾出手 抽了李光明一个耳光 把李光明打得眼冒惊心 爸 你干嘛打我 李光明感觉憋屈极了 被钟飞鹏打了也就算了 毕竟昨晚确实抢了人家的包厢 李家完蛋了 自己没有了衣仗 人家来找麻烦很正常 可老爸打自己 这算怎么回事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三番两次去招惹那个许阳 我们李家怎么会变成这样 李瑞年看儿子 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又是给了李光明一个耳光 原来 这一切都是李光明惹的祸 要不是李光明三番两次去招惹许阳 许阳怎么会查李家 李家又怎么会有事 此时的他 真恨不得打死李光明 本来还想着儿子从漂亮国回来 可以逐步接掌李家 可没想到 却是给李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要是知道这样 他永远都不会让儿子回来 爸 再怎么样 我是你儿子 而且是许阳搞到的证据 你的怒火冲着许阳 不要冲着我啊 许阳才是罪魁祸首啊 李光明委屈得到 他是罪魁祸首没错 但其因还是在你 李瑞年狠狠地盯着李光明 爸 你放心 我会为你们报仇的 李光明生怕老爸再打自己 赶紧转移话题 你还怎么报仇 你以后就是一个普通人了 人家却是牵一富豪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本事报仇 李瑞年咆哮道 爸 李光明左右上下看了看 看到了角落里的摄像头 便凑近李瑞年的耳边 说了一下自己请杀手的事 好好好 李瑞年满意道 你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让他给我们李家人陪葬 他死的消息 一定要传给我 否则我死不瞑目 这个儿子 总算是做了 时间让自己满意的事了 爸 你放心 他肯定死定了 李光明恨恨道 他就不信 专业杀手还杀不了许阳 说实话 他真的后悔 已经请了杀手 还去找许阳的不痛快 要不是这样 李家也不会有事 只可惜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唯一希望的 就是杀手出手 把许阳给杀了 好 你走吧 不要留在京城了 马上离开 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生活 李瑞年道 爸 我留在京城怎么了 至少可以 经常来看你们 李光明不解道 你要知道 我们李家有朋友 也有敌人 现在李家完了 不知道有多少敌人盯着你们 落井下石的事 那些敌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你作为我的儿子 肯定会被重点关注 你要是留在京城 指不定就会出什么事 只有离开京城 到没人知道的地方 才能安稳的生活 李瑞年道 李光明一听 顿时吓了一跳 他确实没想到这点 还想着 先留在京城 等许阳被杀手杀了 再去江城 让许阳的家人付出代价 现在看来 这个计划是行不通了 不过 他想了想还是道 爸 我有很要好的朋友 孟家和我们李家是世交 我和孟志文的关系也很好 我去他家暂住一段时间 应该没问题吧 李瑞年苦涩摇头 光明 你还没有认清人性 以前我们李家和孟家地位相当 才能成为世交 你和孟志文 才能成为好朋友 现在李家没了 你也不是李家继承人 孟家和孟志文 都不会正眼看你的 你不要自讨没趣 李光明有些不愿意相信 爸 不至于吧 我了解孟志文的为人 他不是那样的人 不是那样的人 李瑞年冷笑 你不信的话 可以当着我的面 给他打电话 说去他家暂住一段时间 你看看他会不会答应你 这种事情 他都看透了 本来他打算慢慢教李光明的 谁知道生出这样的变故 现在交给李光明 也好让李光明认清楚现实 认清楚人性 这对李光明以后的生活有好处 第635章 认清现实 李光明不相信 拿出手机 给孟志文打电话 并打开了扩音 很快 电话接通 孟志文的声音传来 老李 怎么样了 你在哪里 李光明道 我回京城了 去看守所看了我爸 我现在的状况很糟糕 打算到你家住一段时间 没问题吧 这个 孟志文犹豫道 老李 这个我做不了主 而且 我现在在机场 就要到国外去了 要不你打电话问问我爸爸 李光明道 这样啊 那我看看吧 先这样了 挂了 挂了电话 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孟志文说的话 无疑就是在推托 什么要到国外去 就是扯淡 他可是记得 在他还没去港城之前 两人就聊过 孟志文说 未来一个月 不会离开京城的 要逐渐熟悉 家里公司的情况 准备接班 还让他打电话给他爸 就更是推托之词了 如果他打电话给他爸 等到的也绝对是拒绝 只是自讨没去罢了 现在相信了吧 李锐年道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需要利益来维持的 没有了利益 很多人就会疏远你 当然了 我也不是说 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 只是棘手 至少孟志文不是 大家族的子弟 也很难以个人感情 去处理重大事项 更多的要服从于家里的安排 我没猜错的话 孟志文这么说 肯定是他爸叮嘱他的 所以 你还是不要想着 找什么朋友帮忙了 我们李家完了 你那些朋友 对你肯定是避之唯恐不及 怎么可能会帮你 你找他们帮忙 只是自讨没趣 李光明脸色殷勤不定 孟志文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样的好朋友都不帮他 这让他真的很难接受 感觉以前的朋友情感都错付了 许久 他开口道 爸 孟志文不帮我 我以前帮助过的人 应该会帮我吧 我记得两年前我回来 有个三流家族的子弟找到我 那个人好像叫冯超 我出手帮忙 他家的公司才没有倒闭 对方说 以后随叫随到 总不会忘恩负义吧 李锐年冷笑道 你要是还不死心 可以打电话看看 这种事情 说叫是不行的 得让李光明亲自经历才行 亲自经历了 自然就相信了 我就不信 连他都不帮我 李光明确实是不死心 拨出了冯超的电话 依然打开扩音 很快 电话接通 电话里传来一道声音 喂 谁啊 李光明沉声道 我是李光明 你没存我的电话号码吗 我记得 当初我们交换电话号码的时候 你说一辈子 都会存着我的电话号码的 原来是李绍啊 冯超倾笑道 不好意思李绍 我前段时间手机丢了 换了手机 没有你的电话号码 你见谅啊 李光明冷哼一声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 冯超叹气道 李绍 关于你家的事 我都知道了 你老不要想太多 进去的人进去了 没进去的人还要生活 你说是吧 李光明道 你说的有理 我现在没什么钱了 你先借我一点钱吧 冯超一听借钱 脸色就变了 呵呵笑道 李绍 你向我借钱 真的是找错人了 我没钱啊 李光明冷哼道 我还没说借多少呢 你就说没钱 冯超善善一笑 那李绍你要借多少 李光明道 不多 借个一百万吧 一百万 冯超还是有的 但他可不会借 李光明已经不是以前的李家继承人了 他已经没必要跟李光明打好关系了 至于李光明以前帮过他 那是他死皮赖脸 豁出了脸面 才求得李光明帮忙的 并且事后还送了李光明一辆一千多万的法拉利 表示感谢 说实话 他不觉得自己还欠李光明什么 尤其是得知李家完蛋了的情况下 冯超道 李绍 你要借一百万 我还真的没有 李光明问道 是没有 还是不想借 冯超道 是真的没有 李光明沉声道 冯超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知道你有 你到底借不借吧 冯超委屈道 李绍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我说了没有 你还要我借 我到哪里找钱借给你啊 李光明骂道 冯超 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早知道我就不帮你了 让你家公司倒闭才好 冯超沉默片刻道 李光明 我本来不想跟你撕破脸 你既然这样的态度 那我也没必要跟你客气了 老子是有钱 不要说一百万 就是一千万也有 但老子就是不借给你 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李家继承人了 就跟个普通人差不多 别在我面前摆谱 好好好 李光明怒急返笑 冯超 记得你今天说的话 等我以后赚到钱了 重新将你踩在脚下 我看你又是怎样一副嘴脸 冯超撇撇嘴 满脸不屑道 李光明 你有什么本事赚钱 你要不是李家继承人 你以为别人会给你面子 你就别想着赚钱踩我了 还是过好你的普通人生活再说吧 以前有些人被你唠了面子的 相信很快会找上你的 你还是先承受那些人的报复吧 尽管李光明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很少回国 但每次回国 总是要和朋友们相聚的 还会去参加什么聚会 也是有人看他不爽的 被他唠了面子的 现在李家完了 李光明肯定要倒霉了 李光明脸色阴沉的 都要滴出水来 想要骂几句 却听到了嘟嘟声 冯超挂了电话了 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李光明气得浑身发抖 李锐年道 现在认清楚现实了吗 李光明深吸一口气 握紧拳头 我知道了 一切都只能靠我自己了 李锐年点点头 没错 你也不用想什么 找个地方好好生活吧 李光明点点头 爸 等许阳死了 我让许阳的家人付出一点代价 就会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生活 有时间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李锐年摇头道 对于许阳的家人 你不要再去报复了 否则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你要知道 你已经不同以前了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给对方造成一点伤害 又有什么用 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李光明道 难道这样就算了吗 要不是许阳 我们李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李锐年一笑 他付出生命代价就够了 李光明沉默许久 点头道 好吧 我记住了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就结束了会面 李光明又去见了爷爷 爷孙的见面 和父子的见面差不多 见了两人 李光明就离开了看守所 他打算在京城住一晚 明天就离开京城 第636章 真是瞎了眼 离开看守所 入住一家酒店 没多久 门铃声就响了起来 李光明去开门 看到了几个熟悉的人 都是京城的公子哥 跟他的关系不怎么好的 为首的一个叫邱小生 是一流家族邱家的继承人 跟他很不对付 其他的几个人 是邱小生的小跟班 二三流家族的人 邱小生 你来干什么 李光明脸色有些阴沉 没猜错的话 这几个人肯定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李大少 我还以为你在外地不回来了呢 邱小生推开门 带着人笑呵呵地走进房间 各自找地方坐下 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 邱小生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李光明关门 来到邱小生面前坐下 还能干什么 来看望你啊 邱小生细血地笑道 你们李家都完了 我猜你的日子应该很不好过 应该需要我们这些老朋友 安慰安慰啊 其他几人都是满脸细血地笑了出来 李少 邱少跟你的交情不浅 来看望你 你不会不灵情吧 李少 邱少来安慰你 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李少 像邱少这么好的人 很少见了 你还不跪下磕头感谢 李少 赶紧地跪下磕头感谢邱少啊 李光明气得浑身发抖 邱小生 你不要欺人太甚 邱小生贪单手道 我可什么都没说 只是还看望你 我的兄弟们 看到你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才替我说几句公道话而已 李光明沉声道 邱小生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你想要羞辱我 就请你直接说出来 不要搞拐弯抹角的 邱小生一笑 李少 我可没说要羞辱你 只是觉得 以前我们很不对付 想要看看 现在落魄的你是什么样的而已 李光明道 那现在看到了 你可以走了 不急 邱小生又是一笑 我来都来了 咱们聊聊怎么样 李光明道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 邱小生道 你们李家完蛋 肯定是被人搞了 这一点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够看得出来 我想知道 到底是被谁搞的 是谁挖出了你们李家人贩毒的证据 李光明皱眉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邱小生道 我想知道 这要牛逼的人 到底是谁 有机会的话 我跟他认识认识 结交一番 这要牛逼的人 就算不能成为朋友 也不能成为敌人 就算不能成为朋友 也不能成为敌人 听到这句话 李光明浑身一颤 自己以前 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许阳这样牛逼 一年多时间 就成为了千亿富豪 这样的人物 自己为什么不去交好 不去交好就算了 还要三番五次的 去找对方麻烦 对方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成为千亿富豪 而且 有这么多商界大佬 都想要跟许阳认识和合作 许阳肯定有着非凡之处 自己的脑子是坏了吗 做死的 得罪这样一个人 只可惜 现在意识到这点 已经晚了 看来 邱小生比自己强多了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想到这 李光明心里又是一阵懊悔 邱小生看李光明不说话 皱眉道 怎么的 难道你连谁搞你们李家的 都不知道吗 李光明回过神来 我没有明确的证据 只有猜测 但我相信这个猜测 应该是真的 邱小生问道 是谁 李光明道 江底捞的老板许阳 邱小生眼睛一眯 是他 他当然听说过许阳 只是一直无缘得见 听说许阳参加了风华之夜 不过他没有去 李光明点头道 没错 就是他 我跟他发生了一些冲突 他把自己和许阳的冲突 简单说了一下 然后道 除了他 我想不出其他人了 邱小生点点头 这么看来 应该是他没错了 他看着李光明 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光明 说起来 你还真是个废物 像许阳这样的人 你都做死的去得罪 你是不是觉得 你在漂亮国学了点东西 就很牛逼 就觉得 可以不把别人当回事 人家一年多时间 就成为了千亿富豪 你以为人家没有点真本事 能做到这点吗 你们李家学你当继承人 真是瞎了眼了 以前我把你当对手 现在看来 你根本没有资格当我的对手 李光明 被邱小生说得面红耳赤 这件事 确实是他做错了 他不该意气用事 去找许阳的麻烦的 以为许阳没有强大的靠山 还想要从许阳手上 夺走江底捞 现在想想 真是可笑 人家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靠山 李光明 从此以后 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了 以后你只能当到普通人了 祝你好运 说完 邱小生起身带着人离开了 他来找李光明 主要就是想要问清楚 到底是谁搞的李家 得到了答案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如他所言 他和李光明 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双方以前不对付 以后更加不会有任何关系 他来 要找个时间 跟许阳见个面才行 听说许阳的投资眼光独辣 每项投资 都能取得惊人的回报 南美洲旅矿 一下子赚了十几亿 先锋文化公司 一下子赚了几百亿 风采工会 成为斗音最大的直播工会 成为宣传的利器 堪称现金大牛 还有江底捞更加牛逼 正在朝千亿估值迈进 还有其他投资的公司 发展都非常好 不得不说 这样一个人 没有任何理由不成为朋友 就算不成为朋友 也不要成为敌人 而且 他也想让许阳看看 那个对邱家非常重要的项目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那可是关乎整个邱家前途的项目 如果成功了 邱家的实力肯定暴涨 成为京城一流家族之首 未来三十年内 无人可以撼动 听说王小聪跟许阳称兄道弟的 就让王小聪安排一次见面好了 出了酒店 坐上车 他就拨通了王小聪的电话 王少 听说你跟许阳是好兄弟 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你安排我们见个面 没问题吧 他跟王小聪还挺熟的 说话不用客气 没问题啊 王小聪道 过两天 我会带他到京城 介绍一些朋友给他认识 到时候 我安排你们见面 就在俱乐部见面吧 让其他兄弟也见现他 我相信 他也很乐意跟你交朋友的 邱小聪道 好 你到时候给我电话 第637章 李光明死了 邱小聪离开后 李光明也离开酒店 到外面吃晚饭 找了个小餐厅 随便点了两个菜 要了瓶白酒 借酒消愁 现在的他 已经没法出入高档饭店吃饭了 若是去那种地方吃饭 遇到了熟人 肯定会被认出来 等待他的 将是无尽的嘲讽和羞辱 回酒店的路上 遇到了几个混混 那几个混混 看到李光明走路摇摇晃晃的 明显是喝多了 而且衣着不凡 就动了歪心思 五哥 要不要抢了这人 有个混混问老大 看这样子 可以抢 五哥立刻做出了决定 这种人 抢了不白抢 不抢白不抢 于是 几个人一拥而上 将李光明按到在地 把他的手表给撸了下来 手机也抢了 仅有的一点现金也抢了 把东西还给我 这些东西 可是李光明生存的资本 要是都被抢了 他就要流落街头了 所以他看到混混 抢了他的东西 他眼睛都红了 立刻就要夺回来 给我滚蛋 五哥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 就带着手下兄弟 准备离开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李光明一把抱住五哥的大腿 他妈的 给老子放开 五哥不断用拳头 砸李光明的后背 其他混混 也是不断用脚踢李光明 可是李光明就是不松手 你们干什么 给我住手 有在这条街巡逻的警察 看到这边有人打架 立刻往这边跑来 他妈的 让你放开老子 你他妈不放 老子弄死你 五哥看到警察要来了 眼神一狠 掏出一把匕首 一下子扎进李光明的胸口 李光明吃痛 放开了手 倒在地上 快走 五哥带着几个兄弟 一溜眼跑了 李光明的脸上浮现惊恐之色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 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 那一刀 正好插在他的心脏上 任何人都救不了他了 回顾起自己回国的这段经历 他最后悔的 就是跟许阳作对 搞得李家完蛋 就连自己也要死了 很快 他的意识就完全黑暗下来 第二天 李光明出门去上班 来到阳心投资 等待刘强熙的到来 约的时间是上午十点 来到公司 许阳接到了王小聪的电话 许阳 有个好消息 王小聪到 什么好消息 许阳问道 我刚从京城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 李光明死了 王小聪到 什么 死了 怎么会死了 许阳惊讶到 李光明没参与贩毒 没人威胁到他的性命才对 怎么就死了 京城那些跟他不对付的公子哥 应该也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吧 王小聪道 不是这些 警察已经查明了 说起来 他的死算是个意外 许阳一愣 意外 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说 王小聪道 李光明这家伙 也挺倒霉的 昨天回到京城 去外面吃饭 借酒消愁 吃完饭离开餐厅 就遇到了几个混混 混混看他喝得醉醺醺的 就心生歹意 抢他的手表手机和钱包 他现在没什么钱了 银行卡都被冻结了 所以看到自己的东西被抢 就想要把东西夺回来 结果被一个混混 一刀插进了心脏 后来警察到来 人就已经死了 连救护车都不用叫 许阳沉默片刻道 李光明确实挺倒霉的 这对他来说 算是个好消息 从今以后 李光明不会找他的麻烦了 他不用时刻 提防着李光明了 可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有些高兴不起来 王小聪道 这下好了 算是彻底的没了他这个困扰了 许阳苦笑 确实 既然人已经死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还是少谈论吧 王小聪点点头 转移话题 对了 昨晚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 想要跟你认识一下 是京城一流世家 邱家的继承人 许阳道 不会像是李光明这样的人吧 如果是的话 还是不要认识了 他可不想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免得烦心 王小聪连忙道 不是 这人以前就看不惯李光明 和李光明挺不对付的 而且为人处事非常老道 跟他相处 让人感觉很舒服 比李光明要好太多 跟他认识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许阳道 既然这样 那你安排吧 王小聪道 没问题 你今天见了刘强熙 我们明天就去京城 先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游戏公司 看看我们超赚钱的 贪玩今日怎么样 后天就带你去见我的那些朋友 包括邱小生 许阳道 好 两人结束通话 快到十点钟 刘强熙到来了 带了两个保镖来的 许阳在门口迎接 这是他第二次见刘强熙 上次是在风华之夜上 说起来 刘强熙是许阳最佩服的企业家 没有之一 因为在这么多商界大佬中 刘强熙的起点是最低的 能够做得这么成功 实在是难能可贵 欢迎刘总 许总 你太客气了 两人握了握手 寒暄了几句 就进入了公司 许阳把刘强熙请到了办公室 并且让人安排好刘强熙的两个保镖 公司的人看到刘强熙和许阳进了办公室 顿时议论起来了 我的天 那是刘强熙 京熙集团老板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之前王大林和张一鸣 不都来过了吗 就是 我们老板这样牛逼 有商界大佬前来 我们不应该一惊一乍的 要习惯这种场面 我这不是刚来公司没多久吗 你们说的王大林和张一鸣来的时候 我还不是公司员工 没见到啊 以后你会见到 会有越来越多的商界大佬 来拜访许总的 没错 就许总的投资水平 在华夏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不知道多少商界大佬 想要让许阳带着投资 听说王大林 就让自己儿子王小聪 紧紧抱住许总的大腿 刘强熙是我最敬佩的企业家 白手起家的典范 刘强熙确实厉害 不过比我们许总 还是差了不少 那时 我们许总一年多时间 就成为了千亿富豪 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至于有没有后来者 还不一定 别拍许总的马屁 许总听不到的 我说的是实话 许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 也是白手起家 谁人能急 看来许总又要有大动作了 刘强熙来了 不可能只是跟许总闲聊那么简单 那是 都是大佬 时间都很宝贵 怎么可能花时间闲聊 肯定要有合作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合作了 第638章 一起投资 办公室里 许阳和刘强熙又是一阵寒暄 随后 刘强熙进入正题 许总不瞒你说 这次来拜访你 是有一个项目 想要征求你的意见 你看能不能投资 如果你觉得可以投资 我们就一起投资 许阳道 刘总 你太高看我了 在投资这个领域 我还是个新人 你比我有经验多了 刘强熙道 许总 你就别谦虚了 谁不知道你投资的项目 都能取得惊人的回报 王大林和张一鸣 都对你赞不绝口 许阳笑了笑 那你说说 是什么项目 刘强熙道 有人邀请我 到漂亮国收购一家工厂 这工厂名叫兰顿制造工厂 专门生产机器人配偶的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熟 做这方面是没问题的 可我们国家在文化和风俗方面 这种东西 很难大范围的推广 如果是在漂亮国 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 我是觉得有搞头 也可以让我的京西集团 从这撕开一个口子 进军漂亮国市场 你看这项投资收购 能不能行 生产机器人配偶的工厂 许阳眉头一挑 是谁要请你投资的 刘强熙道 是马化腾 她的微信 也想进入漂亮国 之前试过 没有成功 但她并不死心 还是想要尝试一下 她最近抽不出时间 要不然 也会和我一起来拜访你的 许阳不太了解 又要出国 不想投资 就准备拒绝 可就在这时 她的脑海里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叮 漂亮国兰顿制造工厂工厂 即将破产倒闭 半个月后被人收购 一个月后 生产出了一款机器人配偶 由于产品质量过关 营销做得好 产品火遍全球 年利润高达百亿美刀 具体的方案 已经发到了宿主邮箱 请注意查收 听到系统的这声音 许阳眼睛一亮 年赚百亿美刀 这绝对是金钱收割机呀 那就不能放过了 于是 许阳道 刘总 你跟我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的情况吧 刘强熙点点头 把工厂的情况说了一下 听刘强熙所说 许阳对这家工厂 有了基本的了解 便道 刘总 我今天再查一下 这家工厂的资料 而且 我都没去过漂亮国 对漂亮国的经商环境 也不了解 要投资的话 我肯定要全面评估 我晚上给你回复 你看怎么样 这只是做做样子 关键是他要看邮简 刘强熙道 这是应该的 我等你的回复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刘强熙就告辞离开了 刘强熙离开后 许阳就打开邮箱 看了系统发来的邮件 看了之后 做到了心中有数 接下来 只需要按部就班就行了 如果要收购的话 就要尽快安排去漂亮国的行程 不能拖得太久 明天跟王小聪去一趟京城 回来之后 就和刘强熙和马化腾 去一趟漂亮国 这项投资 要不要喊王小聪一起呢 许阳琢磨开了 晚上 许阳回复给刘强熙 说愿意投资 不过要拉上王小聪 而且后续操作 要听他的 他有一套完整的运营方案 并且 把方案发给刘强熙 刘强熙和马化腾看了 都觉得那个方案很好 就同意了 反正他们两个投资 兰顿制造工厂 除了赚钱 还想让公司 进入漂亮国市场 第二点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们也都知道 许阳是个商业奇才 由许阳来操刀 他们还省心 至于拉上王小聪 他们也没意见 反正他们和王大林是朋友 其实拉上王小聪 也就是拉上王大林 许阳决定拉上王小聪 也是考虑到 有王小聪在 有个比较谈得来的人 毕竟他和刘强熙 还有马化腾 算是不同辈的人 跟两人相处 不好太随意 虽然王小聪已经三十了 却算是同辈的人 两人比较有共同语言 聊天什么的 随意许多 几人约好 五天后出发漂亮国 乘坐刘强熙的私人飞机 第二天 许阳和王小聪 乘坐王小聪老爸的私人飞机 飞到了京城 先是去游戏公司看了一下 这游戏公司 现在就运营 贪玩今日这一款游戏 就这一款游戏 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现在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 贪玩今日游戏的广告 每天的净利润 都在两亿以上 这个火爆的程度 估计还能维持一个多月 后面热度会慢慢降低 每天的净利润 就没有那么高了 一年之后 这波情怀收割 也就到头了 根据系统说的 能够赚百亿 许阳已经很满意了 参观完公司 许阳和王小聪 在总经理办公室休息 等下到饭点了 就带公司所有人去吃午饭 赚了这么多钱 他们这两个老板 总要犒劳一下员工 就在这时 公司前台敲门走了进来 王少 许总 杨总 盛大游戏的总裁 牛海峰来了 说我们的贪玩今日 侵权 要给他一个说法 现在怎么办 前台道 牛海峰这家伙 是看我们的 贪玩今日 赚钱 就想过来捞一笔吧 王小聪冷笑道 肯定是的 要不要请他进来 杨松问道 许阳 你看呢 王小聪问许阳 既然都来了 肯定要请他进来啊 我也想要看看 他到底要怎么说 听说这是个非常无耻的人 我也想见识一下 许阳道 牛海峰在商界上的口碑不佳 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无耻 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不过他的能力确实是有的 所以才能一直担任盛大游戏的总裁 听到了吧 把人请进来吧 王小聪对前台道 好的 前台应了一声 退了出去 很快便是带着一个两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是盛大游戏的牛海峰 另外一个西装革履的 应该是牛海峰的随从 王少 你也在啊 牛海峰看到王小聪在办公室 不由得微微一愣 旋即便是笑了起来 我本来还想先找杨松 再通过杨松找你的 你在这里 那就太好了 随后他又把目光落在许阳的身上 这是江底捞的老板许阳吧 真是太意外了 在这里竟然能够看到你 都说王小聪和你称兄道弟 我还有些不幸 现在看来是真的 对于你 我可是久仰大名 许阳微微一笑 牛总客气了 王小聪问道 我听前台说 你说我们的贪玩今日 清泉 牛海峰微微一笑 王少 我来你的公司 好歹也算是客人 你都不请我坐下再说吗 难道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王小聪有些无语 是一道 那就坐吧 都坐 咱们边喝茶边聊 牛海峰带着随从坐下 泡茶的任务 自然是落在杨松的身上 第639章 敲诈勒索 王小聪 你们的贪玩今日 抄袭传奇 这种赤果果的抄袭 是非常无耻的 牛海峰坐下后 没有多余废话 直入主题 我们抄袭 你有什么证据 王小聪吃笑一声 根本不把牛海峰的话当回事 当然有证据 牛海峰让随从人员拿出一份文件 根据专业机构和人员鉴定 你们的贪玩今日 跟我们盛大游戏的 传奇 惊人的相似 相似度达到了85% 这明显是无耻的抄袭行为 王小聪又是一声耻笑 牛海峰 没想到你还搞出了一份 鉴定文件出来 真有你的 牛海峰淡淡道 要是没有鉴定文件 我就不会上门了 王小聪道 其实你大可不必 只要眼睛没瞎 都知道我的 贪玩今日 抄袭 传奇了 牛海峰一愣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这么说你承认了 承认 贪玩今日 抄袭 传奇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搞鉴定文件了 他还以为王小聪会找无数借口 说不是抄袭 自己要让王小聪低头 要费尽周折 没想到 王小聪直接就承认了 这真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不过承认了最好 接下来就可以谈赔偿的问题了 于是 他继续道 既然你承认 我们就谈谈赔偿的问题吧 传奇的版权是我们盛大游戏的 贪玩今日 抄袭 传奇 所以 贪玩今日的版权跟我们盛大游戏就有了联系 王小聪端起茶杯喝茶 还有吗 当然还有 牛海风道 我想告诉你的是 只要我们动用法律手段和我的关系网 吧 贪玩今日 疯掉 根本就不是事 而且还能让你赔很多很多钱 王小聪放下茶杯 还有吗 牛海风道 我不打算那么做 毕竟你是首富之子 大家还是应该合计生财 王小聪一笑 还有吗 牛海风道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 贪玩今日 做得很成功 根据流水计算 你们每天能够有两亿以上的收入 就连我们正版 传奇 都难以忘奇向背 能把盗版做得这么成功 你王小聪的能力 真不是盖的 外界都说 你没有能力接你爸的班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就凭借你运营 贪玩今日的手段 你完全有可能接你爸的班 王小聪道 牛总你太抬起我了 贪玩今日 能做得这么成功 不是我的功劳 牛海风一愣 不是你的功劳 那是谁的功劳 不要告诉我是杨松的 他可没有那个本事 杨松满脸尴尬 不过牛海风说的是实话 他确实没那个本事 如果是他运营 能够赚点小钱 就算不错了 哪能一天赚两亿啊 王小聪看了许阳一眼 这都是许阳的功劳 营销方案是他给的 直接就报了 这游戏才有了今天的赚钱局面 许阳的功劳 牛海风吃了一惊 望向许阳 忍不住叹道 都说许总是商界奇才 果然名不虚传 真是佩服 许阳微微一笑 牛总真是太客气了 王小聪道 现在许阳也是公司的股东 我和他一人一半的股份 这样啊 牛海风笑道 那就太好了 许总 我刚才说的话 你认同吗 许阳点点头 认 牛海风道 认同就好 那赔偿的事情 你们两个怎么看 许阳和王小聪相识一眼 许阳道 还是你和牛总谈吧 我在一边听着就行了 王小聪点点头 笑咪咪道 牛总 还是说说你的要求吧 我相信你来之前 已经想好了 怎么敲诈勒索我们了 要不然 你是不会上门的 牛海风笑道 什么敲诈勒索 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好不好 我上门来 是想和你们合作的 我刚才说了 要和其生财的 合作共赢 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吗 王小聪点点头 行 你说怎么个合作法 牛海风道 很简单 我们盛大游戏 握有传奇的版权 我们授权给你们 你们的 贪玩今日 取得的利润 就三期开 七成归我们 你们留下三成 如何 王小聪顿时气笑 我说牛海风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 我们辛辛苦苦忙活 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局面 现在贪玩今日 每天的净利润有两个亿 你什么都不做 就拿走七成 拿走一亿四千万 你他妈怎么不去抢 你要是认为我是抢 我也不反对 牛海风 英策策道 你要知道 我们握有传奇的版权 就掌握了主动权 你们辛苦忙活 能有多辛苦 无非就是 去倾几个明星 用钱找营销渠道而已 你们能够拿到三成 六千万 就已经很好了 人要懂得知足 不要太贪心 否则我一直诉状 把你们告上法庭 直接封掉游戏 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牛海风这个人 真不愧是华夏最无耻 贪婪的商人之一 什么都不做 直接就要走七成的利润 不过他有一点说的倒是没错 就是 贪玩今日 和传奇 高度相仿 是很容易判定抄袭的 如果动用法律和关系 是完全有可能 封掉 贪玩今日的 封掉 贪玩今日 后续就不能继续赚钱了 零零总总加起来 这些天赚到的钱 除去以前的投入 还不够弥补投入的 换句话说 许阳和王小聪忙活了一阵 不仅没赚钱 而且还亏钱了 关键是 贪玩今日 是超赚钱的游戏 就这么疯掉 谁能甘心 可如果答应牛海风的条件 那就是为牛海风打工了 他们辛辛苦苦赚钱 赚到的钱 都要分给牛海风七成 只能留下三成 心里超不爽啊 如果许阳和王小聪是一般人 绝对会妥协 毕竟 两害相权取其亲 拿三成总比游戏被封掉 什么都没有要好 可许阳和王小聪不是一般人 自然不可能妥协 更何况 许阳和王小聪 在介入这款游戏运营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这种可能了 已经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工作了 王小聪冷笑道 牛海风都说 你是华夏商界最无耻贪婪的人之一 依我看 后面的之一可以去掉了 牛海风微微一笑 我会考虑的 以后如果还有记者采访我 我会让他们更正报道 就把之一去掉 王小聪道 牛海风 不得不说 你真是够无耻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想要拿走七成的利润 想都别想 你还是回去睡觉做梦 梦里可能会有 第640章 当场打脸 许阳也是摇头道 牛海风 你的这个要求 不要说王小聪不会答应 就算他答应 我也不会答应 你就别想了 要想的话 就回家做梦的时候再想 牛海风冷冷一笑 王绍 徐总 你们两个都是聪明人 要不然也不会想到抄袭 传奇 搞出 贪玩今日 搞营销做到这个地步 赚到这么多钱 你们要是给我七成利润 还可以有三成可拿 要是不给我七成利润 你们什么都没有 许阳回忆冷笑 我宁愿什么都没有 也不会便宜了 你这个无耻的王八蛋 王小聪附和道 没错 我们宁愿什么都没有 也不会便宜 你这个王八蛋 两人赚这个钱 虽然不算难 但赚了钱 要分给别人 就是在割他们的肉 怎么可能甘心 不是说他们看中钱 而是这种感觉 真的很不爽 宁愿不赚钱 也不会便宜牛海风 再说了 他们在这里跟牛海风闲扯 也是没事干了 纯属打发时间 要不然 早就让牛海风滚蛋了 牛海风道 我劝你们 还是答应我们的条件 要不然 你们真的一分钱 都别想再赚 不要以为我做不到 在他看来 许阳和王小聪 是觉得他做不到疯掉游戏 才这么一副强硬的姿态 王小聪冷笑道 你要是做得到 就去做好了 牛海风皱起眉头 你们真的宁愿什么都没有 也不愿意分给我钱 王小聪冷笑道 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耳朵聋了吗 好吧 牛海风无奈道 本来我还想着 上门来给你们一个机会的 既然你们不愿意要这个机会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动用法律手段和关系 把贪玩今日 这款游戏封掉了 王小聪道 好啊 去吧 赶紧滚出我的公司 王小聪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让牛海风滚蛋 对于牛海风这样的人 还真不需要客气 人家就是来割肉喝血的 还有什么 可客气的 客气不是犯贱吗 好好好 牛海风怒急反笑 既然你们名玩不灵 我也懒得和你们废话 我保证 明天你们的游戏就会被封掉 到时候 你们要是想要赚钱 就跪下来求我 到时候就不是三七分了 要二八分才行 贪玩今日 这么赚钱 他不信许阳和王小聪 真的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游戏 被封掉 而无动于衷 许阳和王小聪 应该是不相信 他有这个能力 毕竟王小聪的关系网 还是很强大的 但在游戏领域 他的关系网更加强大 毕竟 他就是这行的先行者 当年他搞游戏的时候 王小聪还在国外泡妞呢 至于许阳 就更加不知道 再拿索中学上学 等到许阳和王小聪 见到自己 真的有能力疯掉 贪玩今日 两人就会妥协 想到以后 两人来求自己的场景 牛海峰心里就开心得不行 或许这样 才是最好的结果 既然压得许阳和王小聪低头 还能赚得更多 压一个首富之子 和一个心境千亿富豪低头 就算是双马也做不到吧 牛海峰在心里狂笑起来 脸上也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王小聪道 牛海峰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笑得很难看 还想让我们去跪着求你 你他妈到月球做梦 可能才能梦到那样的场景 许阳也是一笑 牛总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赶紧滚吧 哼 你们给我等着 牛海峰冷哼一声 起身就要离开 许阳忽然对王小聪道 王少 我觉得还是当场打脸比较好 你说呢 王小聪点头道 我也觉得 我还想跟你商量的 就当场打脸 要不然不够爽啊 牛海峰停下脚步 周梅道 你们什么意思 什么当场打脸 他敢肯定 两人说的打脸 绝对跟他有关 王小聪微微一笑 你还是先坐下吧 我给你看样东西 牛海峰疑惑不解 不过还是坐了下来 王小聪让杨松拿出一份文件 交到牛海峰的手上 牛海峰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王小聪一笑 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看看这份文件 就知道我们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坚决了 也会明白 你刚才的行为 是多么的傻逼 牛海峰没有说话 翻看文件一看 顿时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 我们盛大游戏 怎么可能授权给你们 这肯定是假的 原来 这是一份授权书 授权给王小聪的游戏公司 开发相关游戏 可他本人就是盛大游戏的总裁 一直以来都是 他可不记得 有授权给王小聪的游戏公司 要不然 他怎么会上门来敲诈勒索 那不成傻逼了吗 作为一名商界大佬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王小聪嗤笑一声 你们盛大游戏 是没授权给我 但授权给了别人 而别人授权给我了 你翻看下面的文件就知道了 是不是很惊喜 是不是很意外 哇哈哈哈哈 牛海峰连忙翻看 确实是一份传奇的授权书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铁青 额头青筋暴跳 这是授权书 那他刚才的行为 就像是个大傻逼 他洋洋自得地逼迫 许阳和王小聪 就像是个跳梁小丑 刚才许阳和王小聪 肯定在心里狂骂他傻逼吧 王小聪笑道 这是一曲网拿到的授权书 是陈天同授权给一曲网的 一曲网经营不善 被我收够了 要不然你以为我会想到要模仿传奇 开发出 贪玩今日 许阳道 牛海峰 你也太小看王少了 王少好歹也是首富之子 怎么可能会犯那种版权的错误 我也不会做那种事 没有授权 就要时刻提防你们来敲诈勒索 王小聪又道 虽然这份授权书只有五年 现在还剩下三年期限了 但你觉得 贪玩今日 这样的游戏 还能火三年吗 我就只打算做一年 有一年赚钱 已经足够了 以后肯定不赚钱了 到时候 你要是想要继续运营 我还可以免费送给你 好 你们很好 我们走着瞧 到此 牛海峰把文件放下 起身带着随从离开 脸都被打肿了 已经没脸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王小聪朝着牛海峰的背影喊道 牛总 下次敲诈勒索别人之前 最好多做做功课 要不然又被别人当成傻逼 那就不好了 听到这话 牛海峰脚步一个踉跄 差点没摔倒在地 他回过身来 手指着王小聪 浑身都在颤抖 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好半想 才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王小聪疯狂大笑 哈哈 太爽了 没想到休息时间 还有牛海峰这么一个傻逼 上门来让我们打脸 许阳看了看时间 然后道 吃饭时间到了 去吃饭吧 王小聪自然没意见 带着公司所有人 去附近的高档饭店吃饭 第641章 洛永 相互认识之后 许阳一行人进入了俱乐部 又是一阵闲聊 邱小生就切入正题 许阳 都说你投资能力很强 每次投资 都能够获得惊人的回报 我们邱家有项投资 想请你看看 未来前景怎么样 许阳一听这话 感觉有些熟悉 这不就是昨天 刘强熙跟他见面之后 说的话吗 又是让他判断投资项目 不过 他没有拒绝 说不定又是一个 可以赚钱的项目呢 于是 许阳问道 是什么投资项目 邱小生把项目说了一下 原来邱家在远东地区 买下了一片矿山 在其中开采出了一种 未知名的矿石 数量非常可观 经过检测 这种矿石 是一种新型能源 只需要米粒大小的量 就能够让一辆汽车 跑数万公里 只是这种矿石 位于千米深处 且非常难以开采 要将其全部开采出来 估摸需要投入 上千亿的资金 而且 想要从矿石中 提炼能源出来 非常的困难 米粒大小的量 是家族请了科学家 通过最先进的技术 花了半年时间 才提炼出来的 那个矿山的承包权 还有两年就到期了 以后不再让人承包 也就是说 两年之内 要把矿石开采出来 根据科学家所说 如果没有更先进的提炼技术 开采出来的话 也没有太多的用处 综合来说 就是这项投资 如果不能在未来五年内 得到回报 投入这么多钱 邱家都会垮掉的 如果放弃 给了别人 挖掘出来 有更先进的提炼技术出现 那他们 就错过一次大机遇了 因为这是一种 足以改变能源格局的新能源 了解了项目的基本情况 许阳苦笑道 这种事情 我还真不好判断 系统没给消息 他真的不好判断 要不然自己的建议 可能会让一个家族衰败 邱小生道 许阳 听说你刚开始起家的时候 从收购南美的矿业中 赚了十多亿 许阳知道邱小生的意思 摇头道 不好意思 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没法给你建议 邱小生有些失望 那好吧 我再和家族再商量一下 如果投入开采 只要资金到位 有半年多时间 就能够开采出来了 倒是还有一年多时间 给我们考虑 这时 有几个青年走进了俱乐部 为首的青年衣着不凡 披着一件风衣 梳着个大背头 手里夹着一根雪茄 这人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社会大哥 而不是一个世家子弟 或者富二代 看到这个人 邱小生微微皱起眉头 这家伙怎么来了 其他人看到大背头青年 也是脸色微变 洛永怎么来了 他不是在国外吗 昨天 我还看到他发朋友圈 说是在非洲猎杀大象的 按理说 他不会这种时候来的 以前他来俱乐部 都是在邱小少不在的时候来的 是啊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洛永眼睛四下一扫 目光落在邱小生这边 静止往这边走来了 邱小生问道 你怎么来了 洛永哈哈一笑 邱少 我好歹是俱乐部的成员 难道不能来俱乐部吗 邱小生道 当然能来 只是没想到你会出现而已 洛永笑道 以后你会经常看到我的 其实我今天来 是听说你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的目光落在许阳身上 居高临下的 语气不善地问道 你就是许阳 许阳非常反感对方的态度 微微皱眉 你是谁 洛永没有回答 脸上露出一丝宁笑 小子 你很牛逼啊 许阳问道 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洛永冷笑道 是第一次见 许阳道 既然是第一次见 我有些不明白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这个洛永对他 好像有多大的仇恨似的 可他跟对方是第一次见面啊 洛永冷笑道 小子 你知不知道 你的江底捞 让我损失了多少钱 又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洛家有很多生意 洛永管理着家里的餐饮公司 洛家的餐饮公司 就是一个全国连锁的火锅品牌 江底捞的出现 让洛家的火锅连锁店 利润大幅度下滑 甚至于都有传言 要关闭部分门店 他又拿不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洛家都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了 这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他还想着竞争一下洛永家继承人呢 所以洛永非常不爽许杨 本来他今天是不会出现在俱乐部的 毕竟他和邱小生不对付 可听说许杨来了俱乐部 他就过来了 说白了 他就是过来找茬的 许杨摇头道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邱小生开口道 许杨 这家伙 他把洛永的情况说了一下 许杨听完 忍不住笑了 原来是这样 这是很正常的商业现象 他看向洛永 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 洛永冷笑道 如果只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就不会过来了 许杨问道 那你想做什么 洛永嘴角勾勒起一抹笑容 你赔偿我的损失 给我将底捞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我就不再跟你计较这件事 许杨再次笑了 你今天出门的时候 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 你说什么 洛永脸上的笑容收敛 变得阴沉下来 我说你脑袋被门夹了 许杨毫不客气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奇葩 公司市场份额减少 利润下滑 就要竞争对手赔偿损失 这是他听过的最荒谬的赔偿理由 王小聪一声吃笑 我看不是被门夹了这么简单 还被驴踢了 邱小生也是摇头吃笑 洛永 我知道你无耻 但没想到你这么无耻 王小聪又道 不仅无耻 还傻逼 王小聪也是很看不惯洛永的为人的 不管是形式风格还是打扮 都像是一个社会大哥 让他这个富二代很看不起 洛永扫了邱小生和王小聪一眼 没有理会 目光再次落在许杨身上 这么说 你是不打断赔偿了 许杨没有耐心跟这样的人说话 赔个屁 滚吧 好 你给我等着 不要以为你在岗城搞风搞雨 就很牛逼了 在京城 我一样可以搞你 洛永冷冷一笑 撂下一句狠话 就带人离开了 第642章 白发老头 洛永打了电话 就回了公司 接下来 就是等着贾老板的好消息了 然后 刚回到办公室 没等到贾老板的通知 反倒是等来了警察 洛永 你涉嫌故意伤害 故意杀人等罪名 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 中年警察队长道 你说什么 洛永还有些不敢相信 他妈的 警察怎么会来抓自己 就算来抓自己 自己也应该听到点风声才对啊 贾老板这个王八蛋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自己 带走 警察队长没有废话 大手一挥 就让人过去 给洛永戴上了手铐 我没有故意伤害 没有杀人 你们放开我 洛永挣扎叫嚷 洛永 不要再狡辩挣扎了 我们是掌握了确凿证据 才来抓你的 为首的警察冷冷道 与此同时 洛永的父母兄弟 也被警察抓了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 就没有不参与违法犯罪的 连带着他们的关系往保护伞 也都一并被抓 可以说是一锅端了 许阳洗澡睡觉 不知睡了多久 被电话铃声吵醒 迷迷糊糊的接起电话 听到了邱小生的声音 许阳 洛永被抓了 他的家人和关系往也被抓了 是不是你干的 许阳稍微清醒了些 我也是没办法 我刚回到酒店 洛永就带人上门来了 说要废了我 我把他打发了 就查了一下他的情况 把查到的资料发给了警方 邱小生道 许阳 你太厉害了 可是为我除去了一块心病 谢谢 他真的很烦洛永 洛永留在俱乐部 让他如梗在喉 现在好了 洛永被抓了 不仅有很多违法事情 而且还涉嫌到杀人 不出意外的话 洛永活不了多久了 许阳道 我做这件事 是为了我自己 邱小生道 虽然如此 但我还是感谢你 两人又聊了几句 就结束了通话 许阳还想再睡 手机又响了起来 这次是王小聪打来的 许阳只能接听 立刻就听到了王小聪的声音 许阳 洛永的事 是你搞的吧 许阳只能把事情说了一下 王小聪笑道 这个洛永 真的是在找死 许阳道 好了 我还在睡觉 先不说了 挂了电话 许阳想要再睡 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 许阳就起床了 洗漱了一下 到外面溜达 没有目的的 就是随便走走 第二天 许阳乘坐飞机 回到江城 晚上 开车去接老婆 晚上去老丈人家吃饭 刚开车出了小区门口 差点撞到一个 忽然横穿马路的白发老头 还好刹车刹得及时 要不然肯定撞到 虽然没撞到 可白发老头 不知道是被吓到了 还是怎么的 倒在了车子前方 不会碰到碰瓷的吧 许阳只能下车查看 来到白发老头旁边 大爷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摔倒而已 你的车没有撞到我 白发老头 挣扎着站起来 许阳看对方的样子 不像是碰瓷 要是碰瓷的人 肯定就叫嚷起来了 要赔钱什么的 这大爷不仅没叫嚷 还主动说 没有被自己撞到 于是 许阳连忙上前 把白发老头搀扶起来 小伙子 谢谢你 白发老头站起来 感激得到 大爷 不用客气 你以后可不要横穿马路了 前面就是斑马线 等红绿灯走斑马线才安全 要不然车来车往的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会出事 许阳松了一口气 心想 不是所有人都是碰瓷的 这个社会 没有那么多坏老人 然而下一秒 老头的一句话 让许阳直接愣住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小伙子 你说 怎么赔偿我吧 老头一把抓住许阳的手 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黑牙 大爷 你说什么 许阳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刚才还说我没有撞到你 怎么转眼间就让我赔偿了 小子 你别给我装糊涂 你撞了我 难道不应该赔偿吗 白发老头冷冷一笑 你刚才不是说我没撞你吗 许阳有些气急 我要是不这么说 你能扶我起来吗 就是你撞的我 你别想抵赖 你要是不赔钱 我跟你没完 白发老头脸上浮现阴险的冷笑 卧槽 这他妈就是碰瓷新套路 许阳心里忍不住暴粗 他之前就碰到一个碰瓷新套路 有人摔倒 没有人服 有围观者去服 谁知第一个去服的那个围观者 是跟对方一伙的 搞得后面一起帮忙去服的人 被讹诈上了 没想到 现在又遇到了一个碰瓷的套路 这他妈的 碰瓷的 简直层出不穷啊 刚才他还在想 坏老人没那么多 现在看来 或许坏老人没那么多 但自己碰到的 还真是多 这里的动静 已经吸引了一些人过来吃瓜 看到这一幕 也是惊呆了 卧槽 他妈的 又是一个碰瓷的 刚才说了 不是人家小伙子撞的 现在又说是 这碰瓷的套路 真是防不胜防啊 碰瓷套路层出不穷 现在看到有人摔倒 大家是更加不敢服了 搞得不是碰瓷的老人摔倒 也不会有人服了 真是适风日下 这样下去 可怎么得了啊 适风日下 不是适风日下我不知道 但我肯定不会去服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要是去服 肯定要被讹得倾家荡产 小伙子开的车不错 赔点钱倒是不会影响生活 这是赔点钱影 不影响生活的事吗 就是 人家有钱是人家的 也不应该被这么讹诈啊 搞出这么一个套路 这老头肯定是碰瓷专业户 不过 我没在这一带看到过他 可能是别的地方碰瓷多了 人们都认识他了 他转移阵地 到这边碰瓷来了 这不就成功碰瓷了吗 以后要小心了 一定要记得这家伙 见到他最好绕道走 要不然经过他身边 他都能摔倒 说是你撞倒他的 对对 这种人惹不起 许阳脸色沉了下来 大爷 你这就是不讲理了 白发老头黑黑冷笑 什么不讲理 难道你撞了我 你还有理了 许阳左右看了看 发现前方的十字路口 有摄像头 应该能够拍摄到这里 于是道 我们还是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吧 现在距离老婆下班 还有一段时间 倒是没那么着急 完全可以等警察过来处理 白发老头冷笑道 好啊 那就让警察来吧 你要是不赔钱 我跟你没完 许阳没再多说 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就在这时 一遍抖声 第643章 胡说八道 不知何时 白发老头的手里 多了一把匕首 直接朝许阳的胸口 心脏部位刺去 这要是被刺进去 许阳绝对有死无生 好在许阳已经是格斗大师 对于危险 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感知 就在匕首将要刺进他的胸口的时候 他闪身躲开 并且一把抓住了白发老头的手腕 白发老头想要挣脱 发现挣脱不开 另一只手握紧拳头 朝许阳的太阳穴打去 哼 许阳冷哼一声 一脚踢出 后发先制 踢在对方的腹部 把白发老头踢得倒飞出去 这一系列动作 说起来长 实则只不过是瞬间的事 这一突然的变故 让所有围观的人都梦了 怎么回事 怎么碰瓷的都动刀了 还好像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卧槽 什么的情况 不知道啊 怎么老头还动刀了 不就是碰的瓷吗 有必要动刀吗 我感觉这老头就不是碰瓷的 碰瓷只是个幌子 要杀这小伙子 才是真的 好像还真是这样 看他要用刀捅进小伙子的胸口 明显是奔着要人命去的 我的妈呀 以为是碰瓷新套路 没想到变成了要杀人的现场 这老头疯了吗 朗朗乾坤 还这么多人看着 竟然敢做这种事 要不是又深仇大恨 都做不出这种事 我有个猜测 不会是这哥们 把这老头的闺女怎么样了 然后白发老头来复仇来了吧 你是说 这哥们是个顽固富二代 把老头的闺女霸占了 老头气不过 来报仇来了 没错 很像 要不然这老头为什么杀人 还真有这种可能 这哥们不是好人啊 听着这些议论声 许阳满脑门黑线 他妈的 怎么就成了自己 欺负这白发老头的闺女了 自己没做过那种事啊 而且 这白发老头明显是练过的 要是普通人 绝对灾了 自己是格斗大师 才能躲过一劫 他实在想不通 对方怎么会来杀自己 自己跟着白发老头 根本就不认识啊 你是谁 许阳来到白发老头面前 沉深问道 白发老头二话不说 从地上爬起来就跑 他是李光明请来的杀手 都在小区门口蹲了好几天了 今天终于找到机会 就以假装碰瓷的形式 接近许阳 想要在许阳不注意的情况下 一击毙命 却没想到许阳的反应这么灵敏 一击不成 而且许阳明显是个高手 再打下去 也是不可能成功了 还有可能被抓 于是 他只能选择逃跑 再找机会刺杀 可是 许阳又怎么可能让他离开 这白发老头 莫名其妙地 想要弄死自己 要是不搞明白 他睡觉都睡不安稳 一个剑步追上白发老头 将其制服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如果你不说 我只能把你交给警察了 许阳问道 你放开我 就是你玷污了我女儿 还把我女儿打成植物人 你个千刀万剐的畜生 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 白发老头满脸仇恨 刚才他听到围观者的声音了 干脆利用这点 看有没有围观者帮自己 大家帮帮我 这就是个畜生 如果让他把我交给警察 我就完了 我女儿在医院都没人照顾 白发老头朝为观者叫嚷 他的话立刻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心 小子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人命受薪的人 小子 你把人家的女儿给害了 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哥们 这老头也是个可怜人 我建议你 还是好好给老者道歉 给他一定的赔偿 让他在余生能照顾他的女儿 哥们 你开这么好的车 赔点钱给别人怎么了 妈的 我最恨你这样的富二代 仗着自己有点钱 就为所欲为 真以为别人拿你没办法吗 围观者议论纷纷 都是声援白发老头 声讨许阳 哥们 你马上放开老头 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 这时 有个健壮青年走了出来 看他的肌肉快 不是健身达人 就是练过的 许阳顿时气急 这个白发老头 竟然还污蔑他 还想要利用围观者帮忙 更可气的是 竟然还有人信了 许阳对健壮青年道 哥们 这老头是在胡说八道 我没有做过他说的事 你不要当帮凶 健壮青年道 我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 人家一个老人家 要不是实在是痛恨你到了极点 怎么会想要杀你 许阳道 这也是我想弄清楚的地方 他没见过白发老头 白发老头应该是别人请来的 可他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仇人了 李光明都死了 李家也都负面了 就连白天见到的洛永 也都被抓了 洛永的家人和关系网 也都已经落网 他实在是想不起来 到底是谁想要自己的命 他就算是想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 这是个杀手 是李光明早就请到的杀手 只是杀手到现在才行动而已 杀手根本上不知道雇主是谁 只是拿钱办事 李光明是通过 吉米这个中间人 才找到他的 当然了 就算知道是李光明 李光明死了 他也要继续任务 完成任务就有钱拿 完不成任务就没钱拿 你个王八蛋 你玩弄了这么多女人 当然不记得我女儿了 我女儿只是受害者之一 你快放开我 否则我就算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白发老头愤怒咆哮 不得不说 他装得很像 完全是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 应该有的样子 你别胡说八道 许阳的脸都黑了 他妈的 这个老头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污蔑自己 到底有什么企图 我没有胡说八道 你快放开我 白发老头挣扎道 还是让警察来 还我公道吧 许阳摇摇头 懒得再多说 拿出手机打电话 哥们 别打电话 健壮青年立刻扑上前 要抢夺许阳的手机 走开 许阳一把将健壮青年推开 后者后退几步 倒在地上 要不是看健壮青年没有恶意 只是被老头蛊惑 他绝对不会这么客气 他拨出报警电话 看他已经打了电话 健壮青年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不再做什么 因为知道打不过许阳 围观者虽然还是对许阳指指点点 但也没有插手 很快 警察到来了 询问了事情的经过 就要把两人都带上警车 回局里再详细调查 你们放开我 白发老头真的急了 去了局里 他的身份就暴露了 暴露了身份 只有死路一条 他的档案 都是在国际刑警组织里有的 都已经通报全球了 第644章 彻底了结 你已经涉嫌故意伤人 不管你的动机如何 我们只有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还请你配合调查 警察陈生道 白发老头和许阳两人 都是各有一套说辞 说实话 就白发老头的演技 还有许阳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开的车也好 警察还是倾向于相信白发老头说的 但相信归相信 没有彻底调查清楚真相之前 不能下定论 不能说人家有钱 就一定是坏人 有钱的坏人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要不然 大家都努力成为有钱人 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 成为坏人吗 我不去 你们放开我 白发老头 直接挣脱手铐逃跑 他这样的杀手 开手铐是很简单的事 别跑 警察立刻追上前 却被白发老头一脚扫飞出去 快抓住他 其他警察大吃一惊 连忙去抓白发老头 白发老头的身手 绝对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做不到这样的 这下子 警察认为白发老头不简单了 可能刚才说的 就是假的 几个警察 围堵白发老头 白发老头展现了惊人的武力 把几个警察给打趴下了 而在这过程中 老头的头发掉了 胡子掉了 人皮面具也掉了 原来的老头 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看到这一幕 震惊了所有围观者 卧槽 这是个假老头 怎么回事 怎么就变成个老头了 他这个年纪 刚才说 女儿被那个小伙子玷污了 肯定是假的 没错 再加上他这么厉害 很明显 这家伙就是伪装成老头来杀人的 我的天 我们刚才成了帮凶 小伙子被我们冤枉了 众人这才醒悟过来 基本上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你跑不了 许阳看到这情况 连忙追向中年男子 以他的身手 自然是很轻易的 就制服了对方 这家伙是国际上有名的杀手李丹尼 是个漂亮国华裔 一直活跃欧裕和漂亮国 已经被列入了国际刑警的通缉名单 之前这家伙就潜入过我们国家一次 我们收到过协查通报 有他的照片 没想到他又来了我们国家 其中一个警察 看清中年男子的容貌 震惊无比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吃了一惊 竟然是个专业杀手 我的天 这家伙胆子太大了吧 光天化日之下 就敢杀人 真以为我们大华夏是漂亮国和欧裕吗 没想到我这辈子 竟然能够看到个专业杀手 照个向仙 专业杀手出动 这小伙子得罪了什么人 这小伙子危险啊 要不是这哥们牛逼 恐怕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刚才我还帮了一个杀手 差点酿成大祸啊 专业杀手 许阳也是吃了一惊 竟然有专业杀手来杀自己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港城的胡耀荣 请了杀手来杀自己 不过那杀手没动手 而是把胡耀荣给卖了 可他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 是谁会请杀手杀自己啊 是的 我不会认错的 小伙子 看来 你得罪了一些大人物 警察到 他不认识许阳 事实上 围观者都不认识许阳 这很正常 许阳不是明星 只是偶尔在媒体上露一下面而已 就算是在港城掀起很大风浪 他的图片也没有被刊登出来 只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 只有有心人 才会认识他 事实上 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认出许阳 为了不让人们认出来 他还通过黑客技术 让那些报道他的文章 只要是有他的图片的 都进行了虚化处理 他的面容 跟真实的面容 是有很大的差别 不见过他的人 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了 说实话 我不知道我得罪了谁 许阳苦笑道 小伙子 你很厉害 跟我们回去做一下笔录吧 而且我们也担心这家伙逃跑 需要你帮忙 警察诚恳的道 没问题 许阳点点头 上了警察 到了巡查局 中途中年男子倒是想逃跑 但没成功 被许阳给阻止了 到了巡查局 录了口供 许阳就离开了 打车回到小区门口 重新开上自己的车 去接老婆下班 车子停在银行门口 许阳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说对李丹妮的审讯已经结束了 是漂亮国 一个叫做吉米的人 请他来杀你的 至于对方为什么要杀你 他是不知道的 许阳拿出笔记本电脑 查询这个吉米 发现吉米和李光明是好朋友 而且前段时间还联系过 李光明还给吉米赚了一大笔钱 基本上可以确定 是李光明要请杀手杀他了 只是让他想不通的是 既然李光明已经请杀手杀他 为什么还要三番两次的挑衅自己 说要废掉自己 这个问题 他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答案了 因为李光明已经死了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总算了结了 那个吉米 就算现在不知道李光明已经死亡的消息 相信过段时间也会知道的 杀手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 自然要请更加厉害的杀手 就肯定要加钱 加钱的话 肯定会联系李光明 联系之后 联系不到 肯定会查询相关信息 肯定就知道李光明已经死了的消息 那个吉米 应该就不会再傻乎乎的请杀手了 那些钱 自己拿了不香吗 反正李光明已经死了 李家都覆灭了 不可能再傻乎乎的 还帮朋友完成遗愿 那个吉米 肯定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也没有那样的意见 根据许阳查到的资料 两人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这种关系 更多的是靠利益的维持 李光明看中吉米家族 在漂亮国的地位 吉米也看中李家 在华夏的地位 认为双方交好 对个人还是家族 都是有利的 既然是利益维持的关系 那就不可能有什么 完成医院什么的 除非吉米是个傻子 很明显 作为大家族的子弟 吉米不可能是个傻子 知道怎么选择 李光明的事 到这里才算是真的结束了 第645章 有个面试 赵雨昕下班了 许阳没有说杀手的事 免得赵雨昕担心 如果还有后患 他会说清楚 没有后患了 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两人来到赵海家 赵海的老婆 周如烟的肚子 都大了起来了 这一次 周如烟在客厅休息 赵海在厨房忙活 许阳想进去帮忙的 被赶出来了 吃饭期间 赵海开口道 许阳 明天我要陪如烟 去医院做检查 明天上午有个面试 需要我到场的 我决定最终录取谁 你如果有时间 就代替我去把关吧 赵雨昕立刻表态 爸 他肯定有时间的 你不用担心 好好陪如烟姐去检查吧 许阳疑惑道 我是有时间 只是这个让副总 来把关就可以了吧 赵海解释道 这次有一个关键职位 我建立了一个 全国独岛组 就是不定期到各个城市 独茶门店的情况 独岛组的组长 我不想用原有员工 而是招聘一个外来者 不掺杂任何关系 觉得这样会更好 所以还是要亲自把关一下 比较好 再说了 你这个老板 也很久没在公司露面了 去露一下面 也是好的 许阳点点头 没问题 我明天去公司 面试几点开始 确实 他很久没去江底捞了 可以说 江底捞是他最大的基本盘 他的千亿身价 大半都是靠江底捞来的 其他投资收购的公司 除了风采工会和先锋文化外 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利润 这么久没去江底捞了 确实应该去看看了 赵海道 上午十点 许阳点头 好 我会提前到的 吃了饭 几人又聊了一下天 许阳和赵雨昕就离开了 晚上回到家 许阳跟赵雨昕说了一下 过几天去漂亮国的事 赵雨昕自然是不舍的 不过也知道 许阳的事业会越做越大 把生意做到国外 是早晚的事 自然没有反对的道理 第二天 九点半 许阳开车来到了江底捞总部 提前半个小时到来 此时 也有面试者陆续到来了 许阳下车 快要走到大楼门口的时候 一辆出租车停在她的面前 从车上下来 三男一女 听他们谈论的话语 是来自同一所大学 都是来面试的 许阳跟在他们的后面 来到电梯门口等电梯 其中一个俊朗青年 看着那个漂亮的年轻女子道 采薇 我说了 我舅舅是江底捞人力资源的主管 你来面试是没用的 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我才会让我舅舅录取你 要不然你是通不过面试的 顾采薇脸色微变 摇摇红唇道 曹小波 我不相信你舅舅能一手遮天 我听说江底捞的面试 还有其他面试官的 不是你舅舅一个人能决定的 曹小波笑道 你太天真了 我舅舅虽然不能一手遮天 但刷掉你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信你就看着好了 顾采薇很是气愤 曹小波 你太无耻了 曹小波道 我只是喜欢你而已 我对你的真心 天地可见 其他两个人 立刻帮腔 顾采薇 曹少是真的喜欢你的 私底下不知道 跟我们说过多少次 只要你答应做他的女朋友 他对别的女孩 就不会再多看一眼 是啊 顾采薇 像曹少这样的人 真的很少了 既有钱又喜欢你 这样的男人 到哪里去找啊 两人是曹小波的狗腿子 自然是竭力劝说顾采薇答应 如果顾采薇答应了曹小波 他们也是有功劳的 也能获得不少好处 而且 这次来江底捞面试 他们还要靠曹小波 在他舅舅面前说话 有曹小波的舅舅在 他们进入江底捞工作 是板上钉钉的事 顾采薇没有理会这两人 而是看着曹小波 冷笑讥讽 你这种话 跟不知道多少女孩说过吧 这个曹小波就是个渣男 大学期间 不知道换了多少女朋友 没有三十也有二十 这样的人 还跟他谈真心 真是让他想吐 曹小波脸色不变 我是跟很多女孩说过 但我跟那些女孩 说的都是假的 只有跟你说的是真的 顾采薇冷笑道 你这句话 也跟其他女孩说过吧 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的了 曹小波有些失去耐心了 这电梯都要吓到来了 要是不说服顾采薇 还真有可能吃不到顾采薇了 顾采薇 你可想清楚了 进入江底捞工作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江底捞的估值很快就会超过千亿 这可是千亿的集团 以你的能力进入江底捞工作 应该很快就会崭露头角 再加上我舅舅的帮忙 未来我们一起进入集团高层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可是人生难得的机会 你要是不答应 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去其他公司应聘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人赏识 或许这辈子就只能做个普通员工 而且我只需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也没强迫你做什么 我们就相处一段时间 如果不合适 我们就分开 这样还不行吗 威逼利诱 这招曹小波运用得非常熟练 而且只要顾采薇答应做他的女朋友 他有一百种方法 让顾采薇成为他的女人 以前那些女人不是没有拒绝过他的 最后答应跟他相处 还不是被他睡了 我不会答应你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顾采薇没有犹豫地拒绝了 好 那我就让你通不过面试 看你以后会不会后悔 曹小波冷冷一笑 不答应 那就怪不得他了 让顾采薇通不过面试 到时候再出现在顾采薇面前 让顾采薇真正认识到 这个社会的残酷 或许到时候劝说会更加容易 许阳听到这段对话 不由得皱起眉头 他看了曹小波一眼 心想 这个人不管能力如何 人品就是个问题 这样的人 是绝对不能招进公司的 而且 这人的舅舅 是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如果真的听从曹小波的 不让一个合格的人才 通过面试 那这样的人力资源部主管 也就没必要留在公司了 小子 你看什么 是不是觉得老子是吹牛逼 我跟你讲 老子从来不吹牛逼 是真牛逼 曹小波注意到 许阳看了自己一眼 满脸的得意 第646章 刻意针对 许阳笑了笑 我没觉得你是在吹牛 你竟然敢这么说 应该是有底气的 你舅舅应该是 江底捞的人力资源部主管 没错了 曹小波得意一笑 你知道就好 看你的样子 应该也是 跟我们一样来面试的吧 许阳笑着问道 怎么 你还想阻拦 我进江底捞 曹小波一笑 没错 我看你很不爽 听到我说 我舅舅是 人力资源部主管 你一点巴结我的意思都没有 我不能让你这样的人 进江底捞工作 许阳好笑道 不巴结你 你就要阻拦 我进江底捞工作 知道的知道 你舅舅是 江底捞 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舅舅 是江底捞的老板呢 曹小波听出了 许阳话语里的讽刺意味 不由得脸色微沉 小子 你什么意思 觉得我不能阻拦你是吧 我告诉你 我舅舅是 人力资源部主管 我想怎么拿捏 你就怎么拿捏你 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你 江底捞的工作 没有你的份了 赶紧滚蛋吧 许阳笑着摇摇头 没有再说话 他的这副态度 更是让曹小波感到不爽 小子 看来 你是不相信我了 那你就看好了 等一下我告诉我舅舅 你就算表现再优秀 我舅舅也能把你刷下来 许阳摇头道 你舅舅恐怕做不到 曹小波冷笑道 那你就等着吧 旁边等电梯的人 都是来面试的 听到曹小波说的话 都是脸色一阵变换 曹小波有个在 人力资源部当主管的舅舅 以后在公司 肯定混得比较好 而许阳和顾采薇 应该是不可能面试上了 对两个人 都是投去同情的目光 电梯到了 人们进入电梯 许阳也是跟着众人进入电梯 可当最后一个人 进入电梯的时候 电梯超载了 最后进去的那个白色T恤青年 并没有要下去的意思 有人忍不住道 哥们 你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等下一趟吧 白色T恤青年争辩道 我最后一个进来的怎么了 我是礼貌谦让 让你们先进的电梯 凭什么让我下去 又有人道 哥们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没看到你礼貌谦让 你是最后来的 排在后面 刚才还死命的姐 想要冲进来 是我拦着你 你才没能成功的 你这么无耻 你家人知道吗 白色T恤青年大怒 他妈的 老子就不下去 怎么了 你咬我呀 又有人道 你他妈横什么横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能横 你最后上来的 你不下去谁下去 白色T恤青年 耿着脖子道 老子就不下去 你能怎么样 这时 曹小波拍了拍 站在他旁边的许阳的肩膀 小子 你下去吧 许阳无语道 凭什么我下去 给我个理由 不用说 这家伙 应该就是刻意针对他的 如果是平时 他也就下去了 毕竟没有必要跟这些人争个电梯 他早点上去晚点上去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现在 他想要看看 这个人要怎么做 你想要理由 曹小波冷笑道 好 我就给你个理由 就凭我舅舅是 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你应聘不上 上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这个理由够了吗 许阳道 你别再拿你舅舅说事 我相信 江底捞的高层 不会让你舅舅胡来的 反而是你这个样子 有可能会连累你舅舅 曹小波吃笑道 小子 你他妈的太天真了 什么高层 我告诉你 我舅舅是出事的面试官 他想刷谁就刷谁 别人根本无话可说 许阳道 如果他是这么做事的 那他再将底捞 也就干到头了 曹小波还想还嘲笑两句 忽然看到 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来到电梯门口 看到这个人 曹小波大喜 舅舅 所有人都是看向门口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看到曹小波在电梯里 微笑点头 小波 你来了 随后注意到电梯超载 因为电梯时不时有警示音响起 他眉头微皱 怎么回事 电梯超载了 后面进去的人怎么不出来 曹小波立刻指着许阳道 舅舅 就是这个人最后才进来的 他也是和我们一起来应聘的 我让他出去 他死皮赖脸的不愿意出去 甚至我说了我和你的关系 说他应聘不上任何工作岗位了 他都不信 又是可以的针对 邵大智朝许阳看去 发现许阳有些眼熟 他是前段时间 从别的公司跳槽过来当主管的 没有见过许阳 只是在新闻里看到许阳的照片 那些照片都已经被许阳虚化处理 跟许阳本人有较大的差距 所以 邵大智最终还是没认出许阳来 他脸色一沉 年轻人 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最后上去的 电梯超载了 你怎么不出来 许阳辩解道 我不是最后进来的 是你外甥药 刻意针对我 他也想看看 这个人力资源部主管的德性怎么样 邵大智眼神一宁 看向曹小波 曹小波也没有遮掩的意思 舅舅 这小子让我很不爽 你干脆说句话 让他死心 看他 还是不是继续嘴硬 邵大智立刻明白外甥的意思了 看向许阳 冷冷道 年轻人 我现在 就可以告诉你 不管你应聘什么岗位 在我出事这一关 我都不会让你通过的 你还是走吧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许阳眯了眯眼 你就是这么做事的 让你外甥这个外人 左右你招聘 邵大智冷笑道 我怎么做事 还轮不到你来说 你走吧 曹小波得意道 小子 听到我舅舅的话了吧 你连出事都通不过 赶紧滚吧 许阳阴沉着脸 没有多说什么 走出电梯 他走出来 电梯就要关门了 这时 曹小波又按住电梯开门键 舅舅 还有件事 你干脆帮我一起处理了吧 邵大智皱起眉头 还有什么事 曹小波指了指另一边的顾采薇 我跟你说过的 我想要让她当我的女朋友 可她就是不愿意 干脆你就现在通知她 让她不要面试了吧 邵大智看了顾采薇一眼 暗自点头 这女孩确实很漂亮 怪不得曹小波会这么上心 这种事 邵大智自然是能帮就帮 于是道 这位美女 我现在通知你 你不喝歌 现在走吧 第647章 不幸她能一手遮天 曹小波挑眉看着顾采薇 顾采薇 听到了吧 知道我舅舅能够决定你 能否进入江底捞了吧 你如果现在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我就让我舅舅说回她的话 并且保证你能通过出世 以你的能力 复世肯定不是问题 而且 我舅舅在复世 也是有话语权的 你进入江底捞工作 不是什么问题 顾采薇惊怒交加 曹小波 你太无耻了 曹小波不以为意 只是一笑 我只是让你明白 社会的残酷而已 你现在可以做决定了 顾采薇咬牙道 就算我不要这份工作 也不会做你的女朋友 你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 她走出电梯 曹小波冷哼道 你可不要后悔 顾采薇道 绝不后悔 曹小波冷冷一笑 不再多说 而是看向邵大志 舅舅 你上来吧 正好还差一个人 不上来就浪费空间了 邵大志点点头 上了电梯 其他人纷纷避让 他们这些人 深刻地感受到了 邵大志这位 人力资源部主管的威势 这可是出世的面试官 可不能得罪了 要是得罪了 那就没有进入 江底捞的机会了 看许阳和顾采薇的下场 就知道了 对于两人 他们只有在心里 表示同情了 邵大志进了电梯 电梯门很快关上 关上前的那一刻 曹小波还对站在外面的 许阳和顾采薇 露出冷笑 许阳看了看 这个名叫顾采薇的女孩 你不走 顾采薇摇摇头 我不相信曹小波的舅舅 能够一手遮天 就是一个主管而已 就敢这样 如果江底捞都是这样的人 江底捞也不会发展得 这么快这么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试一试 许阳点头道 你很不错 看问题很透彻 如果这个女孩转头就走 而且说江底捞的坏话 那么他对这个女孩的印象 也不会太好 就一个人的问题 就否认一个集体 这样的人不来公司工作 也不值得可惜 顾采薇道 你不也没走吗 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吧 许阳笑了笑 算是吧 两人又聊了一下 许阳发现 这个女孩谈吐非常不错 而且做事很有自己的原则 这样的人 不就正是督导组需要的人吗 很快 另一个电梯下来了 两人进入电梯 不多时 来到二十楼 走出电梯 前台是老员工 是见过许阳的 看到许阳立刻起身就要问好 不过被许阳打手是制止住了 许阳笑道 我们是来应聘的 前台虽然不知道老板玩什么 但听这意思是不想暴露身份 他不由地看了顾采薇一眼 才道 好的 我带你们过去 前台带着两人来到了其中一间会议室 来面试的人都在这间会议室里等待着 许阳和顾采薇进了会议室 刚才乘坐电梯上来的人 看到两人脸色都是未变 这两人怎么来了 主管都说了 他们被刷了 还来干什么 曹小波更是皱眉道 你们两个还来干什么 许阳笑道 你是来应聘的 我们也是来应聘你的 公司又不是你的 我们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和曹小波一起乘坐电梯上来的 都知道怎么回事 但其他提前到来的都不知道情况 都好奇地看着曹小波 不知道这个曹小波怎么会这么问 确实 你是来应聘的 人家也是来应聘的 公司又不是你的 人家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曹小波道 我舅舅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这下子 许阳还没说话 顾采薇抢先道 你舅舅只是人力资源的主管而已 我不信他能一手遮天 你就这么个关系 也不用实实挂在嘴上 主管就是一个中层管理人员而已 没有那么值得骄傲 顾采薇也算是豁出去了 反正关系已经这样了 也不可能好转了 而且像曹小波这种人 以后也不会成为朋友什么的 如果成为同事 就按照同事相处 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 曹小波气得脸色铁青 却是一时想不出话来反驳 那些不知道情况的应聘者 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曹小波这么嚣张 是有当个人力资源主管的舅舅啊 最后 曹小波冷哼道 那你就等着吧 我听说 出事就是我舅舅一个人面试 没有其他人的 也就是说 出事就是我舅舅一手遮天 这也是他的底气所在 顾采薇脸色微变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我去个洗手间 许阳看看时间 跟顾采薇说了一声 就离开了会议室 然后 去了总经理的办公室 路上 老员工看到许阳 都是纷纷问好 许阳都是微笑点头回应 许总好久没来了 是啊 好久没看到许总了 许总今天怎么来了 难道是我们有什么 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没有吧 我们做的没什么不好的呀 别瞎猜了 我听说是赵总今天不上班 许阳就过来看看 原来是这样 听说 今天要招一个督导组的组长 要赵总把关的 应该是许总来把关吧 应该是的 前段时间 许总在港城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真是太厉害了 那是 许总以一己之力 震慑整个港城啊 咱们的许总是注定站上世界巅峰的人物 咱们可得好好干活 可不能被裁了 要不然就悲催了 许阳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打电话给人力资源部经理 让对方过来一趟 很快 人力资源部经理敲门进来了 陆经理 坐吧 许阳示意人力资源部经理落座 然后道 找你过来 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陆阳平坐下问道 许总 你想了解哪方面呢 许阳问道 人力资源部主管是新来的事吧 陆阳平点头道 是的 由于我们人力资源部主管 由于个人原因离职了 就招聘了一个新的主管 名叫邵大志 是从其他公司跳槽过来的 许阳皱眉道 主管职位空缺 为什么没有从部门里提拔人 我记得 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 是优先提拔员工吧 难道你们部门里的员工 就没有人能够胜任主管职位 这陆阳平满脸苦涩 欲言又止 第六百四十八章 一起把关 许阳微微皱眉 你有什么话就说 不要吞吞吐吐的 我今天碰到这个邵大志 他对我的印象非常差 为人处事嚣张跋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公司的老板 我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把这样的人招聘进来的 难道他的能力很强 强到可以让你们 忽略他的这些缺陷 他说了一下 今天遇到的情况 陆阳平苦笑 只能实言托出 许总 邵大志是贺总插手招聘进来的 其实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个邵大志的能力就是一般 而且他的上一份工作 还是因为调戏公司女员工 才被那家公司开除的 他说的贺总 是公司的副总贺成安 许阳是知道的 许阳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这样的人 贺总为什么要插手 把他招进来 是打算让这样的人来 祸害公司吗 他和邵大志有什么关系 陆阳平苦涩道 听贺总说 邵大志是他老婆的表弟 我也是没办法 才把他招进来的 许阳点点头 我明白了 看来贺总是把我们公司 当做垃圾站了 什么人都招进来 这件事 你没向赵总反应吗 赵总怎么说 陆阳平道 当时正好赵总出差去了 而且贺总说了 会和赵总沟通的 赵总这点面子 还是会给他的 就这样 邵大志就进来了 后来赵总回来 我向赵总反应了 赵总有些不高兴 说贺总根本没跟他说实话 只是说 有个在其他公司当过主管的人 想跳槽来公司上班 也就没有多说的什么 我跟赵总说了邵大志的情况 赵总知道 是被贺总糊弄了 很不高兴 不过赵总说了 人既然已经招进来了 先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确实是有做出 不利于公司的事情 再把人开除 至于贺诚安的责任 也一并追究 许阳点点头 老丈人的处理 并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人已经招聘进来了 如果直接开除 不利于公司工作 也不利于老丈人 和贺诚安的关系处理 不过 现在邵大志 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 自然要处理了 许阳问道 这段时间 邵大志的表现怎么样 陆阳平摇头苦笑 邵大志的形势 没有什么顾忌 仗着有贺总这个靠山 时不时会骚扰女员工 都有女员工向我反应了 许阳道 你是经理 这样的人 应该直接开除啊 难道贺总又拦着 陆阳平点头道 是的 我本来想要开除他的 但是贺总拦着 我前天还找了赵总 哼 这样下去 会让员工对公司失望的 赵总也当着我的面 把贺总喊到了办公室 说了邵大志的问题 贺总说 希望能再给邵大志一个机会 如果邵大志再犯 就开除 他不会再求情 许阳道 这么看来 要么是贺总没有把话带到 要么是把话带到了 邵大志没有收敛 所以还是一如既往 陆阳平点点头 应该是 许阳道 看来在贺总的眼里 公司利益并不重要 只要他的个人利益 得到满足就可以了 陆阳平没有说话 这件事 既然许阳知道了 要怎么处理 就看许阳了 许阳沉音片刻道 你这样 等下面试 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一下 然后道 我倒是要看看 邵大志还会怎么表现 看看 你把邵大志开除 贺承安是否会继续跳出来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个机会 就看他能不能把握了 陆阳平点头 好的 我就按照你说的做 希望贺总 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吧 邵大志带着人利部的一名专员 来到一间会议室 他坐下道 你拿着简历 过去把人喊过来吧 两个一组 出事没必要一个一个来 人力资源部专员道 好的 人力资源部专员拿着简历 来到应聘者等待的会议室 面试时间到了 我喊到名字的人 请跟我来 王武 周倩 被喊到名字的两人 立刻起身 跟着专员去了陆阳平所在的会议室面试 陆阳平看着这两人 正打算问问题 忽然门被人敲响 一个人推门走了进来 陆阳平 你怎么来了 邵大志看到来人 不由得皱起眉头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陆阳平 从他对陆阳平的称呼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直属上司 是不怎么尊敬的 对于直属上司 直呼其名 邵大志觉得 有个表姐夫的副总座靠山 没必要尊敬陆阳平 事实上 他的目标就是在贺诚安的支持下 把陆阳平挤走 取而代之 邵大志 开始面试了是吧 陆阳平对于邵大志的态度很不满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还一脸笑呵呵的 邵大志肯定是完蛋了 被开除是肯定的 没必要跟这样一个人计较 说不定 贺诚安都要被邵大志连累 是啊 你来干什么 邵大志道 今天招聘的人 以后都会是我们公司的骨干 我和你一起把关 陆阳平笑道 有这个必要吗 邵大志皱眉 有这个必要 陆阳平直接坐在邵大志的旁边 根本没有给邵大志拒绝的机会 事实上 不管邵大志拒绝不拒绝 陆阳平都会留在这里 这是许阳交代他做的 而且 邵大志毕竟是他的下属 就这种小事 也不太可能强行不让他参与 确实如此 尽管对于陆阳平的到来 感到很不爽 但见陆阳平都坐下了 邵大志也不好说什么了 总不能强行把陆阳平赶走吧 不管怎么说 陆阳平也是他的直属上司 不能做得太过分 就是一起面试而已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想到这 邵大志便道 行吧 那就一起面试吧 陆阳平看向两名面试者 微笑道 你们不要紧张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人力资源部经理陆阳平 这位是人力资源部主管邵大志 本来是由他一个人面试的 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面试 你们不要紧张 这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只需要展现你们的能力就行了 只要你们有能力 我们将底捞公司欢迎你们的加入 两名面试者听到两人的对话 知道两人的关系 应该不怎么样 不过 这不关他们的事 如陆阳平所说 他们只需要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面试环节了 陆阳平和邵大志都问了一些问题 两名面试者表现优异 通过出试回大会议试等待 等下会有复试 面试不断进行 很快轮到了曹小波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的 是曹小波和顾采薇一起进来面试的 陆阳平和邵大志照理问了一些问题 顾采薇的回答无懈可击 陆阳平连连称赞 曹小波的回答就有些不堪了 不是回答不上来 就是说的牛头不对马嘴 最后面试完毕 陆阳平的决定是刷掉曹小波 顾采薇通过面试 邵大志的决定正好相反 这下子两人的矛盾就爆发了 第649章 针锋相对 邵大志脸色阴沉道 陆阳平 你什么意思 是专门跟我做对事吧 你还好意思问我什么意思啊 陆阳平冷笑 指了指曹小波 就这个人一问三不知 这样的人 你竟然说他通过面试 还有他 陆阳平又指了指顾采薇 这个人应对自如 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 你竟然说他不行 我还没问你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好意思问我 我现在怀疑你 不是在为公司招聘人才 反而是在为公司招聘垃圾 我问你 是人才你不招 反而招一无是处的垃圾 你是何居心 邵大志阴沉着脸 强自辩解道 曹小波虽然说的不怎么样 只能说明他的口才不好 但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陆阳平冷笑道 那我问你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又有什么能力 邵大志冷冷道 你不需要知道 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是我的看家本领 只需要知道 他有能力就行了 陆阳平冷笑道 邵大志 你还真会强自夺理 难道你不说 你觉得我就不知道 你和他的关系了吗 邵大志见陆阳平 把话说开了 干脆道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不多说其他的 我就是要招他进来工作 你就说你想怎么样吧 陆阳平道 我们公司招人 是招聘人才 像顾采薇这样的人才 才是我们需要的 像曹小波这种 一问三不知的人 我们公司不招 你招这样的人进来 到底把公司置于何地 还把不把公司的利益 放在眼里 邵大志瞇了瞇眼 陆阳平 你被给我扣大帽子 我就是招一个熟人进来而已 他又不是不做事 陆阳平毫不客气 他这样的人 能做什么 邵大志道 进人力资源部做专员啊 在我手底下做事 我会教他怎么做 他就算什么都不会 我也会让他学会 陆阳平冷笑道 我们人力资源部 不要这样的人 邵大志沉声道 陆阳平 你是存心跟我做对事吧 陆阳平冷冷一笑 不是我跟你做对 而是你的行为 严重违背了我们 人力资源工作者的工作原则 你不是在招聘人才 而是在招聘熟人 其实招聘熟人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的熟人是人才 可你看看曹小波是什么人 你们心自问 这样的人 是我们人力资源工作者 应该招聘的人才吗 邵大志脸不红心不跳的道 当然是 在我眼中 他就是人才 比这个女的好多了 这个女的虽然说的好听 但在我看来 就是只会说 不会做的人 这种人 才应该被排除在外 陆阳平道 邵大志 你能说出这番话 我对你很失望 你不再适合担任主管的职位了 邵大志 眼神一宁 冷笑讥讽 怎么的 你要开除我 你有那个资格开除我吗 不要忘了 我是贺总招进来的 陆阳平道 不管你是谁招进来的 你的工作 完全背离了 人力资源工作者的初衷 已经不是为公司选人才 而是为公司选庸人 我绝对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这场招聘 你也没有必要继续主持了 直接去办理离职手续吧 邵大志冷笑道 陆阳平 你没资格开除我 陆阳平道 我是人力资源部的经理 发现你的工作不行 自然有资格开除你 邵大志冷笑道 你还真是威风 你给我等着 说完 他拿出手机 拨出了贺承安的电话号码 很快 电话接通 陆阳平邵大志直接道 贺总 陆阳平要开除我 你要替我主持公道啊 电话那头的贺承安皱起眉头 怎么回事 说实话 他也对老婆的这个表弟很头疼 刚进公司没多久 就原形毕露 调戏骚扰女员工 都被陆阳平捅到了总经理那里去了 他好话说尽 才让赵总再给一个机会 他已经跟陆阳平说清楚了 让邵大志不要再做出格的事 接到这个电话 他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主持公道 他妈的 这家伙不欺负别人 别人不喊主持公道 就算谢天谢地了 这家伙竟然喊让他主持公道 邵大志道 贺总 我们现在在三号会议室招聘 要不你过来一下吧 过来了也好解决事情 贺承安道 行 我现在就过去 邵大志大喜 好 我们等你 挂了电话 邵大志看向陆阳平 冷冷一笑 陆阳平 你别跟我嚣张 等一下贺总就会到来 我看看你跟贺总说话 是不是还能这么嚣张 陆阳平冷冷一笑 没有说话 今天的事 是老板交代的 等贺承安过来 如果贺承安处事公正还好 如果处事不公正 连贺承安都要遭殃 很快 贺承安到来了 贺承安沉声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邵大志立刻道 贺总 是这样的 我就想招一个人进来 可是陆阳平处处撤走 不让我招人 还要把我开除 简直太过分了 就算他是经理 是我的上司 但也不能这么过分吧 你要替我主持公道啊 这家伙在避重就轻 完全不说曹小波的问题 这么一说 好像陆阳平成了为难他的人了 他是无辜的 贺承安看向陆阳平 陆经理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陆阳平自然不会任由邵大志诡辩 是这样的 贺总 这两位面试者 他把情况说了一遍 然后道 贺总 有人才不招 却要招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你觉得我不应该阻止他吗 贺承安皱眉 看了一眼曹小波 之前邵大志向他说过 要弄一个人进公司里的 是邵大志的外甥 看来这个人就是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个邵大志的外甥 这么不堪 出事的表现就这么差 而且 被陆阳平抓了个现行 这件事 还真的不好办了 要是强行招聘进来 阻止陆阳平开除邵大志 陆阳平肯定会上报给赵总的 可要是不招聘 邵大志到他老婆那里告状 他又有些吃不消 他老婆不是一般的看中这个表弟啊 要是邵大志被开除了 他老婆肯定会跟他闹的 思量了一阵 贺诚安开口道 陆经理 你看这件事能不能通融一下 开除邵大志的事 我看就不要提了 这件事 我会跟赵总说的 至于说招这个曹小波 还是招进来吧 不会的话 就让邵大志多教教嘛 年轻人学东西 很快的 应该很快能胜任工作岗位的 他还是选择偏帮陆阳平 觉得自己可以搞定这件事 自己在赵总 在公司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赵总是要给自己这个面子的 第650章 你个蠢货 陆阳平没想到 贺诚安还是拎不清 贺总 上次在赵总面前 你可是说了 如果邵大志在做出格的事 就按照规章制度处理的 他这样做 还不算出格吗 这是指责贺诚安了 这让贺诚安很不高兴 脸色一沉 怎么 难道陆经理也要把我开除 陆阳平笑了笑 开除你 我可没有那个资格 至少要赵总或者老板点头才行 但你这样的行为 你就不怕赵总或者老板知道吗 我怕什么 贺诚安冷笑道 将底捞发展得这么好 有我的一份功劳 我不信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他觉得自己很重要 功劳很大 赵海和许阳不会 把他怎么样 上次赵海 不就给了自己的面子吗 再给一次面子 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陆阳平道 贺总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你这样是这公司的利益不顾 任人唯亲 这应该不是赵总和老板 想要看到的吧 贺诚安脸色一沉 我怎么做事不用你管 如果赵总和老板问起 我自然会向赵总和老板解释清楚 陆阳平道 贺总 我再次恳切地 请你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 免得给自己带来麻烦 说实话 他讨厌邵大志 想要赶走邵大志 因为邵大志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肮脏了 搞得他人力资源部的名声 都给败坏了 他这个当经理的 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可对于贺诚安 他没有跟对方交恶的想法 哪怕对方让他把邵大志招聘进来 他也想和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而且贺诚安的能力是有的 除了这件事情上做的有些过分 其他的事情好像做的都不错 所以他还是希望贺诚安 不要一条倒走倒黑 继续留在江底捞工作 看许阳的架势 如果贺诚安还是要维护 邵大志和曹小波 许阳绝对会开除贺诚安的 现在江底捞的发展如日中天 如果贺诚安被开除了 恐怕有的贺诚安后悔的 能有什么麻烦 你按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还有这个女孩子 既然曹小波说不着 那就不着了 贺诚安不以为意道 好吧 既然你这样 那我就没办法了 是你自己不听劝的 那就让老板来跟你说吧 陆阳平无奈道 老板 贺诚安脸色一变 老板来公司了 陆阳平没有说话 从兜里拿出手机 对着手机道 许总 你看要怎么样 好的 挂了电话 陆阳平看向贺诚安和邵大志 淡淡一笑 贺总 邵大志 老板马上就过来 请你们稍等一下 贺诚安的脸色变得有些苍满 刚才你在和许总通话 我们的谈话 许总都听到了 陆阳平看了贺诚安一眼 你说呢 贺诚安一听 感觉脑袋发晕 身体发软 瘫倒在旁边的椅子上 邵大志连忙上前 贺总 你没事吧 啪 贺诚安忽然抱起 直接给了邵大志一个耳光 邵大志的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肿起来 表姐夫 你打我干什么 邵大志委屈极了 不喊贺总了 直接喊表姐夫了 你他妈害死老子了 你知不知道 贺诚安大怒 又是给了邵大志一个耳光 被老板听到了 老板会怎么处理自己 恐怕会开除自己啊 江迪劳的发展如日中天 他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要是被开除了 他会后悔死的 那就是被邵大志害的 要不是邵大志 他也不会做出这种事 我怎么害你了 不就是老板听到而已吗 你是江迪劳的功臣 老板能把你怎么样 再说了 你一个副总 招一个自己人进来 有什么 不就是拿多一份工资而已吗 难道你当一个副总 连这点特权都没有 那还当什么副总 邵大志不满的嚷嚷 你个蠢货 老子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蠢的一个人 贺诚安忌的牙痒痒 又是扇了对方一个耳光 表姐夫 你别打了 你怕什么 等老板来了 我跟他说 我就不信 他还不允许你招个自己人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邵大志觉得自己很牛逼 能够说服老板 甚至于还想着 老板看到自己的表现 会重用自己 你 贺诚安指着邵大志 气得浑身发抖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真的是 以前怎么没发现 邵大志这么蠢 要是发现的话 他绝对不会安排 邵大志进公司的 这下好了 连累自己了 而且直到现在 邵大志还能说出这种话 足见已经无可救药了 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许阳走了进来 是你 你来这里干什么 给我滚出去 看到许阳进来 邵大志连忙怒声呵斥 要把刚才受的委屈 都发泄在许阳的身上 贺诚安脸色一变 连忙又给了邵大志一个耳光 你个混账 你说什么呢 这是许总 邵大志被打得脑袋 嗡嗡嗡作响 听到贺诚安的话 嗡嗡嗡的声音 就更加响亮了 什么 这是老板许阳 这他妈不就是自己出去买烟 回来遇到的那个男子吗 曹小波说是面试的人啊 他不由地朝曹小波看去 此时的曹小波 看着许阳 也是满脸猛圈 刚才他看到许阳进来 还想呵斥来着 只不过被邵大志抢先了 怎么一转眼 这家伙就成为江底捞的老板了 他骂的 你一个当老板的 看到我装逼 你怎么不表明身份呢 你这不是害我吗 曹小波赋匪不已 他觉得自己是没错的 觉得许阳就应该表明身份 不表明身份 就是许阳的错 顾采薇也是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许阳 对方竟然是江底捞的老板许阳 怪不得 刚才一起乘坐电梯的时候 自己问了对方名字 对方没有说 只是说面试的时候就知道了 原来对方是不想透露身份 许总 不好意思 是管理失当 让邵大志这个王八蛋 冒犯了你 贺承安连忙赔罪 许阳面无表情 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 贺承安和邵大志 就走过去 坐在陆阳平已经腾出来的椅子上 然后看着贺承安道 贺总 你说你管理失当 这个说法不对 我知道这个人是 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你又不是人力资源部的人 他犯了错 又不关你的事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要说管理失当 也是陆阳平这个人力资源部经理 管理失当啊 陆阳平低着头道 许总 是我管理失当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许阳看了邵大志一眼 像这种垃圾 为什么还要留在公司 等着过年吗 第650一章 你很有自知之明 许总 我知道了 陆阳平点点头 看向邵大志 邵大志 你被开除了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 请你马上去办理手续 离开公司 邵大志立刻叫道 许总 你不能开除我 许阳饶有兴致地问道 我为什么不能开除你 邵大志道 贺总是我表姐夫 贺总在江迪捞的发展过程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 你不能开除我 许阳吃笑一声 看向贺承安道 贺总 你对于邵大志的说法 有什么想说的 贺承安连忙道 许总 我不敢鞠躬 我只是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 许阳冷冷道 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邵大志却是急了 表姐夫 你不能这样 你以前不是经常跟我说 江底捞发展这么快 江底捞能有今天 有你一半的功劳吗 贺承安脸色一变 连忙呵斥 你给我闭嘴 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他又连忙对许阳道 许总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家伙疯了 我建议马上喊保安进来 把他赶出去 他非常后悔 把邵大志招聘进来了 他骂的 这家伙不仅作风有问题 人品有问题 就连脑子也有问题啊 他虽然觉得自己有功劳 但也没有那么夸张 那种话 自己就是吹吹牛逼而已 这家伙还当真了 当真就当真吧 你在外人面前说没什么 你不能当着老板的面前说啊 这不是要自己的老命吗 邵大志教导 我没有胡说八道 我有证据的 许阳更加来了兴趣 你有什么证据 邵大志拿出手机 我手机里有录下贺总说的话 他每次和我一起吃饭 都会这么说的 我跟别人说 别人不信 后来我就把贺他的话录下来了 跟朋友说 朋友就信了 就是录下贺承安的话 在朋友面前装逼 许阳笑道 你打开录音 让我听听吧 贺承安真是恨不得杀了邵大志 他骂的 竟然还录音了 这不是要置自己于死地吗 本来他还觉得 自己认个错 能够留下来 继续在江底捞工作 可要是被许阳听到自己说的那些话 恐怕自己就真的要被开除了 想到这 贺承安就要 去抢邵大志的手机 可邵大志 怎么可能会被他抢 连忙躲开 并且打开了录音 贺承安的声音 立刻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大志啊 我跟你讲 江底捞能有今天 有我一半的功劳 所以你想进去 当人力资源部的主管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不仅赵总要给我面子 就连老板都要给我面子 而且 你进去当主管 以后我还能想办法 让你当上经理 甚至于 等赵总退休了 说不定就是我来当总经理 等我当上了总经理 我就提拔你当副总 到时候 这个江底捞 就是我们的天下 就连老板都要让我们三分 我们再通过种种手段 从江底捞捞钱就简单了 甚至搞点江底捞的股份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完了 这段录音一出 贺承安就知道自己彻底完了 他骂的 这是当时自己喝多了 口嗨了 在做着美梦 就把这些心理话都说了出来 竟然被这家伙录制下来了 如果只是吹吹牛逼 可能许阳不会太在意 可要涉及到捞钱 甚至夺权 那没有任何一个老板不在意的 他身子一软 瘫软在椅子上 果然 许阳听了这段录音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没想到 自己公司手底下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这个贺承安 本来他还觉得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的 可是现在 是万万不能留了 呵呵 贺总真是有志气啊 许阳冷冷一笑 贺总 我没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想法 我很佩服你 许阳 贺承安张了张嘴 想要求许阳 让自己留下来 却是说不出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 是不可能留下来了 许阳 我错了 我今天会办理好手续 办理好交接 就离开公司 他想得很清楚 有些裂痕 是不可能弥补的 许阳肯定也是不可能留自己了 还不如痛快点 邵大志惊呆了 本来 他是想证明贺承安的牛逼 让许阳看看 这样就不用开除自己了 没想到 贺承安直接耸了 直接说离开公司 贺承安离开公司 那他怎么办 肯定也是要离开啊 他在江底捞的最大靠山 就是贺承安啊 他妈的 失算了 他还以为 这样搞下去 可以保住贺承安 保住了贺承安 就可以保住自己 还可以把曹小波招进来的 现在好了 靠山都倒了 他也要走了 曹小波进江底捞 就更加不用想了 许阳道 很好 你很有自知之明 你走吧 把你的人也带走 贺承安点点头 好的 随后 转身踹了邵大志一脚 怒骂道 给我滚 回去了 老子再收拾你 这么好的工作 就是因为邵大志 就给狗没了 要是不收拾邵大志一顿 难消心头之气 邵大志不敢多说 揉着疼痛的腿肚子 离开了会议室 贺承安满脸苦涩地离开 许阳的目光落在 曹小波的身上 你的舅舅都滚了 你还不滚 曹小波脸色发白 在没有之前在楼梯口等 电梯的牛逼之气 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灰溜溜地离开了会议室 许阳的目光落在顾采薇的身上 你很不错 我刚才听了 你的出事过了 希望等下 你能通过复事 加入我们江底捞 顾采薇回过神来 谢谢许总 许阳笑了笑 不用谢我 这是你 自己有能力 在被曹小波赶出电梯之后 你没有直接离开 更证明了你的心性 你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 这点很重要 也正因如此 你才能得到这个机会 如果你因为曹小波和邵大志的言行 就对江底捞产生负面的想法 而不加以辨别 就直接离开 我也是 不会劝你继续面试的 你也就不会有这个机会 这都是 你自己争取到的机会 相信从这件事情上 你也能学到很多 有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些片面的东西 不一定代表着一个整体 还需要自己去辨别 才能更好地处理事情 顾采薇点点头 我明白了 许阳笑道 好 祝你成功 你先离开 准备等一下的复事吧 好的 顾采薇点点头 其身离开了 第652章 痛打落水狗 接下来 面试继续 许阳把出事交给了陆阳平 自己回了办公室 办得多小时后 出事完毕 许阳就和陆阳平 一起主持复事 本来 复事是要许阳 贺承安 陆阳平 还有邵大志一起主持的 可是邵大志和贺承安 已经被开除 只能是许阳和陆阳平 两人主持了 不过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两个人就可以了 经过筛选 录取了八个人 顾采薇就是其中之一 许阳觉得 顾采薇特别适合 督导组的组长 就让陆阳平安排去了 对于这个岗位 顾采薇自然是欣喜万分 面试的事情结束 许阳打电话给了老丈人 把贺承安和邵大志的事情 说了一下 赵海对于许阳的处理 自然是没有意见 事实上 他本来就打算处理邵大志的 只是 看在贺承安的面子上 容忍了下来 决定给邵大志一个机会 既然邵大志不珍惜 而且贺承安还这么维护对方 如果是他知道了 也会做出把两人开除的处理决定 贺承安和邵大志走出大厦 贺承安就是对邵大志 一阵拳打脚踢 啊 姐夫 你打我干什么 啊 你别打了 我错了 你不要打了 再打就打死了 邵大志被打得惨叫连连 不断求饶 老子都要被你给害死了 贺承安把邵大志打得 像是一条死狗的摊在地上 撂下一句话 才上车离开 邵大志挣扎着 想要从地上爬起来 发现全身疼痛 根本使不上镜 站不起来 保安 过来扶我起来 邵大志向保安求救 门口的两个保安相识一眼 脸上都是露出笑容 然后走了过去 邵主管 你这是怎么了 邵主管 贺总为什么打你啊 两个保安脸上露出细血的笑容 他们都已经知道 贺承安和邵大志被开除了 这让他们感觉到无比的痛快 贺承安倒没什么 没有为难过他们这些保安 可邵大志就不一样了 整天牛逼哄哄的 还经常使唤他们 让他们办事 比如说 让他们去搬东西 拿快递去办公室什么的 如果不做 就威胁他们 说让贺承安开除他们 可以说 保安们都恨死邵大志看等于了 要不是还想做这份工作 他们恐怕早就动手收拾邵大志了 现在邵大志和贺承安都被开除了 报仇的机会来了 问那么多干什么 赶紧扶我起来啊 邵大志不耐烦的道 邵主管 你别生气 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是啊 我们是关心你啊 两个保安笑呵呵道 行了 我知道 你们关心我 现在马上扶我起来 邵大志命令道 好 我们扶你起来 两个保安相视一眼 都读懂了对方眼里的意思 把邵大志扶起来 还没等邵大志站稳 就松开了手 顿时 邵大志摔倒在地上 他骂的 你们干什么 谁让你们松手的 邵大志顿时大怒 摔得痛得呲牙咧嘴 邵主管 你说 让我们扶你起来 我们已经扶你起来了呀 是啊 我们不知道你站不稳啊 两个保安忍住笑容 满脸的无辜 他骂的 你们扶人都不会扶吗 扶我起来 扶到车上 邵大志更怒 根本没有发现两个保安是在戏耍他 之所以这样 就是觉得他们被开除的事 保安还不知道 要不然 他也不会还这样要我合六的了 他又不是傻子 哦 邵主管 你说清楚一点啊 是啊 你说扶你起来 我们扶你起来了 谁知道你站不稳啊 没问题 我们就扶你到车上 两个保安把邵大志扶起来 往邵大志的车走去 忽然 两个保安脚步一个亮枪 差点没摔倒在地 自然的 就没法扶着邵大志了 邵大志再次倒在地上 而且好像是被两个保安推了一把 直接摔了个狗啃泥 他骂的 你们是故意的是不是 邵大志痛得哇哇大叫 察觉出了问题来了 要不然 怎么会有这妖巧的事 邵主管 什么故意的 你不要冤枉我们啊 是啊 我们好心搀扶你 你还冤枉我们 你也太不是东西了 两个保安满脸细血的笑容 看到他们的笑容 邵大志可以肯定 两个保安就是故意的 你们他骂的以为 老子是傻子吗 你们敢这么对我 信不信老子只要一句话 就能把你们开除 邵大志大怒道 邵主管好大的威风 我好怕啊 我也好怕啊 不过我有些不相信 要不你说句话让我们听听 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被开除 两个保安依然是满脸的细血 你们 你们知道我被开除了 邵大志终于意识到了这点 哈哈 这不是废话吗 你被开除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传遍整个公司了 邵主管 不对 现在不能叫你主管了 你就是一个外人 还叫什么主管 你他妈是不是被贺总打傻了 都被开除了 还在我们面前抖威风 邵大志 你现在在我们面前屁都不是 懂吗 两个保安大笑起来 感觉无比的痛快 没办法 以前被邵大志欺压的太不爽了 现在能够痛打落水狗 真的太爽了 这种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人生难得遇见一次 你们 你们给老子等着 老子找时间带人回来弄你们 邵大志从地上爬起来 撂下一句狠话 就要往自己的车走去 然而 两个保安却拦在他的面前 姓邵大 你刚才说什么 说要找时间带人回来弄我们 姓邵大 我们本来还不打算把你怎么样 让你离开 可你他妈还想找时间带人来弄我们 你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吗 两个保安眼中凶光闪烁 他们可不是怕事的主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搞邵大志 邵大志既然还想找时间带人来弄他们 顿时激起了他们的凶性 你们干什么 邵大志被吓了一跳 其实 他说那句话完全就是口嗨 就是为了给自己狼狈离开找点面子 你都要找时间找人来弄我们 你说我们干什么 对 既然这样 我们大不了不要这份工作了 提前弄你一顿 然后离开江城 我看你怎么揍我们 两个保安摩拳擦掌 大友马上动手的意思 你们别乱来 我乱说的 我错了还不行吗 邵大志都要哭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两个保安这么可怕 早知道这样 刚才就自己爬起来走人 不要两个保安来帮忙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第653章 地下情人 你真的知道错了 保安甲细谑地问道 是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刚才就是乱说的 我哪里有什么人 都是乱说的 邵大志连连点头 他现在只想要快点离开 要不然这两个保安 恐怕会把他收拾一顿 保安甲呵呵笑道 既然知道错了 那就应该有惩罚 你觉得呢 保安已附和道 对 错了就要罚 这是天经地义的 邵大志问道 什么意思 保安甲道 意思就是 你要接受惩罚 我们也懒得动手 要不你自己动手吧 邵大志一愣 更加猛了 我自己动手 保安甲点头道 没错 你自己动手 自己给自己50个耳光 我们就让你离开 你觉得怎么样 保安已附和道 这个主意好 50个耳光 不多也不少 刚刚好 保安甲道 邵大志 动手吧 保安已道 你要是不动手 有我们动手的话 就不是50个耳光 这么简单了 我 邵大志想要反抗的 可是看到 两个保安寒光闪烁的眼神 顿时耸了 行 我自己动手 我自己动手还不行吗 说完 立刻啪啪啪地 打起了自己耳光 很快 50个耳光打完 他的两边脸颊 都红肿了起来 简直欲哭无泪 这都他妈的叫什么事哦 自己堂堂一个主管 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在老板面前装逼 要是不装逼 可能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自己依然当着主管 想调戏女员工 就调戏女员工 想矿工就矿工 都不会有人管自己 都怪曹小波这个外甥 要不是为了帮曹小波 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不天地 邵大志顿时把自己的外甥 曹小波给恨上了 收回思绪 邵大志问道 我可以走了吗 滚吧 两个保安也不再为难他 踹了他一脚 就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他奶奶的 迟早有一天 老子要一定要带人回来 弄你们一顿 邵大志上了自己的盖板宝马 这宝马 还是让贺承安买的 要不是贺承安 他都买不起这么好的车 贺承安回到家 他老婆没上班的 正在家里客厅练瑜伽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 他老婆名叫陈雅倩 是个美妇 身材保养的也很好 贺承安没有说话 放下公文包 去接了杯水 咕噜噜地喝下 老公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陈雅倩察觉到了 贺承安的脸色不对 也没再练瑜伽了 连忙过来询问 我工作没了 贺承安道 工作没了 工作怎么会没了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你是公司的副总 公司不可能随随便便裁员吧 再说了 将底捞发展如日中天 不可能裁员的啊 陈雅倩疑惑道 都是 你那个好表弟给害的 贺承安冷冷地看了陈雅倩一眼 邵大致害的 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陈雅倩连忙问道 我都已经警告过他了 他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今天 贺承安把事情说了一下 这也不能怪他 陈雅倩替邵大致辩解 他也是为了帮自己的外甥 这没什么错啊 亲戚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忙 要怪只能怪那个许杨 一个大老板 千亿富豪 也不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不是害人吗 贺承安眉头皱起 在你眼中 邵大致没有错 没错啊 陈雅倩理所当然道 他能有什么错 帮一个亲戚有什么错 错就错在许杨身上 还有你也错了 贺承安惊恶 我还错了 是啊 陈雅倩道 你看你 你应该知道 大致安排他外甥进公司的事吧 他要安排人 肯定会和你说的 这种事 你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外甥搞什么面试 直接免试进去 工作就行了 面试进去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以你副总的权利 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却不去做 你说你有没有错 贺承安苦笑 我还错了 不听你说 我都不知道我错了 陈雅倩道 现在知道了 也不晚 大致被开除了 心里肯定不好受 我让他过来 给他做顿好吃的 安慰一下他 贺承安道 我也被开除了 你怎么不说 给我做顿好吃的 怎么不说安慰一下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才是你老公 我才是一个外人 听到这话 陈雅倩的眼中 闪过一抹慌望 没注意 还真的察觉不出来 贺承安就没有注意到 陈雅倩道 哎呀 你是我老公 我不是天天给你做饭吗 大致就不一样了 我们时不时才能见一面 今天他被开除了 我这个当表姐的 必须要有所表示才行啊 贺承安点头 行吧 那你就喊他过来吧 好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陈雅倩扭着曼妙的腰肢 去拿手机 给邵大致打电话 很快 电话接通 陈雅倩直接道 大致啊 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来家里一趟吧 中午一起吃个饭 此时的邵大致 正从一家诊所出来 处理了一下红肿的脸颊 正准备去找曹小波的 今天的事都是因为帮曹小波导致的 曹小波虽然是他的外甥 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必须要跟外甥好好说到说到 接到陈雅倩的电话 眼看就到饭点了 自然不可能去找外甥了 没关系 那就下午再去 先去吃了饭再说 好的 我马上过去 邵大致挂了电话 上了自己的宝马 朝贺承安家赶去 半个多小时后 来到贺承安家门口 敲门是陈雅倩开门的 来了 进来吧 陈雅倩把邵大致让进门 你先等着哈 我准备炒菜了 很快就好 说完 进入了厨房 我姐夫呢 邵大致四下看了看 来到厨房门口问道 他刚出去了 说买点酒 你没看到他吗 陈雅倩道 没有 邵大致走进厨房 来到陈雅倩身后 一把陈雅倩抱住 出去了正好 我正好可以先吃你 吃了你再吃饭 陈雅倩撒娇挣扎道 别闹 等下他回来了 就麻烦了 邵大致的大手 不断地在陈雅倩身上游走 你不是说他刚出去吗 应该没这么快回来吧 到小区门口的商店买酒 至少要失截二十分钟吧 我们正好可以来一次 两人有好一阵没见了 邵大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两人根本就不是什么 表姐弟的关系 以前是情侣关系 几年前 两人才相互联系上的 就重新勾搭在了一起 保持着地下情人的关系 陈雅倩为了让邵大致 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还让邵大致假扮自己的表弟 而且觉得这样玩 特别的刺激 生活乐趣无穷 第六百五十四章 要搞绑架 还是不要了 他回来看到就完了 陈雅倩挣扎道 嘿嘿 他回来就回来 大不了跟他摊牌 老子今天就一定要在厨房办了你 我们还没在厨房做过呢 邵大致色胆包天 一把将陈雅倩的衣服扯了下来 在三下五除二的 快速把自己的衣服脱了 很快 厨房里就响起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大战一场过后 两人穿好衣服 贺承安还没有回来 贺承安怎么还没回来 不就是买一瓶酒吗 邵大致点燃了一根侍候烟 不知道 要不你打个电话给他吧 我炒菜了 陈雅倩一脸的满足 系上围裙 开始炒菜 要我说 他不回来才好 我们正好可以过二人世界 邵大致的大手 又在陈雅倩的身上游走 不要闹了 你打个电话给他 陈雅倩连忙拍开邵大致的手 好吧 邵大致拿出手机 拨出贺承安的电话号码 很快 电话接通 邵大致道 姐夫 我到了 表姐说 你到外面买酒 菜快炒好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贺承安道 刚才碰到了的老朋友 聊了几句 回到楼下了 邵大致道 好的 挂了电话 邵大致对陈雅倩道 他说 刚才碰到了个老朋友 聊天去了 现在到楼下了 陈雅倩摇着头道 他就是这样 出去买什么东西 碰到熟人 总是要聊几句 邵大致来到陈雅倩后面 把陈雅倩抱住 要不是这样 我们刚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 陈雅倩挣扎道 你别闹了 他就回来了 邵大致只能松手 我去客厅等他 要不然被他发现异常 那就不好了 如果被贺承安发现 恐怕会杀了自己 他离开了厨房 来到客厅 拿出手机来玩 咔嚓 不多时 房门开了 贺承安拿着一瓶茅台回来了 他今天失业 也想好好喝几杯 虽然对邵大致很不爽 还把邵大致打了一顿 但气也出了 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还真不好再对邵大致做什么 要不然老婆就不会答应 他老婆可是很维护邵大致的 说实话 他都有点怀疑 他老婆是不是跟邵大致有一腿了 只是想到 邵大致是老婆的表弟 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 总不能亲戚之间乱搞吧 如果让他知道 邵大致根本就不是他老婆的表弟 而是他老婆的地下情人 恐怕他要被气得吐血 要知道 他为了帮邵大致 可是把工作都给丢了 邵大致却是给他戴了绿帽子 姐夫 回来了 邵大致玩着手机 都没有起身的意思 反正他在这家里就这样 嗯 邵大致点点头 把茅台放餐桌上 来到邵大致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注意到邵大致脸颊的红肿 你脸怎么了 我好像没打你脸吧 邵大致一听这话 就感到无比的气愤 他骂的是大厦门口的那两个保安 他把事情说了一下 贺承安摇着头 你也真是的 都被开除了 还要五喝六的 他们能不找你麻烦吗 邵大致依然气愤道 那两个家伙 以后我一定找人动他们 贺承安转移话题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办 这个问题 邵大致还真的想过 来的路上想的 找工作的话 恐怕没什么好工作了 贺承安都不会有好工作 等贺承安找到工作 再让贺承安安排他 他估计也就是当的小员工 这种生活 可不是他想要的 邵大致道 姐夫 那个许阳这么不讲情面 说开你就开你 他不把咱们当回事 咱们从他身上捞点钱 你看怎么样 贺承安皱眉 疑惑到 从他身上捞钱 怎么从他身上捞钱 他在公司工作 都没敢捞钱 没法合理地捞到钱 公司有一套严格的监察制度 根本上无从下手 在公司都不行 现在都离开公司了 怎么从许阳身上捞钱 邵大致道 姐夫 我想过了 我们靠打工 是不可能过上 有钱人生活的 我说的是真正的有钱人 而不是你这种 只是有房子有车子的人 你这样的 最多就是个中产 还不算有钱人 贺承安翻了个白眼 我自然知道 他这种算什么有钱人 在江底捞工作 年薪也就百万而已 百万的年薪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算是有钱人了 可是 放在整个社会财富阶层来说 真不算是有钱人 充其量是被称为中产阶级 离着有钱人 还差得老远 邵大致道 姐夫 那你想不想成为有钱人 贺承安再次翻了个白眼 这不是废话吗 有谁不想成为有钱人 邵大致笑了笑 那是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 从许阳身上捞钱 就可以 让我们都成为有钱人 贺承安道 你就说吧 要怎么从许阳身上捞钱 邵大致道 绑架 绑架 贺承安瞳孔一说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这种事能做吗 就算绑架拿到钱 能逃得了吗 他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想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竟然想要绑架 这不是捞钱 这是找死 贺承安又道 而且我听说了 许阳很厉害的 一个打十几个都不是问题 你还想绑架他 别做梦了 姐夫 你先别激动 邵大致道 我有这个想法 自然会计划好各个步骤 逃跑不是什么问题 另外 我没说要绑架许阳 贺承安眼睛一瞇 那你要绑架谁 邵大致冷笑道 我听说许阳的老婆 是在银行上班的 我们筹准机会 绑架他老婆 让许阳付赎金就可以了呀 贺承安道 你说的好听 他老婆应该也不是那么好绑架的吧 就算绑架成功了 接收资金都是大问题 自古以来搞绑架的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邵大致道 姐夫 只要计划好 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我们只要拿到赎金 就立刻出国 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就在国外过着有钱人的生活 岂不是很好 邵大致摇头道 要搞你去搞吧 我不去 一听就不靠谱 他可不能把自己给搭进去 被许阳开除 他心里是不爽 但也没有要跟许阳死磕的意思 许阳的手段 真不是他这种人能够理解的 许阳做的很多事 很多都不知道 许阳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许阳经历的大事很多 有很多都是大事力 看起来不可战胜 可是碰到许阳 都被许阳干趴下了 他可不想因为这点事 搞绑架 跑路到国外 再说了 这种事涉及到许阳这个千亿富豪 会让他们承受更大压力 他不觉得自己能逃掉 第655章 敲定计划 姐夫 今天的事情 肯定会被传扬出去 你去找工作 肯定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了 高管的工作 绝对不会有了 中层管理 估计都很难找 难道你就甘心 当的小员工 过下半辈子吗 邵大致劝说起来 要说他傻 他一点都不傻 要是傻的话 就说不出这种话来 只是有的时候拎不清 或者说是想当然 其实 邵大致的分析 一点毛病都没有 贺承安利用自己的职权 安排邵大致 进去将底捞工作 邵大致在工作期间 骚扰女员工 贺承安还维护 邵大致还想利用手中职权 安排没有能力的亲属 进将底捞工作 贺承安还是要维护 这样的人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要的 难道要了 等着贺承安安排亲属进公司 搞破坏捞钱吗 现在人才多的是 没有必要请这么一个人 贺承安沉默了 邵大致说的确实是这样 除非是到一个谁也不知道他的地方 人家不知道他的过往 他还能找份不错的工作 可现在是网络时代 将底捞又是明星企业 只要是稍微关注新闻的 恐怕就会知道他了 他下半辈子就真的难搞了 难道真的要去当个小员工 过下半辈子 那不是他能接受的 看到贺承安沉默 邵大致知道自己的劝说是有效果的 说明贺承安是在犹豫了 不像刚才那样坚决地说不搞了 于是继续劝说 姐夫 你想想 在国外生活多好 我们绑架了许杨的老婆 勒索五十个亿 足够我们过一辈子富豪生活了 在国外 只要有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说呢 贺承安终于被说动 便问道 你有什么计划 如果计划可行 那就做吧 既然已经这样了 去国外也是一件好事 邵大致大喜 姐夫 我已经想好了 让表姐出马 接近许杨的老婆 跟许杨的老婆成为朋友 然后把赵雨昕的老婆 骗到一家餐厅的包厢吃饭 直接绑了 我们就立刻离开 开车前往西南边境 到了边境城市 再打电话给许杨 索要赎金 拿到赎金之后 我们就撕票 然后出国 只要出了国 谁也奈何不了我们 我们去漂亮国去欧狱都行 只要有钱 绿卡什么的都不是什么问题 在那些国家 只要有钱 可以搞定一切事情 贺诚安目光闪动 这个主意不错 不是公然在大街上绑架 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个方案 还是比较靠谱的 开车前往边境 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检查车辆 邵大致道 既然姐夫你认可 那我们等一下就和表姐说 贺诚安道 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做 邵大致道 有什么不愿意的 表姐这么爱你 肯定愿意的 而且 他也想去国外生活吧 贺诚安道 等一下问问他的意见吧 如果不愿意 那计划就要改变 邵大致道 等一下我来说 我相信 他肯定会愿意的 开饭了 这时 陈亚倩把饭材端上饭桌 贺诚安和邵大致 坐到饭桌旁 陈亚倩给两人 各成了一碗鸡汤 表姐 我和姐夫准备做件大事 做好了就可以有很多钱 需要你参与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邵大致开口道 什么事 陈亚倩问道 是这样的 我和姐夫已经被开除了 以后找工作 邵大致把情况说了一下 没问题啊 陈亚倩道 我早就不想在国内生活了 之前和城安去国外旅游 国外的生活比国内生活好多了 反正去了国外 国内警察也抓不到我们 我们可以在国外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们也不用这么辛苦的 给别人打工赚钱了 有几十个亿 随便交给投资基金投资 每年有10%的盈利 都足够我们挥霍了 他每天就是逛街 做饭 购物 美容 说实话 这种生活很平淡 没有什么激情 他没觉得绑架有什么 反倒是有点兴奋 最主要的就是 能够勒索到几十亿 现在他的生活 赫城安每个月 是给他不少生活费 但也有很多东西 是他买不起的 还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他并不想控制自己的欲望 觉得自己想要 就应该买下 有了几个个亿的话 除了极少数的东西 基本上是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了 那样的生活 才是真正的好生活 好 既然你愿意 那就这么定了 就由你去接近许杨的老婆 贺城安道 他老婆叫什么 是在哪家银行工作 陈亚倩问道 叫赵雨昕 就在某某银行 歪歪之行工作 贺城安是知道情况的 还拿出手机 哗啦几下 放到陈亚倩的面前 这是他老婆的照片 之前有一次聚餐 许杨带着他老婆一起来了 有同事拍到的 陈亚倩看了看照片 这个赵雨昕真是漂亮呢 这个许杨真是有福气 邵大致笑道 表姐 你也很漂亮 姐夫也一样有福气 如果不是贺城安在这里 他就会说 我也有福气了 陈亚倩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在贺城安的面前 他不可能表现出什么 免得被贺城安察觉出来什么 对于这一点 他是非常谨慎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几年下来 贺城安都没有察觉出 任何蛛丝马迹的原因 贺城安点头道 没错 你也很漂亮 一点都不比赵雨昕差 邵大致想起了什么 对了 表姐 姐夫 我想让曹小波也加入进来 贺城安皱眉道 他也加入 他能干什么 邵大致笑道 他能开车 他的车技很好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被警察知道 追捕我们 可以让他开车 逃避追捕 贺城安差一道 他还有这种本事 邵大致笑道 是啊 他在其他方面不行 但开车技术绝对一流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贺城安点头道 行啊 既然他有这个本事 那就让他加入 不过他会加入吗 邵大致道 肯定会的 他的工作都要我来安排 没有我安排 他自己去找工作 只能是找最普通的工作 那种工作 肯定不是他想做的 搞个绑架 就能够到国外 享受富豪的生活 他巴不得呢 贺城安道 行 那你就去跟他说吧 邵大致点头 吃了饭我就去找他 一阵推杯换盏 贺城安直接喝趴下了 大致 把你姐夫扶进房间里面休息吧 陈亚倩道 好嘞 邵大致扶着贺城安进入卧室 出来后 就一把抱住了陈亚倩 你想干什么 他还在家呢 陈亚倩脸色一变 连忙朝卧室门口看去 姐夫喝醉了 睡得跟猪一样 就算打雷都不会醒来 我们怎么做都不会吵醒他的 咱们好久没见了 刚才还不够尽兴 我要再来一次 邵大致直接将陈亚倩 抱到沙发上 三下午除二 把两人的衣服脱下 半个小时后 邵大致起身穿好衣服 就离开了 陈亚倩则是穿好衣服 收拾碗筷 第656章 他们在找死 邵大致下楼 拨出了曹小波的电话号码 很快 电话接通 邵大致直接问道 小波 你在哪呢 曹小波苦涩道 舅舅 我回学校了 在租的房子里 他是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的 准备找了工作 在换租的地方 现在进不了江底捞了 都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大学四年 他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专业知识 邵大致道 你在那等我 我马上过去找你 曹小波疑惑道 舅舅 什么事啊 难道你有别的工作介绍给我 邵大致道 等一下见面再说 挂了电话 邵大致找了个代价 到了曹小波租房的地方 两人见面 曹小波问道 舅舅 什么事啊 邵大致道 有个赚大钱的机会 你要不要 赚大钱的机会 曹小波眼睛一亮 当然要啊 舅舅 你快说 是什么机会 邵大致一笑 我就知道你小子 只要有钱 什么都会干的 是这样的 他把情况和计划 简单的说了一下 曹小波也是知道 贺承安和陈亚倩的 绑架许阳的老婆 曹小波瞪大了眼睛 真是没想到 自己的舅舅 竟然这么大胆 竟然要绑架许阳的老婆 被抓到的话 这可是要坐牢的 一辈子就完了 至于说什么去了国外 就安全无忧了 他可不觉得是这样 在他看来 就算真的拿到赎金 去国外生活 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且 绑架许阳的老婆 前往边境 这中间的路途 也充满了变数 在当今社会 要想绑架一个人 并把这个人运往边境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中间出了一点差错 都有可能会被发现 是的 许阳是千亿富豪 绑架他的老婆 向他索要个五十亿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四个人 每个人都有十多个亿 足够我们在国外生活一辈子了 这种生活 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邵大志道 确实是我想要的 曹小波目光闪动 好 干了 留在国内挣扎 还不如去国外享受生活 邵大志满意的点点头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有你的加入 我也能放心一些 出了什么意外 你也能开车带着我们逃跑 曹小波道 你放心 只要是我开车 就算警察发现 也没有人能追得上 我们也能逃跑 邵大志又跟曹小波 说了一下细节 然后道 行 那就这样了 你自己准备一下 你听我的安排行事 曹小波道 好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邵大志就离开了 目送邵大志离开 曹小波关上门 目光闪动 说实话 他不想搞什么绑架 邵大志 以为他想要钱 想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就觉得 他什么都会去做 其实 邵大志完全想错了 他是想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没错 但他绝对不会去做绑架这种成功率极低的事情 不过 他没有说不做 而是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样子 他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既然知道了这件事 就可以操作一下 应该能为自己带来利益 他在房子里细细地盘算了一下 然后出门 打车来到了江底楼 来到前台 曹小波直接道 你好 我找徐总 前台认识他 知道他是今天早上面试的人 名叫曹小波 这家伙还想通过关系户进来工作的 不过有关系的人都被许阳总开除了 也灰溜溜地走了 不知道曹小波还来干什么 还直接点名说找许阳总 你找我们许阳总干什么 你有预约吗 前台问道 我没有预约 但我找你们徐总有很重要的事 曹小波道 不好意思 你没有预约 不能见徐总 前台摇头道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是关乎徐总家人安危的事 要是你不通报 事后让徐总知道了 你的工作肯定没了 曹小波道 关乎许阳总家人安危 前台皱起眉头 没错 我没必要骗你 我是今天面试失败的 也不可能回来做什么 我只是想要告诉徐总这件事 这对许阳真的很重要 要是他不见我 是我绝对会后悔的 曹小波认真道 好 我向徐总通报一下 看一下他愿不愿意见你 如果他不愿意 那我也没办法 前台还是决定通报一下 曹小波说得信誓旦旦的 而且也确实没有必要来骗徐总 他拿起座机 拨通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 向徐阳说了一下情况 曹小波要见我 还说是关乎我家人安危险的事 总经理办公室的徐阳 听到前台打来的电话 不由得皱起眉头 他想了想 你带他过来吧 好的 前台挂下电话 对曹小波道 你跟我来吧 曹小波大喜 好的 谢谢 只要能够见到许阳 他有把握从许阳这里赚到钱 没错 他就是这么想的 绑架的事情他不干 但他可以把邵大志等人 要绑架许阳老婆的消息 告诉许阳 凭借着这个消息 向许阳要点钱 相信许阳还是愿意给的 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许总 曹小波来了 前台把曹小波带进总经理办公室 就退出去了 关上了门 许阳坐在沙发上 示意曹小波落座 我很好奇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还是关乎我家人安危的 希望你不是忽悠我的 曹小波在许阳对面的沙发坐下 许总 我又怎么敢忽悠你 那不是找死吗 对于这一点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许阳点点头 说吧 曹小波道 这个消息绝对是真的 我希望你能用钱买我的这个消息 我要两百万 他要的这个数目 觉得很合理 也不敢要多 生怕要多了 许阳搞其他手段对付他 许阳眯了眯眼 如果我觉得 你的消息值这个价钱 并不介意给你两百万 邵大志道 你放心 我的这个消息 绝对值两百万 是关于你老婆的安危的 许阳目光一宁 好 我答应了 你说吧 曹小波把邵大志三人 要绑架许阳老婆的事情 说了一下 许阳眼神一宁 你说的是真的 曹小波连忙道 许总 就算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来骗你啊 你要是不信 可以看看 今天晚上 是不是有个叫陈亚倩的女人 找机会跟你老婆搭讪 接近你老婆 然后还约定 明天中午一起吃饭 许阳眼中寒忙闪烁 他们是在找死 曹小波赞同道 他们确实是在找死 所以 我不会陪他们去死 就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了 许阳看着曹小波 勒索五十亿 你们四个人 没人平分都有十多亿 你就一点都不心动 第657章 接近 曹小波道 说不心动是假的 毕竟那可是十多亿 我赚几辈子 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但我更加知道 做这件事的风险 稍有不慎 就是万劫不复 而且去国外生活 也不是我想要的 偶尔去旅游还行 一辈子不回来 就留在国外 我才不干 在国外 人生地不熟 遇到什么事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在国内 遇到什么事 总有亲戚朋友帮忙 所以 让我去国外一辈子不回来 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许阳笑道 你倒是看得透彻 曹小波苦笑道 不是我看得透彻 我只是认为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已 很多人就想要过那样的生活 许阳道 本来我认为 你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垃圾 不仅没本事 还嚣张跋扈 现在看来 你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你没有答应 跟邵大智他们做这件事 你有自己的思想 不会被别人忽悠 不会被别人裹挟 曹小波自嘲道 或许也是 我没有那个胆子吧 许阳笑了笑 不管怎么样 我要感谢你 你这个消息 确实值两百万 你把你卡号告诉我 我转给你 曹小波诧一道 我还以为你只给我一部分 确认消息之后 再给我一部分呢 许阳道 没有必要 我相信你不敢骗我 如果你敢骗我 我也有能力 找你收回这两百万 他现在是千亿富豪 要收拾曹小波 简直不要太简单 曹小波点点头 这倒是 敢欺骗你 就是在找死 他拿出手机 登陆手机银行 把卡号告知许阳 许阳也是登陆手机银行 给曹小波转账两百万 看到银行卡里的两百万 曹小波咧嘴笑了起来 说起来 还是要感谢邵大智 要不是邵大智 他也赚不了这两百万 这个舅舅还真是好啊 给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 赚两百万的机会 至于出卖舅舅 他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 在他看来 邵大智想要搞绑架 就是很傻逼的事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自己用这个消息 赚两百万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许阳忽然问道 你有了这两百万 准备去干点什么 曹小波道 我都想好了 一百五十万存银行 每年吃利息 都可以比大多数人 要过得好了 剩下的五十万 拿出十万来用 四十万搞投资 炒炒股 或者炒炒期货什么的 万一碰到个牛市 也能赚一笔 听到这话 更是让许阳刮目相看了 这个家伙 之前给他的印象 真的很不好 可对方来告诉他消息 要二百万 还有这二百万的规划 比很多所谓的 理财高手都要好 这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出来的 看来 人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能只看一面 这家伙有这样的思维 未来绝对不会 差到哪里去 比很多普通的 工薪族都要过得好 想到这 许阳道 想不到你 还有这样的规划 在这方面 你很不错 曹小波笑道 谢谢许总的夸奖 许阳和曹小波 交换了电话号码 然后道 事情有什么变动 你要及时告诉我 我不希望 我老婆受到任何伤害 明白 曹小波道 你放心 有什么变动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许阳点点头 好 你先离开吧 许总再见 曹小波说了一声 起身离开了 看看时间 快到下班时间了 许阳拿出手机 拨出了赵雨昕的电话 很快 电话接通 电话里传来赵雨昕的声音 老公 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忙着呢 我忙完了回给你啊 说完 赵雨昕直接挂了 许阳都来不及说一句话 不由得苦笑 只能等赵雨昕回电话了 可是 等到快下班了 赵雨昕都没有给他回电话 许阳再次打电话给赵雨昕 这一下子 却是没有人接听 许阳不由得皱起眉头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许阳立刻离开公司 开车来到赵雨昕工作的银行门口 距离银行门口稍远的地方停车 他不想惊动那个 要接近赵雨昕的人 不过这个地方 是可以看到银行门口动静的 银行下班时间到了 赵雨昕还是没有走出银行 过了半个多小时时间 才看到赵雨昕走出银行 赵雨昕拿出手机 拨出许阳的电话号码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美妇急匆匆地从他面前走过 碰掉了他手上的手机 手机摔在地上 啪哒一声 直接摔坏了 啊 对不起对不起 中年美妇连连道歉 从地上捡起已经摔烂了的手机 看到手机已经烂了 这位美女 真的对不起 我刚才没注意 我愿意赔偿给你 你这个是华为的最新款手机是吧 我赔你钱 赵雨昕本来一肚子火 毕竟这是他前几天才抢到的手机 这款手机 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他是好不容易通过关系才抢到的 刚用了几天 就被摔坏了 可是看到中年美妇的态度这么好 他就不好意思发火了 好吧 赵雨昕苦笑 把价格报了出来 美女 我知道这款手机现阶段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我给你三倍的价格 表达我的歉意 陈亚倩直接扫码 给赵雨昕赚了三倍的钱 不用给这么多 按照价格给我就行了 赵雨昕不好意思 要中年美妇这么多钱 他也不缺钱 美女 你就收着吧 你不要赚回来 赚回来 我也是不会收的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就交个朋友 你看行吗 陈亚倩道 好啊 赵雨昕对眼前这个中年美妇的印象 是很不错的 就凭着这个处事态度 就让人无可挑剔 要是其他人 可能还要在赔钱的问题上 争来争去的 对方直接就是赔三倍 多一个这样的朋友也不错 我叫陈亚倩 已经快四十了 我看你应该是二十出头 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叫我一声倩姐 陈亚倩自我介绍道 当然不介意 倩姐 我叫赵雨昕 你可以直接叫我雨昕 赵雨昕道 雨昕 真是好名字 你父母肯定是文化人 要不然都起不了这样的好名字 陈亚倩要逐步拉近两人的关系 两人聊着 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陈亚倩道 雨昕 我跟你真是一见如故 我现在还有点事 要不然 我肯定要拉你一起去吃晚饭 我们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怎么样 赵雨昕没有拒绝 可以啊 我在这银行工作 不能离这里太远 最近都比较忙 要是距离太远的话 我回来迟了 就有些不太好 陈亚倩道 没问题 我来安排 保证不耽误你的工作 两人又聊了几句 陈亚倩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拐进旁边的一条街道 消失不见了 赵雨昕看着手里坏了的手机 不由得苦笑 上了自己的车 开车回家 第658章 做些准备 赵雨昕先回到家 没过多久 许阳也回来了 她是开着车 跟着赵雨昕回来的 就是为了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意外情况 看来是没有 曹小波提供的消息是对的 陈亚倩今晚只是接近赵雨昕而已 老公 你回来了 我今天太忙了 下班之后还开会 所以没有接听你的电话 下班后本来想打电话给你的 可是手机摔坏了 所以就没有打了 赵雨昕解释道 我知道 许阳道 我是看着你手机被人碰到 摔在地上摔坏的 赵雨昕惊讶道 你看着 难道你当时在附近 许阳点点头 是的 我把车停在了离你们银行 稍远的地方 赵雨昕疑惑道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许阳严肃道 因为我要看看事情的发展 是不是跟我得到的消息一样 赵雨昕更加疑惑 老公 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许阳拉着赵雨昕在沙发上坐下 我问你 今天导致 你手机摔坏的那个女人 是不是叫陈亚倩 是啊 赵雨昕惊讶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我没都注意不到的地方 应该听不到我们说话吧 许阳道 我自然听不到你们说话 是从别的途径知道的 我不仅知道那女人的名字 还知道那女人 想要在明天中午亲里吃饭 我说的对吗 赵雨昕更加惊讶 你连这都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许阳道 如果我说那个叫陈亚倩的女人 不是好人 你相信吗 这 赵雨昕犹豫道 我对陈亚倩的印象还挺好的 没看出来 顿了顿 她又道 不过老公你既然这么说了 她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还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说她不是好人 她对许阳是绝对信任的 许阳既然这么说 就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许阳是不会无缘无辜 污蔑一个人的 这件事 还得从我今天去江底捞说起 许阳把情况说了一下 江底捞发生的事 还有曹小波过来 找自己说的情况 都详细说了出来 什么 他们竟然要绑架我 赵雨昕大惊失色 她没想到 那些人竟然这么疯狂 就是被开除而已 就要绑架她 许阳道 还好那个曹小波 把消息告诉我 要不然你 明天去和陈亚倩吃饭 可能真的要被绑走了 赵雨昕道 那肯定的 我确实对那个陈亚倩 没有什么防备 她问道 老公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报警吗 许阳道 现在报警 就太便宜他们了 他们只是 有这种想法 还没付出行动 就算是报警 他们也会否认 是不会有什么事的 而且警察找他们 他们就知道 事情败露了 以后可能会做出 意想不到的事 像他们这种人 既然生出了这样的心 就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我们不可能 时时刻刻防着他们 我要一劳永逸的 解决这件事 赵雨昕问道 那你想怎么做 许阳道 老婆 我的办法 可能就要委屈你一下了 赵雨昕道 老公 你说吧 要我怎么做 许阳道 我是这么想的 你去和陈亚倩吃饭 等他们动手了 绑架的罪名就成立了 就可以 把他们送进监狱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赵雨昕眼睛一亮 有些兴奋 老公 那就是说 我要扮演一个被绑架的人 抓捕坏人 就像是警察卧底一样是吗 没问题 我肯定做好这个被绑架者 你就放心吧 嗯 许阳有些搞不懂 赵雨昕为什么会这么兴奋 他还怕赵雨昕生气 不答应的 现在看来 自己想多了 许阳忍不住道 你怎么这么兴奋 赵雨昕笑道 这种机会 可是很难得的经历 我有机会体验 当然兴奋了 别人想体验 都没机会体验呢 许阳无奈道 好吧 我被你打败了 你们女人的脑回路 真的是不一样 赵雨昕嬉戏笑道 晚上我要好好准备一下 绝对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许阳道 你就当做和朋友一起去吃饭就行了 还用做什么准备 赵雨昕摇头道 那是不行的 如果不知道陈亚倩是坏人 我当然能够和平常一样 就当时和朋友一起吃饭 可知道了 他是要绑架我的 心态就会不一样 导致言行就会不一样 如果不注意 难免会露出破绽 必须要准备好才行 就像是演员一样 研究一下角色 才能够演好 许阳苦笑 好吧 那你晚上好好准备一下吧 对了 你有这么多女演员的朋友 你还可以找他们请教一下 很多当红女演员 都和赵雨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据他所知 赵雨昕每天都会和那些女演员 在微信上聊天 从没有间断过 这也是很正常的 以赵雨昕的身份 那些女演员 自然要跟赵雨昕打好关系 许阳是资本大佬 想要投资一部电影 捧红一个女明星 或者让一个女明星的事业 更进一步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赵雨昕的翘脸一垮 可是 我手机坏了 许阳笑道 我已经为你 买了一个回来了 说完 他从公文包里 拿出来一个全新的手机 他在半路下车买了手机 不是赵雨昕在用的那款手机 那款华为手机 实在是买不到 这款手机 虽然没有你买的那一款那么好 但可以先用着 以后你买了那款手机 这款就放在家里就是了 许阳道 嗯嗯 其实我并不是刻意追求 最新电子产品的人 只是前段时间 我的手机屏幕坏了 想换个手机 正好华为那款手机就出来了 我们行长看到了 说有关系可以购买到 我就买了 以后就用这款手机了 不用换的 赵雨昕真的不追求这些 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以前爸爸辛辛苦苦 把他带大 他不会跟别人攀比 现在生活好了 不缺钱了 他也不会刻意地追求 只是用的好一点而已 许阳让赵雨昕 把烂手机拿出来 拆掉把卡拿出来 装到新手机上 然后把新手机 交到赵雨昕的手上 你熟悉一下 我去做饭 赵雨昕甜蜜地笑道 好啊 许阳做的饭 虽然没有他做得那么好 但也不差的 换了新手机 也确实要熟悉一下 下载各种各样的常用软件 第659章 计划不错 吃了饭 赵雨昕就在微信上 和女明星们聊开了 这个微信群 有十几个人 都是当红女明星 杨幂 鸭鸭 热巴 谢北 这些人都在里面 赵雨昕 姐妹们 我要表演一个节目 扮演一个被绑架的人 这方面 你们是专业的 指点一下我啊 杨幂 扮演被绑架的人 雨昕你是不是想在晚上 跟你老公玩花样 瑟瑟的表情 杨幂有点污 谢北 雨昕 你这么会玩 吃瓜吃瓜 呀呀 雨昕 你和你老公的生活 很有情趣吗 羡慕的表情 热巴 雨昕 我没结婚 连男友都没有 你说这个话题合适吗 可怜的表情 赵雨昕满脑门黑线 这个杨幂 一下子就把话题给带偏了 赵雨昕 蜜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要乱说 其他人也不要乱想 我是真的有这个节目 这不是快到元旦了吗 我们单位要搞个晚会 我有个节目 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请教你们一下哦 杨幂 我懂 我懂 嘿嘿 这话里的意思 明显就是不相信赵雨昕说的 还是觉得是赵雨昕和老公玩花样 谢北 蜜姐太无了 人家雨昕都解释了 你还不信 呀呀 就是 我相信雨昕说的 热巴 蜜姐 你太坏了 杨幂 我没说不信哇 我说我懂 就是说 知道雨昕要做这么一个节目 你们想哪里去了 是你们太无了 曲解了我的意思好吧 谢北 蜜姐 我发现我对你的无耻 无言以对 呀呀 蜜姐 你太有内涵了 热巴 蜜姐 你说的都是对的 赵雨昕 好了 大家支点招 我应该怎么演好这个角色 感谢大家 有时间我请大家一起吃饭啊 接下来 这些人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 有的人虽然演技不是很好 但毕竟是在影视行业这么多年 要支点一个外行 在晚会上演好一个角色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从人物性格 外貌特征 心理活动等等着手 把握一个人物 这些人的指点 让赵雨昕受益匪浅 觉得明天跟陈亚倩见面 肯定是没问题了 就在赵雨昕向杨幂等人请教的时候 另一边 邵大志 贺成安 陈亚倩和曹小波 也是聚在贺成安家里 商量着明天行动的细节 吃饭的地点我已经选好了 就在某某饭店 这家店人很少的 我们去包厢里吃饭 我会在茶水里下药 等赵雨昕晕过去之后 然后我会把他带出来 你们都在外面车上等着 上了车后 我们就直接离开 走成南高速 曹小波负责开车 就开我家里的本田七座商务车 陈亚倩道 计划不错 我觉得可行 邵大志认可这个计划 行 就这么做 贺成安也觉得没有问题 我没问题 曹小波更加没意见了 反正这些人怎么搞 都不关他的事 这些人是绑架 他可不是 几人又商量了一下细节 确保万无一失 就各自散去 曹小波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就给许杨打了电话 把刚才几人商量的计划 跟许杨说了 把车牌号也说了 许杨想了想到 行 你就按照他们说的做 开车带着他们离开 我会报警 警察会在 城南高速入口的收费站 抓他们 曹小波道 许总 到时候 你要在警察面前替我作证啊 我可不是绑匪啊 说实话 他还真有点怕 到时候许杨不给他作证 那他就真的成为绑匪了 许杨笑道 放心 你不仅不是绑匪 还是帮助警察抓绑匪的良好市民 说不定 警察会给你一个好市民奖 曹小波苦笑道 好市民奖就不必了 我只是 拿你的钱办事而已 许杨道 放心吧 我还不至于污蔑你 而且你要想想 如果我污蔑你 事情传扬出去 会有很多人质疑我的人品 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确实是这样 曹小波给他消息 可以说是救了他老婆 如果他还污蔑曹小波 要是传扬出去 其他商界大佬怎么看 让官方大佬怎么看 曹小波道 也是 你的身份地位太高了 没必要这样做 许杨道 你明白就好 放心去做吧 有什么变动 就及时通知我 两人又说了一下细节 就结束通话 然后 许杨把情况和赵雨昕说了 赵雨昕兴奋道 没问题 我会做好的 许杨拉着他的手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赵雨昕连连点头 嗯嗯 许杨问道 你向你的那些女明星朋友请教 怎么样了 赵雨昕兴奋道 我学到了很多 你放心 我不会露出破绽的 许杨点头笑道 嗯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即使你不向女明星请教 我也觉得你能做好 第二天中午 赵雨昕开车来到陈亚倩说的某某饭店 雨昕 你来了 这个地方还可以吧 离你工作的地方不算远 开车的话 应该十来分钟就到了 陈亚倩在门口等着 显得非常热情 直接拉住了赵雨昕的手 赵雨昕私下打量了一下 很好啊 我没有来过这里吃饭 没来过更好 来过了 我还怕你遇到熟人呢 陈亚倩心里想着 嘴上却是笑着道 我跟你说 这里的菜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吃过一次 回味无穷 这次和一起过来 也是我嘴馋了 想要再次尝尝 赵雨昕笑道 那太好了 我对美食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两人说笑间 进了饭店 穿过大汤 来到包厢里 这家饭店 确实没什么人来吃饭 不知道是不是价格太高 还是味道不够好 许阳就在饭店门口 马路对面的 劳斯莱斯库里南车里 目视着两人走进饭店 他也注意到了 曹小波说的那辆本田商务车 看到了曹小波 就坐在驾驶座 车窗是开着的 至于赫程安和邵大志 没有看到 应该是在后座 这时 车门打开 邵大志和赫程安下车抽烟 应该是看陈亚倩和赵雨昕进了饭店 两人才冒头 许阳冷冷一笑 眼中寒芒闪烁 让这三个人坐牢 只是他的第一步 三人搞绑架 不会被判死刑 坐牢几年就出来了 出来后 难免不会再次威胁他家人的安全 所以 他后续还会有所动作 等赫程安三人进了监狱 等待邵大志三人的 才是最可怕的惩罚 这不是他心狠 实在是 他要保证自己的家人不受伤害 如果不动手彻底解决 始终会留有隐患 这可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而且 对付邵大志三人这样的人渣 也没有必要手软 第660章 我是为了你着想 包厢里 赵雨昕表现得非常自然 吃得差不多了 陈亚倩趁着赵雨昕不注意 下了一点药粉到了赵雨昕的茶水里 赵雨昕喝了 很快就感到头晕 最后晕了过去 陈亚倩就喊来服务员买了单 然后抱着赵雨昕离开了饭店 把赵雨昕放到了车里的中间的座位 并且用胶带把赵雨昕的手脚绑住 用胶布封住赵雨昕的嘴 免得赵雨昕醒来后乱喊乱叫 小波 开车 陈亚倩道 好的 曹小波启动车子 一路朝南而去 曹小波的车技还真不是盖的 开得又快又稳 有几次差点被其他车撞到的 都被他给避开了 如果是邵大智和赫承安开车 他们觉得自己是没办法做到这点的 这也让他们对于这次的事情 多了几分信心 许阳开着劳斯莱斯库里南 一路跟随 一个多小时后 车子来到了高速公路入口的收费站 过了这个收费站 我们就成功一半了 邵大智有些兴奋的道 然而 当他看到前方收费站 有警察检查的时候 脸上的兴奋就消失不见了 不会检查到我们的车吧 赫承安皱起眉头 有些担心起来 都要上高速了 就查最后一步就出了市区了 警察要是查他们的车 那就太悲催了 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陈亚倩也是皱起眉头 像这种查车 就是抽取车辆查询 完全就是看运气了 运气好 可能不会被抽中 运气不好 被警察拦下 那就会暴露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有个警察示意 让他们把车停在路边 怎么办 要是真让警察查车 我们肯定暴露 邵大致有些慌了 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计划 真是有些想当然了 冲过去 赫承安咬牙道 小波不是车技很好吗 冲过去 直接跑路 我不信他们能追上 不行 一旦冲过去 就会遭到追捕 虽然小波的车技很好 但要逃脱 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这么做 陈亚倩不同意 那怎么办 真要让警察来检查 赫承安脸色难看 或许警察就只是查看 曹小波有没有喝酒 或者有没有驾驶证之类的 我们没必要太紧张 陈亚倩道 你也说是或许 要是他要我们打开车窗 检查后座的情况呢 赫承安不太赞同 陈亚倩的观点 我还是那样的想法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硬闯 陈亚倩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姐夫 就听表姐的吧 我也觉得不应该硬闯 邵大致开口道 好吧 既然你们都觉得不闯 那就停车吧 赫承安无奈 此时的赵雨昕 已经醒了过来 被放倒在陈亚倩的脚下 不断地挣扎着 可是根本没用 想要喊 也喊不出来 赵雨昕不需要挣扎的 因为她知道 警察来了 自己很快就没事了 不过 她为了把角色演好 还是挣扎了 只有挣扎 才能表现出来 被绑者的状态 不得不说 她是玩上瘾了 曹小波把车停下 降下车窗 问道 警官 怎么了 几个警察已经围了过来 因为他们接到报案 这辆车有人被绑架 而这个司机并不是绑匪 司机这么问 是配合警察 好让绑匪放松警惕 警察突袭的成功率会高一点 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 警察道 好的 曹小波拿身份证驾驶证 然后碰到了开门锁 这是一个信号 也是许阳和曹小波约定好的 给警察看的 警察看到这个信号 可以马上行动 于是 两边的警察立刻打开车门 迅速制服邵大志三人 并且把赵雨昕救了出来 邵大志三人被抓了 还是猛的 警察什么都没问 就直接开车门抓他们 曹小波却没有被抓 这下子 他们就算是再笨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曹小波 你他妈报警了 邵大志怒问道 舅舅 我想不想的 但我实在不想看你做伤天害理的事 你们不仅要绑架 还打算拿到赎金之后撕票 你们做这种事 只有死路一条 我可不想给你们陪葬 为了挽救你们 只有报警了 你们绑架 就是判个几年 也不会被判死刑 做几年劳出来 还可以好好生活 如果我跟着你们一起干 拿到赎金撕票 那就是死罪了 我这是为了你着想啊 曹小波给自己找了非常高大上的理由 不得不说 这个理由很强大 强大到差点没让邵大志吐血 你个王八蛋 老子真是瞎了眼 竟然让你参与进来 邵大志怒骂道 这件事 本来没曹小波什么事的 是他说 要让曹小波一起干的 贺承安还提出过质疑 可他说 曹小波的车技好 开车跑路最好 遇到警察 也能逃跑 可现在 曹小波竟然出卖了他们 直接报警 让警察来抓他们 舅舅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 曹小波无奈道 你 邵大志 差点吐血 邵大志 都是你 你他妈的 竟然让这么一个人加入进来 脑子都被你给害了 贺承安更是眼睛发红 绑架的是 刚开始他就没想过 是邵大志 蛊惑他 让他干的 这下完了 去国外享受生活的美梦是破碎了 只能蹲牢房了 这个小王八蛋 我打死你 陈亚倩也是眼睛发红 挣扎着就要冲向曹小波 可是 有两个女警察看着他 他根本就没法冲到曹小波面前 曹小波只是淡淡一笑 根本就不在意 这下子 他的任务是彻底完成了 一行人被带走 许阳没有下车和赵雨昕见面 而是开着车跟着警察来到了巡查局 在巡查局里才见到赵雨昕 老公 看到许阳到来 赵雨昕连忙扑进许阳的怀里 委屈你了 许阳道 没有呀 我觉得挺好玩的 赵雨昕笑道 许阳无奈苦笑 录了口供 两人就离开了 他们离开没多久 曹小波也离开了 这件事算是彻底结束了 许阳确实没有污蔑他 他也就彻底放心了 邵大智三人接受审讯 没有负于顽抗 很快就把事情说了个清楚 许阳让律师跟踪这件事 而且有关系网的运作 第二天 赫程安三人就被判刑 押进了监狱 可谓是神索 就连邵大智三人也都是猛的 虽然他们不懂相关的流程 但也基本上知道一些情况 今天被抓 明天就上法院 被判刑 这也太快了 明显不正常 毫无疑问 有人推动这件事 那么是谁推动这件事 谁又有能力推动这件事 第661章 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答案很明显 有动机有能力推动这件事 这么快审判的 就只有许阳了 这更是让他们三人后悔不已 他们要绑架许阳这种 牵一富豪的老婆 不是找死吗 可惜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接下来 他们要过的 就是茫茫的铁窗生活 刚进劳饭被多久 赫程安就被狱警喊了出来 说有人找他 把他带到一个房间 见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 你是谁 找我干什么 邵大志打量了一下 这个西装革履的请青年 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对方 没有一点印象 真不知道 对方找自己干什么 贺先生你好 我是一名律师 是我的委托人 让我来和你见面的 青年律师没说名字 你的委托人是谁 赫程安问道 难道是自己的什么朋友 来捞自己了 可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朋友 要不然 自己也不用愁工作 不会被邵大志蛊惑去搞绑架了 不好意思 赫先生 我的委托人不想透露他的身份 律师微笑道 那你的委托人 让你来找我干什么 赫程安问道 给你看一些东西 律师微微一笑 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滑拉了几下 放到赫程安的面前 赫程安一看 顿时脸色大变 他连忙用手在平板电脑上面滑拉 越看 赫程安的脸色就越难看 最后阴沉的都快要滴出血来了 律师给他看的是一些图片 一些陈亚倩和邵大志的亲密图片 律师微笑道 据我们的调查 邵大志先生和陈亚倩女士 并不是表姐弟的关系 以前他们是情侣 在三年前又重新联系上了 这三年来 两人一直保持着情人的关系 是陈亚倩女士 为了让邵大志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就给邵大志编造了一个表弟的身份 这对狗男女 赫程安咬牙切齿 恨不得马上去杀了邵大志 说起来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 被虑了都不知道 就连现在坐牢 也是被邵大志害的 你以前还处处维护他 现在应该觉得很憋屈吧 律师笑道 你的委托人 让你来告诉我这些消息 是什么意思 赫程安问道 没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一个男人 做到你这个份上 还不如死了算了 不过就算是死 也应该弄死邵大志这个人 你觉得呢 律师道 你的委托人 想要让我杀了邵大志 赫程安不傻 很快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我明白了 你的委托人肯定是许阳 是许阳想要杜绝隐患 想要让我杀了邵大志 律师微笑道 赫先生 我说了 我不会告诉你 我的委托人是谁 至于你怎么猜是你的事 赫程安冷笑道 许阳想要利用我 真是好算计 不过 我不会上当 律师道 赫先生 你怎么做是你的事 我只是接受我的委托人委托 告诉你这些事 现在事情说完了 再见 说完 律师起身就直接离开了 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赫程安被带回了牢房 回到牢房 他躺在自己的床铺 就一言不发 尽管律师没有承认 但他基本可以肯定 就是许阳委托来的 想要利用他 对付邵大志 他确实恨不得杀了邵大志 毕竟自己现在之所以坐牢 就是邵大志给害的 更可恨的是 邵大志绿了自己 可如果自己要傻了邵大志 自己恐怕也要死 赫程安目光闪烁不定 心里犹疑不定起来 律师回到公司 来到许阳的办公室 向许阳汇报情况 律总 我已经那些照片给赫程安看了 也把你的话带到了 律师道 很好 许阳满意地点头 那些照片 都是他用黑客技术查到的 要对付赫程安三人 他就查了一下三人的资料 发现了这一点 觉得可以利用 律总 这办法行吗 赫程安真会对邵大志动手 律师表示怀疑 放心吧 他会动手的 种子已经种下了 会生根发芽的 许阳淡淡一笑 一点都不担心赫程安不动手 现在赫程安可能还会克制 可是越想仇恨就会越深 尤其是在监狱那种环境下 当然了 如果赫程安不动手 他也是有办法的 找其他犯人动手就是了 总之那三人他都不会放过 任何威胁到他家人安全的人 他都不会放过 第二天 监狱里放风时间 赫程安找到了邵大志 直接搂住邵大志的肩膀 把邵大志带到其中一个角落 姐夫 你干什么 邵大志问道 我有些事想要问你 赫程安目光闪烁着寒光 昨晚他都没怎么睡 一直在这些时 越想 心里就越恨 自己的生活 本来过得好好的 变成这个样子 一切都是因为邵大志 要不是邵大志 他就不会被开除 就不会去搞什么绑架 就不会坐牢 邵大志还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是他最无法容忍的 反正这辈子是完了 一定要让邵大志付出代价 虽然他知道 许阳是想要利用他 但他自己也觉得 应该要这么做 邵大志问道 什么事 赫程安寒生问道 你跟我老婆 是不是有一腿 邵大志脸色一变 姐夫 你胡说什么 那是我表姐 我怎么可能跟他有一腿 这种事 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他也不知道 赫程安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按理说 不可能知道 要是知道了 就不会和他 一起干绑架了呀 赫程安早就爆发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呵呵呵 赫程安冷冷地低笑起来 这笑声让人听了 感觉毛骨悚然 邵大志 你要是承认了 我不会拿你怎么样 我只是求证一下 邵大志咬牙道 姐夫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 听来的这消息 但我可以说 这是在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跟我表姐 有那种事 赫程安的冷笑声 依然持续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不肯承认吗 我已经知道了 你和我老婆 根本不是什么表姐弟 而是以前的情侣 你们最近三年 都保持着情人的关系 你虐了我三年 你还害得我坐牢 你以为你不承认 就没事了吗 听到这话 邵大志知道 事情已经完全败露了 再否认也没用了 而且现在都已经蹲监狱了 他也没有什么 要求到赫程安的地方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承认了又能怎么样 于是 他干脆一把甩开赫程安的手 没错 我跟你老婆是有一腿 我和你老婆 也不是什么表姐弟的关系 而是曾经的情侣 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第662章 布鲁克家族 我能杀了你 赫程安红着眼睛 搂着邵大志的肩膀 从口袋里 掏出一只牙刷 用已经磨尖的牙刷柄 狠狠地插进了 邵大志的脖子 穿透了邵大志的喉管 你 邵大志捂着脖子 口中流出鲜血 目露惊恐 你和我老婆的事 是许阳让人告诉我的 虽然我知道我这么做 是被许阳利用了 但我不后悔这么做 因为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你害的 赫程安很清楚 自己这么做的后果 虽然知道 许阳是想借刀杀人 一下子把他和邵大志除掉 但他真的不后悔 他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邵大志 他已经遏制不住 杀邵大志的念头 邵大志缓缓倒在地上 他还以为 赫程安不能把他怎么样 毕竟这里是监狱 管理还是很严的 也不觉得赫程安 有胆子杀了他 赫程安知道 他和陈亚倩的事 也只能憋着 最多就是打他一顿 可没想到 赫程安竟然这么狠 直接就要他的命 他真的后悔 要是不搞绑架就好了 不搞绑架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最多就是 生活没有以前那么好而已 现在连命都给搭进去了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这世界上 就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他倒在了地上 痛苦地抽搐起来 旁边的犯人看到这情况 连忙喊预警 预警过来 连忙控制住赫程安 并且把邵大志 送去医务室抢救 可是还没到医务室 邵大志就死了 赫程安也因为 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这是后悔 就在赫程安 杀了邵大志的 差不多同一时间 在江城女子监狱里 陈亚倩被一个人 女犯人 打成了植物人 这些事 许阳是第一时间 得到了消息 只是轻轻一笑 终于搞定了 杜绝了后患 不存在被报复的可能了 曹小波得知这些消息 差点被吓傻了 他知道 只有许阳有动机 有本事做到这一点 这也让他对一个 千亿富豪的能量 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 他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去惹那些 有钱有势的人 人家随便动动手指头 都能够把他捏死 他也一改往日 嚣张跋扈的性格 成为了一个 刑事低调谨慎的普通人 不得不说 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 当然了 这也不是没好处的 要不然 以他的一种性格 迟早会得罪人 迟早会被收拾 下场一定会很惨 转眼间 到了前往漂亮国的日子 刘强熙的四人飞机上 从京城国际机场升空 飞往漂亮国新金山 飞机上 有许阳 王小聪 刘强熙 和马化腾 以及两人的助理 两个助理坐在一边 许阳四人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 王小聪有些好奇地道 刘总 我冒昧地问一下 前几年你在漂亮国 被一个女人指控 说被你搞了 这件事搞得沸沸扬扬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 他真的很好奇 因为当时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至于漂亮国警方的调查结果 他觉得不可信 还得问当事人才行 许阳和马化腾的目光 也是看向刘强熙 许阳和刘强熙只见过两次面 关系还不是很熟 不好多问 但也有点好奇 马化腾和刘强熙的关系不错 但这种事 他是不好多问的 每次和刘强熙见面 要不就说些闲话 要不就是谈生意 他心里也是有些好奇的 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小聪问出了口 也和他的心意 王小聪 你不提这事还好 一提这事 我就来气 刘强熙很是气愤的道 那件事 我是被栽赃陷害的 王小聪挑了挑眉 是谁要搞你 现在就他们几个人 而且都是要一起搞投资的 刘强熙应该没有理由跟他们说谎 而且在漂亮国被人陷害 太正常了 漂亮国想要搞一个人 总是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是纽承的一个家族 当初这个家族想要入股我的精细集团 但是提出的条件太苛刻 我没有同意 后来我的精细集团发展壮大 他们错失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 就恨上我了 就找了个女人陷害我 还好后来我找了一些关系 最终才得以回国 要不然就真的麻烦了 刘强熙咬牙切齿 可见对于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 任谁碰到这种事 也不可能心平气和 哪怕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重新提起来 依然感到愤怒 是哪个家族 王小聪好奇问道 布鲁克家族 刘强熙恨恨道 这个家族我听说过 好像是纽承的四大家族之一 就为了这么点事就陷害你 太不是东西了 王小聪道 布鲁克家族是纽约的四大家族之一 其中的一项产业就是金融产业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标的 如果找到好的就会进行投资 谁说不是 我也不是不让他们投资 关键是他们的条件太苛刻了 我是不可能答应的 就这样我也没说什么 不合作可以 不成为合作伙伴 但也不会成为敌人 没曾想他给我来了这么一手 刘强熙道 你说找了关系 找了什么关系 布鲁克家族是纽承的四大家族之一 可不简单 你找一般的关系没用吧 你在漂亮国 还有能压得住布鲁克家族的关系 王小聪又问道 我找了鸿门 刘强熙道 鸿门是华人成立的组织 遍布全漂亮国 鸿门的总部就在纽承 在漂亮国的每个州都有鸿门的分布 鸿门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我通过人介绍 找上了鸿门 花了不少钱 最后才搞定这件事 原来如此 王小聪点点头 许阳和马化腾也是知道鸿门这个组织的 鸿门实力非凡 其总体实力绝对超过纽承的任何一个大家族 鸿门的大佬出面 还是能够做到一些事情的 当然了 也就是刘强熙肯花钱 鸿门才会出手帮忙 要不然 鸿门也不会帮忙的 不是见到华人有难就帮 鸿门刚成立那会儿是这样 只要是华人有难 就会伸出援手 也正因为如此 鸿门才能够在漂亮国迅速发展 逐步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只是后来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鸿门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利益组织 没有利益的话 鸿门是不会参与这种事的 这就像是医院一样 说是救死扶伤 但这个前提是要有钱 要不然 你在医院死了都不会有人理你 第663章 杨腾西聪 刘总 你就没有报复的想法 王小聪目光闪动 当然有啊 刘强熙道 可人家是漂亮国纽承的大家族 我能怎么去报复 我在漂亮国 没有什么能量 最多就是花点钱 请人帮忙解决一些事 就算是花钱请人报复 也是很难的 许阳开口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人家的地盘 真的很难 把人家怎么样的 马化腾开口道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没必要再因为这样的事 影响现在要做的事 这是提醒王小聪 别因为这件事 穿多刘强熙报仇 影响这次的投资 王小聪自然听懂了 连忙道 马总 我只是好奇 随口问问 没有别的意思 你们放心 我又不是愤青 而且 这是刘总的事 他都说报不了仇了 我自然不会多事 刘强熙叹气道 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 当时我花钱 请鸿门大佬调解的时候 也说清楚了 双方不会再就这件事做什么 再加上 我是有心无力 自然也不会倒事 一行人聊了一阵 就各自休息了 十几个小时后 飞机降落在新金山国际机场 他们要投资的机器人配偶制造工厂 就是在加州新金山 加州是漂亮国经济第一大州 占据漂亮国GDP的15% 如果加州独立出来 会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强国 到了新金山 入住了订好的酒店 一行人倒了一下时差 第二天 一行人就去了工厂 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许阳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反正系统都说了 这工厂每年可以赚百亿美刀 而且方案也已经有了 所以简单的看了看 就签订了收购合同 工厂也更名为 杨腾西聪机器人配偶工厂 就是四个人的一个字组成的名字 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的 不过 大家也不要求名字好听或者好看 只要能够赚钱就行 这个名字 搞得漂亮国人都给整不会了 用英文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最后就直接用上了华文字母 每个字的开头大写YTXC 投资额度是8亿美刀 每个人投资2亿美刀 这对几人来说就是小钱 王小聪是万大集团的继承人 能够继承上千亿的资产 许阳也已经成为了千亿富豪 刘强熙和马化腾就更不用说了 早就是千亿级别的富豪了 几亿美刀的投资 真的就是小钱 就像是普通人花几块钱买点零食一样 签了合同 许阳一行人就召集了公司的高管 宣布了公司的改革 还有公司的生产计划 改革就是要引进一些新技术 把机器人配偶做得更好 生产就是加大马力生产 以满足今后的销售需要 因为他们要进行一波疯狂的宣传 销售肯定会大增 这工厂不行 就是销售没做好 前老板没有钱 没有破例搞宣传 许阳他们 要请漂亮国最大牌的明星 拍摄广告 进行宣传 公司的总经理 名叫查尔斯 对于改革生产什么的都没有意见 可对于请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拍摄广告 表示怀疑态度 要知道 这两个人可是漂亮国 乃至全球的超级巨星 虽然现在凯特温斯莱特差了点 但莱昂纳多一直都是巨星 红了二十多年 一直都是电影圈最顶尖的演员 可以说都没有过低谷 没有烂片 只要他主演的电影 就是票房的保证 而且评价还不低 不像是有些电影明星 电影票房高 但是口碑却很烂 在莱昂纳多这里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出演剧情片艺术片 票房也很不错 不得不说 这在漂亮国 甚至世界电影界 都是一个奇迹 这样的人 就算是接广告 也是接那种高奢品牌的广告 只有接那种广告 才能体现他的逼格 要不然 接些烂俗广告 肯定会搞得逼格大将 最终影响电影事业 许总 我们公司是生产机器人配偶的 莱昂纳多不会接拍我们的广告吧 查尔斯苦涩道 肯定会拍的 只要钱给的够多 我相信 他不会拒绝的 许阳道 他没钱的时候 明星在他眼里 是高高在上的 他成为了百亿千亿级别的富豪 明星在他眼里 也就那样 拍电影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拍广告一样 可以赚钱 觉得广告烂俗 钱给到一定程度 烂俗的广告 也是好广告 就像是上次 他和王小聪去港城 请陈龙拍摄贪玩今日的广告一样 两千万 陈龙觉得贪玩今日的广告垃圾 三千万 陈龙觉得贪玩今日的广告还可以 四千万 陈龙就觉得贪玩今日的广告 是正能量的广告 是一款有益身心的广告 是一款立国立民的广告 所以 烂俗只是一个借口 钱不够才是真理由 钱给的多了 相信就连莱昂纳多 也是不会拒绝的 至于广告会不会影响 莱昂纳多的电影实业 钱给多了 足以弥补了呀 好吧 查尔斯不好再多说 只能照办 开完会之后 许阳一行人就离开了 工厂的工作 还是交给查尔斯管理 他们四个人 不是漂亮国人 也不会在漂亮国停留多久 搞定这件事 就会回国 下午 许阳接到了查尔斯的电话 许总 我们跟莱昂纳多的经纪人联系上了 表明了异想 但对方知道 我们工厂是生产机器人配偶的 骂我们是傻逼 说我们是异想天开 莱昂纳多绝对不会代言广告的 凯特温斯莱特那边也是一样的 查尔斯苦笑道 这个结果 许阳已经预料到了 就他们的公司 正常的代言价格 肯定是无法请动两人的 当然了 他让查尔斯联系 也是要试一试 万一请动了呢 请动了的话 那就不用他们出马了 现在请不动 那就只能他出马了 他也想见一见 莱昂纳多这个超级巨星 许阳道 那你跟他们的电影公司约一下 就说 我们要和莱昂纳多 还有凯特温斯莱特谈谈 价格好商量 没有什么是谈不妥的 你把我们的身份透露一下 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的 他们四个都是千亿富豪 现在华国的电影市场 又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很多电影公司 电影明星都想到华国赚钱 而且 王小聪和马化腾 手底下都是有电影公司的 到华国赚钱 就要跟华国的电影公司打交道 两人背后的电影公司 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就算不合作 也不要得罪 就是见个面而已 好的 查尔斯道 第664章 金钱万能 事实证明 许阳想的是没错的 跟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见面 开出了2000万美刀的代言费 两人就没法拒绝了 要知道 现在凯特温斯莱特拍一部电影的片酬 都没有这么多 只有莱昂纳多有这么高的片酬 但拍广告这么简单 肯定要赚这个钱啊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超级英雄电影支霸市场 各大电影都一窝蜂地跑去 搞超级英雄电影了 莱昂纳多是看不上超级英雄电影的 觉得那种电影太垃圾 但是没办法 市场行情就是这样 最后搞得他没事做 都跑去昆廷拍的电影当配角了 所以这些年 莱昂纳多的收入 受到了很大影响 现在有人能够花这么多钱 让他拍广告 这广告 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拍完 几个小时的广告 就能拿2000万美刀 就算这广告烂俗 有损他超级巨星的逼格 让他的商业价值受到影响 那也足够弥补了 可不是谁都有机会 能够拿这么多钱拍一个广告的 凯特温斯莱特 就更加是这样了 虽然贵为影后 但事业上的发展 已经远远不如莱昂纳多了 商业价值更低 给出2000万 也就是许阳看中两人 曾经是全球最有名的荧幕情侣 觉得两个拍这个广告 效果会更好 要不然直接找个当红女明星 都花不了那么多钱 两人的荧幕情侣作 就是太坦号了 这部电影 票房好到爆炸 收割全球 同时也骗了很多观众的眼泪 据说当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全球的纸巾销量都提高了不少 许阳就是要利用这对火 变全球的荧幕情侣拍摄广告 造成轰动的效果 事实证明 他的这个方案是成功的 拍了广告之后 公司的宣传部门立刻开始了宣传 说请了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这两个人一起拍摄了一个广告 这个消息 立刻就传遍了漂亮国 并且以旋风的速度 传到了世界各国 三天后 晚上八点的黄金时间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的广告播出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一起拍的广告 就算是广告 也有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要第一时间观看 这也可以看出来 花那么多钱 请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拍摄广告 绝对是值得的 要是请其他明星代言 绝对造成不了这个效果 你们听说了吧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一起拍摄了一个广告 是吗 他们可是最有名的荧幕情侣了 而且 两人很少街拍广告的 更是从来没有一起拍摄过广告 是哪家公司这妖牛逼 竟然请动了他们两个一起拍摄广告 好像叫做杨腾西聪机器人配偶制造公司 简称是YTXC配偶制造公司 什么 配偶制造公司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古怪 配偶能制造吗 你们的思想太老旧了 配偶怎么不能制造了 成人用品了解一下 卧槽 真的假的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竟然给一家成人用品公司拍摄广告 疯了吧 确实是真的 或许是人家给钱太多了 多到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都没法拒绝的地步 金钱真是万能啊 连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都要弯腰啊 很多人听到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一起拍摄的广告 竟然是给一家成人用品公司拍摄的 真的是被震惊到了 两人就落魄到这个地步了吗 当然不可能落魄的 不说莱昂纳多了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稳稳的在一线 是超级巨星 莱昂纳多的电影 都是票房的保证 哪怕凯特温斯莱特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 电影还是有的拍的 只不过是片酬没有年轻时那么高而已 但也绝对没有沦落到 给成人用品拍摄广告的地步 那么只有一点 就是那家成人用品公司给的钱太多了 多到两人都没法拒绝 为了钱 就给一家成人用品公司的产品代言 真的是太没节操了呀 要知道 在漂亮国 明星是有等级划分的 这个等级不是按照收入来划分的 而是按照逼格来划分的 要说收入 收入最高的是歌星 但歌星的逼格不是最高的 电影明星的逼格才是最高的 尤其是那种名动全球的电影明星 就是明星当中的王者 一般来说 明星的逼格排列 从低到高 是网红 真人秀明星 电视剧明星 歌星 体育明星 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电影是公认的七大艺术之一 有着百年的历史 影响力辐射全球 一个网红 能在一个网站人气不错 就已经很好了 很少能够家喻户晓的 就算是家喻户晓 在人们的眼中 也是没什么逼格的公众人物而已 一个真人秀明星 可能全国很有名 但也不会认为他有多高的逼格 电视剧明星 一部电视剧 风靡全球 是很少发生的 就算是电视剧 风靡全球 里面的演员 也不见得在全球 有多高的名气 更多的是在本国有名气 不会受到全球瞩目 歌星和体育明星差不多 顶级的歌星和体育明星 都有全球影响力 但受到语言的限制 欧美音乐 永远无法成为 华国音乐的主流 华国人大部分 都是听华国歌曲 只有极少部分人 会听欧美歌曲 华国歌神的歌曲 也不可能在漂亮国 大行其道 比如说 华国的歌星 到漂亮国开演唱会 就是唱给华人听的 欧美人去听的 绝对是很少很少的一部人 当然了 凡事总有例外 像麦克杰克逊那样的人物 就可以打破语言的隔阂 风靡全球 影响力遍布全球 这里说的是普遍情况 不说这种例外情况 体育明星也是这样 对体育不感兴趣的人太多了 篮球明星 大部分人知道的 乔丹科比姚敏就差不多了 足球也是一样 除了梅西罗纳尔多 恐怕大部分人 也叫不出其他人的名字 至于其他体育 就更加了 只有电影的影响力 才是真正的恐怖 很多飞誉落后国家 现在还在看 陈龙史太龙 在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电影 陈龙在接受 艾伦秀采访的时候 就说过 他曾经去过一个 很落后的地方去取景 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但是却认识他 直接喊出他的名字 甚至摆出他 在某部电影里的造型 那里的人知道的 电影明星就是两个 陈龙和史太龙 用那些国内 已经淘汰的老旧DVD 播放他们两人的电影 就算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也能够看得津津有味 第665章 火爆广告 电影是超越了语言的艺术 这个世界上 一辈子没有看过 网红直播的人 大有人在 没有听过歌曲 没有看过球赛的人 也有很多 但一辈子没有看过电影的人 真的是凤毛麟角 就拿华国来说 在建国初期 非常的困难 但偶尔也会有 漏听电影可以看 很多没读过书 听不懂普通话的人 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所以 电影明星是真正的站在娱乐圈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 这其中 又以漂亮国的电影明星为罪 在漂亮国 普通的明星是追求曝光度的 比如说歌星 曝光度越多越好 但是电影明星 就不喜欢曝光 有的时候 甚至刻意躲避媒体 深居剪出 让自己不曝光 以维持自己的神秘感 维持了神秘感 就维持了逼格 电影明星代言广告 也是有选择的 只有代言高奢品牌的产品 才符合他们的逼格 代言普通品牌的产品 都有损他们的逼格 哪怕是代言可口可乐 和肯德基这样的全球品牌 都会降低他们的逼格 以前有很多漂亮国的电影明星 为了赚钱 又不想让漂亮国观众认为自己的逼格低 就不再本国代言 到亚裕地区代言 这样既不降低自己的逼格 又能把钱给挣了 可谓是爽歪歪 可是现在互联网联通全球 这种办法不行了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商业价值 很多电影明星都放弃了那种代言 像莱昂纳多这种超级巨星 站在电影明星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不要说代言成人用品公司产品了 就算是代言肯德基 都有损他的逼格 现在莱昂纳多 竟然代言成人用品公司的产品 怎么不让人震惊 很多莱昂纳多的粉丝痛心疾首 直呼莱昂纳多堕落了 竟然接这样的代言 甚至在漂亮国 还有粉丝组织起来上街游行 要求莱昂纳多取消代言 这种做法自然是没用的 莱昂纳多拿了钱了 自然不可能取消 只能装作听不见 看不到这些人的做法了 无奈之下 所有人都只能忍着 等着看这个广告拍得怎么样 不得不说 许阳的英雄方案是非常成功的 广告受到了 所有人的关注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怎么能接拍这种广告 我太伤心了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都堕落了 为了钱 就接拍这种广告 我以后再也不看他们的电影了 我觉得无可厚非 就是一个广告而已 能赚钱 为什么不拍 就是 这是人家的自由 别人管不着 你们知道个屁 莱昂纳多是全民偶像 就应该珍惜羽毛 不应该接拍这种广告 他怎么对得起我们这些隐秘 人家接拍广告 关你们屁事 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 妈的 你这是 想要看我们家小李子多了是吧 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 人家小李子接拍广告赚钱 是人家的事 赚钱不寒碜 没什么可指责的 莱昂纳多的影迷 很快就分为了两派 一派是认为 莱昂纳多接拍那样的广告 不可接受的 一派认为 接拍广告 是人家莱昂纳多的事 别人管不着 哪怕是粉丝也无从说三道四 两派影迷甚至在网上掀起了骂战 这就更加助长了这件事的传播和热度 也就是机器人配偶公司和产品的热度 一件事要怎么样才能火爆 就是要充满争议性 所有人都支持你 你的热度很快就会下降 人们的关注点会转移 你是活不了的 所有人都反对你 你都成为反派了 只有死路一条 已经没资格谈火不火了 真正的火 是冰火两重天的火 一半人觉得你是对的 一半人觉得你是错的 这两边人马还掀起骂战 那么这件事就真的火了 许杨请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拍摄的广告 就是这样 晚上八点 漂亮国的各大电视台 都播放了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的广告 一共是两支广告 一支是莱昂纳多的广告 广告里 首先是莱昂纳多年轻时候的形象 金发迷眼的美少年出现 瞬间把人们拉回了二十多年前 我叫莱昂纳多 曾是一名美少年 画面里 莱昂纳多耍帅 看得很多年轻女孩直流口水 现在的莱昂纳多已经是大叔了 这是用莱昂纳多的个人数据 用CG技术合成的年轻时候的样子 年轻时候的莱昂纳多确实是颜值巅峰 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 让无数的老影迷默默流泪 莱昂纳多的一举一动 都急剧杀伤力 我们的莱昂纳多重新回来了 这才是我们的莱昂纳多 无数漂亮国的观众激动不已 然而 很快 画面变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变成了一个油腻大叔 画面中 出现了一个身材肥胖 胡子拉差的莱昂纳多 穿着短裤 拿着水枪 在沙滩上欢快地奔跑 影迷们看到这样的莱昂纳多 差点没喷血 他妈的 莱昂纳多怎么成这样了 这他妈哪里是莱昂纳多 这简直就是一头猪啊 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 连莱昂纳多这样的美男子 都变成了一个油腻大叔 啊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莱昂纳多啊 两个不同的莱昂纳多 让观众唏嘘不已 曾经的莱昂纳多 是个美少年 年纪轻轻 就因为泰坦号名震全球 现在的什么电影明星 跟那个时候的莱昂纳多相比 简直就没有可比性 不过现在这个形象 不少人也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莱昂纳多 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拿下奥斯卡奖 然而这个奖 不是那么好拿的 莱昂纳多接拍的电影 不仅票房有保障 演技也是没得说的 可就是拿不到奖 屡屡碰壁之后 他算是搞明白了 要拿奖 就不能太帅 因为奥斯卡的评委 不是老就是丑 非常痛恨 对那些年轻帅气 漂亮的演员 就比如腮黄 颜值没得说 演技也是有的 演了那么多好电影 愣是没拿到奖 最后狠下心 自毁形象 剪了头发 出演一个女魔头 让那些又老又丑的评委看了 满足了毁人不倦的阴暗心理 才拿下奥斯卡奖 克鲁斯也是一样的 拍了那么多电影 直到出演一个丑角 才获得奥斯卡的提名 还没获奖 后来克鲁斯干脆不去参加 奥斯卡了 已经不抱幻想了 第666章 回味无穷 莱昂纳多为了拿奥斯卡 自毁形象 有的时候会留出这样的生活照片 许阳的广告方案 就是让莱昂纳多拍摄这样的片段 这倒是让很多影迷 忍俊不惊 哈哈 莱昂纳多的样子 真是太好笑了 莱昂纳多 简直就是自毁形象啊 这也不算什么 莱昂纳多想要拿奥斯卡 这些年 也是把自己搞得拉里拉遢的 连电影的选择 也不是选那种帅气的角色 我觉得 这样的莱昂纳多 也是挺可爱的 岁月不饶人 哪怕是莱昂纳多 也变成了油腻大叔 莱昂纳多捣翅一下 也会变成一个帅气大叔 这得给多少钱 来昂纳多才能拍这样的广告啊 我打听到了 那家成人用品公司 被几个华国人收购了 怪不得 听说现在的华国人很有钱 当然有钱啊 华国是我们漂亮国的债主 我们漂亮国 要向华国借钱的 不得不说 华国人肯砸钱 请来昂纳多拍摄广告 是够有魄力的 应该是花了很多钱 就是不知道公司产品怎么样 应该不错的吧 要不然 恐怕连请来昂纳多代言的钱 都赚不回来 现在我虽然已经变成了个中年油腻男 但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 接下来的广告画面 就是来昂纳多 去追求各种各样的美女 都以失败告终 这里面的桥段 是笑料百出 看到这里 所有人都觉得很爽 现实当中的来昂纳多 不拍戏的时候 就没有控制自己的身材 是油腻中年男 但底子在那里 管理一下身材 依然是帅大叔一枚 而且是电影界的超级巨星 有名有名 要钱有钱 身边从来就不缺女人 听说维密超模团 就是莱昂纳多的后宫预备基地 莱昂纳多的每一任女朋友 都是维密超模 说实话 这种艳福 就是连世界首富都要妒忌的 这种渣男的行为 让全天下的男人 是一阵羡慕妒忌痕 现在看到广告里的莱昂纳多 追女朋友都追不到 虽然知道是假的 但也让很多人觉得很爽 哪怕这种爽 只是假象 让人觉得爽的广告 自然是受欢迎的 可以说广告到了这里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事实证明 像我这样的中年有你男 要钱没钱的 是不可能有爱情的 我不甘心 难道我就注定一个人 孤苦终老吗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 得知了YTXC机器人 情侣制造公司 发明了机器人女友 我就尝试买了一个 我把这个机器人女友 处处恋女友的样子 画面里的机器人女朋友 外表上跟正常人类 没有一点差别 莱昂纳多把机器人女友的样子 就是凯特温斯莱特的样子 我去 这是真的机器人 还是凯特温斯莱特本人 这要是真的机器人 简直跟真的没差别了 要是真有这么真实 我一定买一个 莱昂纳多也真是够可以的 把机器人女友 设定成凯特温斯莱特的样子 难道就不怕凯特温斯莱特的老公 杀了他吗 嘿嘿 说不定莱昂纳多跟女朋友办事的时候 还想着凯特温斯莱特呢 哈哈 谁叫他们是最有名的荧幕情侣 接下来的画面 人工智能女朋友非常体贴 照顾莱昂纳多的生活 和莱昂纳多两人你浓我浓 让莱昂纳多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 被爱情滋润的莱昂纳多 开始健身 很快就变成了帅大叔 莱昂纳多还努力赚钱 买了两张泰坦号的船票 和女朋友两人相拥在船头 这一幕 就是泰坦号的经典场面了 算是搞了一波回忆杀 也是整个广告的最高潮部分 我叫莱昂纳多 YTXC的机器人女友 让我拥有了真正美好的爱情 这句话说完 广告就结束了 卧槽 这机器人女朋友 真的有这么好吗 就算没有 应该也差不多吧 这YTXC总不能太夸 把产品的功能吧 有八成效果 我就努力搬转买一个 要不然像我这种人 这辈子都别想找到老婆 现在的女人太现实了 宁愿做有钱男人的情人 也不愿意做没钱男人的老婆 我女朋友就跟一个 有老婆的男人抢走了 明明知道那个男人有老婆 也要跟他走 我要伤心死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买一个 我要买一个 买一个回去 还不用忍受女朋友的脾气 议论声中 第二个广告开始播放 是凯特·温斯莱特拍摄的广告 我叫凯特·温斯莱特 是一名美少女 有很多人追求我 但我看不上他们 我这样的美少女 只有真正 让我心动的男人 才值得我付出感情 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身材也走样了 这个时候 就没有人来追求我了 那些帅哥 已经不喊我美女了 而是喊我肥婆 就算是我想凑合着 找个人嫁了 也没有人要我了 至于爱情 就更加不用想了 直到有一天 我得知 YTXC有机器人男友 我就把我多年存下来的钱 去买了一个 我把机器人男友 设置成我 初恋男友的样子 终于收获了爱情 我从未享受过 如此美好的爱情生活 这个广告 跟来昂纳多的那个广告 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主角 换成了凯特·温斯莱特而已 都是年龄增长 身材走样 找不到所爱的人 直到买了YTXC的机器人伴侣 才收获了爱情 改变了人生 莱昂纳多把机器人伴侣 设置成凯特·温斯莱特的样子 凯特·温斯莱特 则是把机器人伴侣 设置成莱昂纳多的样子 最后的场面 也是买了泰坦号的船票 站在船头的名场面 广告结束 就是发布会时间 三天后 在纽城帝国大厦发布 而且还说了 会抽取十名幸运观众 免费赠送一个机器人情侣 现场下单的打五折 不管数量多少 两个广告 让人回味无穷 谁都想拥有美好的爱情 男孩希望找到自己的公主 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女孩希望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现实生活 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不要说找到爱情了 就算是想要凑合着找个人结婚 都很难办到 这就是现实的残酷 YTXC的机器人情侣 就是要给这个残酷的现实 开一扇窗户 让没有情侣的人也能拥有自己的爱情 第667章 卢克和凯恩 卢克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 在小的时候 母亲就患病去世了 在他即将进入大学 父亲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可以说 生活是比较悲惨的 父亲去世了 也没有给他留下存款 他就上不了大学了 就去餐馆当了一名服务员 对于他来说 就是如何在底层好好的生活 至于赚大钱 成为富豪 跨越阶层 改变人生 开创家族这些 他是没有想过的 那种事 只有好莱坞电影里才有 是不会真实发生在 他这种底层孩子身上的 至于爱情 他就更加是不用想了 他本人长得不帅 也不会耍嘴皮子 讨女孩子欢心 根本上没有女孩子喜欢他 他的好朋友凯恩 则是出生在一个富豪家庭 还是纽承商学院的毕业生 不过在大学的时候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毕业的时候 老爸又因为投资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 跳楼自杀了 他家的产业全部被查封 生活也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他的同学很看不起他 刻意孤立他 他又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最后流落街头 晚上只能在公园里睡觉 机缘巧合之下 两人相遇 成为了朋友 凯恩还通过卢克的介绍 进入了卢克工作的餐馆 和卢克一起当起了服务员 也是和卢克一起合租房子 凯恩出生于富豪家庭 以前在家里都是有保姆的 什么都不用干 他老爹又非常宠溺他 他的自理能力简直一塌糊涂 要不是结识了卢克 有卢克照顾 恐怕都要去街上讨饭了 在餐馆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而且上大学还是有点用的 卢克的想法就是在餐馆打工 一直在餐馆干下去 凯恩的想法就是存点钱 看能不能和卢克一起合伙 开个小餐馆 两人当老板 这还是计划当中 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才能够开启餐馆 只是穷人创业 比富人创业要难千百万倍 两人算过了 要积累创业资金 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不过总算是有个希望 让他们的生活有个笨头 至于爱情 对于凯恩来说 也是不敢奢求的 以前他家里有钱 在大学时候 倒是经常换女朋友 没钱了 自然就没女朋友了 老旧的公寓里 卢克和凯恩今天休息 在家一起看了广告 他骂的 莱昂纳多竟然拍这种广告 真是太掉价了 卢克骂道 YTXC的机器人配偶 打着人工智能情侣的旗号 说白了 就是成人用品 这东西买回家干什么 只要是个成年人 都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什么爱情 狗屁 不就是解决生理问题吗 和一个机器人 能有什么爱情 在他看来 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 莱昂纳多 不会无缘无故 接拍这个广告的 一定是这款机器人伴侣 有广告上的那些功能 听说这个 YTXC公司 以前就是做这种产品的 只不过没有大范围的推广 现在 被华国人收购了 还完善了相关技术 就请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来特拍广告 不得不说 真是够有魄力的 凯恩道 怎么咱们漂亮国人不收购 还让华国人收购了 卢克疑惑道 谁知道啊 凯恩怂怂间 或许是漂亮国人 觉得没有价值 而华国人觉得有价值吧 听说华国人很会做生意 我还不信 现在看到这个广告 我算是信了 卢克道 看到广告 你就看出 华国人会做生意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凯恩诧异道 就凭借他们 请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拍摄广告 就知道了呀 你看看我们漂亮国人 有谁能请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 拍摄一个普通品牌的广告 更不要说拍摄成人用品广告了 华国人就这么做了 还做成功了 不管怎么样 YTXC这家公司和公司产品 算是真正的火了 只要产品质量不是太差 肯定能够赚钱 你觉得呢 卢克侃侃而谈 卢克 想不到啊 你竟然还懂这些 凯恩对卢克 有些刮目相看了 要知道 卢克并没有上大学 很多漂亮国的底层人 是非常低质的 卢克平时也是不怎么关心这些的 工作完了就是玩游戏 也不考虑未来 以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出这番话 真的让卢克大感震惊 嘿嘿 咱们不是正在存钱 打算开餐馆吗 我总得学习一些经营的知识吧 我最近在手机上看了一些书 你没发现 我最近都不怎么玩游戏了吗 卢克嘿嘿一笑 还真没发现 反正你每天就是 拿着手机 我还以为你 还是玩游戏 没想到你找书看了 凯恩还真没发现这点 他以前是劝说卢克看书的 他自己也看 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 是不学无数的学渣和渣男 只是卢克说不喜欢看 劝说多了 他也就不劝了 没想到卢克偷摸摸看了 嘿嘿 要是不看的话 以后咱们合伙开餐馆 我怎么跟得上你这个大学毕业生 卢克又是嘿嘿一笑 你别这么说 我在大学没学到什么 我也在找书看 不过相信经过我们努力 以后开了餐馆 生意一定会不错的 就不用再给别人打工了 凯恩道 嗯 卢克点点头 对了 三天后就是发布会了 我打算请假去参加发布会 你去不去 凯恩眉头一挑 你想要买一个人工智能伴侣 卢克点点头 是啊 我也没女朋友 想买一个回来 而且 这广告不是说了吗 现场会抽取十名幸运观众 说不定 我会是其中之一呢 凯恩苦笑道 我们还有运气吗 如果有运气的话 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吧 卢克道 是没有什么运气 但我还是想去看看 这广告上没有说价格 但说了 现场购买打五折 我还是要去一下 没有成为幸运观众 就在现场买一个 凯恩道 好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一起请假 去参加这个发布会 第668章 发布会 时间很快过去 到了产品发布会这天 纽城 帝国大厦 为什么不是在公司所在地新金山开发布会 而是在纽城开发布会 因为纽城是超级大都市 全球经济中心 世界的窗口 在这里召开发布会 就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产品 此时的帝国大厦 门口人山人海 星条旗招展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的广告非常成功 收视率堪比当下最火的电视剧 这说明了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的人气 帝国大厦来了几十万人 由于太过火爆 公司雇佣的安保人员和纽城警方调集了大量警力维持秩序 要不然非得发生事故不可 这种盛况跟奥运会差不多了 不管是底层的餐厅服务员 还是公司普通员工 或者是商界精英 各种大佬 各行各业 各个阶层都有人来参加这场发布会 参加发布会并没有什么门槛 谁先到谁就能占据好位置 当然了 有些大人物还是会单独安排座位的 卢克和凯恩作为底层的餐馆服务员 自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 两人来得早 在现场站了两个座位 真是太多人了 卢克感叹道 看到广告的火爆程度 我就知道今天会这么多人 我们来这么早是对的 要不然只能站在外面的马路上 凯恩道 昨天晚上 两人商量今天早上什么时候来 因为发布会是在上午十点 卢克说不着急 九点钟出发 乘坐地铁过来就可以了 凯恩看广告的火爆程度 觉得今天来参加发布会的人会很多 应该早点出发 早上天亮就起来 吃了早餐就过来了 卢克听从了凯恩的建议 过来之后 也有不少人排队了 整个大厅能够容纳三千人 卢克和凯恩是三千人之一 对 还好听了你的 要不然 我们就只能站在外面看墙壁上的大屏幕了 我们想要抽奖都没有机会了 卢克也是佩服凯恩的远见 要不然站在外面的广场和马路 外面的观众是没有抽奖机会的 只有到了这大厅的观众才有抽奖机会 就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个运气了 我反正是不抱希望 凯恩摇着头道 没有也没关系 卢克倒是看得开 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幸运 如果是幸运 他的生活也不用这么苦了 也不至于连女朋友都没有了 就算不是幸运 他也觉得没什么 能来到这里 现场五折购买 也不错了 也不知道价格多少 卢克道 应该不会太低的 毕竟广告拍得那么好 要是和广告相差太大 会被指控欺骗消费者的 凯恩道 嗯 反正可以分期付款 压力不会太大 银行敢借钱给我 我就改消费 卢克道 分期付款买东西 是很多人的选择 这是富豪们 收割普通老百姓 最常用的手段 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只要你敢用 我就敢借 也不怕你不还 其实分期付款 就跟高利贷差不多了 不还的人终究是少数 哪怕那些不还的 全是烂涨 那些金融机构一样 赚得盆满钵满 分期付款 又以房贷为罪 如果出了点什么事 还不上房贷 房子也要被法拍 房子没了 还要还房贷 一样的苦逼 这也是一种销售手段 让更多人的买 只要你分期买 就不怕你不还钱 不仅赚产品的钱 还能和金融机构一起赚钱 简直不要太好 这时 有个公子哥打扮的年轻人 戴着两个黑西装 走进了大厅 看到这个公子哥 凯恩的脸色变得 有些难看起来 凯恩 你怎么了 卢克察觉到凯恩的脸色 便询问道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爸投资失败 跳楼身亡的原因吗 凯恩反问道 记得啊 这件事我记得 你说 你爸是被布鲁克家族害的 那个家族的继承人 土耳斯 还和你是一个大学的 每次见到你 都要嘲讽你贬低你 你突然提起这个干什么 卢克道 那个家伙来了 凯恩朝大厅门口 弄了弄嘴 是哪个啊 卢克问道 两个黑西装前面的那个 就是 凯恩道 哦 那你要怎么办 卢克问道 不怎么办 只要他不来找我就好 凯恩无奈苦笑 要是他来找你呢 卢克问道 那就看着办吧 凯恩苦笑道 我看他好像注意到你了 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卢克道 是的 看他那个笑容 非常的欠揍 确实是注意到我了 凯恩无奈道 果然 三人往这边走来 来到两人面前 凯恩 没想到你也来了 土耳斯脸上笑容非常欠揍 想想也是 你爸死了 你没钱了 连女朋友都找不到 只能来买这种人工智能女朋友回家了 凯恩脸色阴沉 怒道 土耳斯 你他妈找死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土耳斯呵呵笑道 如果你有女朋友 还会来买这东西吗 凯恩回答道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不缺女朋友吧 土耳斯笑道 我当然不缺 什么时候都有女朋友 想找几个就有几个 凯恩有些疑惑 那你来做什么 土耳斯笑道 这款产品 找了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代言 广告非常火爆 如果销售也非常火爆的话 我想和这家公司商谈一下合作 不管是入股也好 做经销商也好 都可以的 反正就是赚钱 不像你 只能在小餐馆里打工 一年赚不了几个钱 凯恩红着眼睛怒道 我还不是你爸害的 要不是你爸 我爸就不会死 我也不会这样 土耳斯笑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什么叫不是我爸 你爸就不会死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爸不就是联合一些人 给你爸挖了个坑吗 这是正常的商业手段 你爸没看到那个坑 自己跳进去 能怪得了谁 要怪只能怪你爸无能 你爸跳楼 更加说明他的无能 怎么能怪我爸 第669章 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弄死你 凯恩愤怒不已 站起来 一拳就朝土耳斯打去 可是拳头没有落到土耳斯的脸上 就被土耳斯旁边的 两个黑西装保镖给拦住了 你还想打我 你有那个本事吗 土耳斯冷笑道 放开我 凯恩挣扎道 放开凯恩 卢克站起来 放开 想得美 你想打我 难道你以为 我会就这样算了吗 土耳斯冷冷一笑 梅里卢克 我今天就断你一只手 我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跟我叫嚣 他命令保镖 断他一只手 他的保镖立刻就要动手 然而这时 有现场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过来了 你们干什么 这是产品 发布会现场 不允许闹事 否则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察觉到这里的动静 来了四个安保人员 土耳斯微微皱眉 示意保镖放手 然后对安保人员道 我们刚才只是开玩笑的 没有闹事的意思 安保人员点头 那最好 否则我们只能把你们丢出去 安保人员知道 像土耳斯这种 带着保镖出门的公子哥 不是他们能得罪的 他们也不能泰过 对方没有继续闹事 他们自然不好再说什么 如果只是普通人 他们直接就把人给丢出去了 这就是有钱人和普通人的待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规则是面向所有人的 但不同阶层的人 得到的待遇 还是不一样的 说完 安保人员就离开了 已经警告过 对方要是还闹事 那他们就只能采取行动了 凯安 算你好运 要不然 我非得费你一只手不可 土耳斯带着两个保镖离开了 凯安冷哼一声 没有再说话 回到座位重新坐下 凯安 你太冲动了 要是你打了人 咱们恐怕就要被丢出去了 卢克苦笑道 我也不想的 可他说的话太欺人了 凯安气愤道 不管怎么样 也不能这样打人啊 这么多人看着 你要是打了他 他完全可以 把你送到巡查局 有你苦头吃的 要是想打 最好就是 找个没人的地方 搞袭击 而且手脚做干净 不让他知道 卢克道 你说的是 刚才是我冲动了 凯安何尝不知道是这样 可刚才卢克的话太欺人了 实在是忍不住 你放心 你想报仇 以后咱们找机会 打他闷棍 我就不信 他时时都有保镖跟着 卢克很讲义气的 如果凯安想要报仇 他是会跟凯安一起的 这件事 以后再说吧 凯安摇了摇头 其实他不是不想报仇 他老爸的是 他有一定的证据 是图尔斯的老爸害的 甚至跳楼 也是图尔斯的老爸害的 可是证据不充分 他就算是想告对方 也告不了 要知道 打官司 也是需要钱的 如果他能请得到牛逼的律师 而且是不拒图尔斯家的律师 他手上的证据 是可以让图尔斯的老爸 进监狱的 可他没钱 请不到有着强大人脉的金牌律师 自然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他要开餐馆赚钱 也是想要赚钱 请金牌律师 要不然 就光靠在餐馆打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存到钱 请到一个金牌律师 这时 刚刚离开的图尔斯 又回到了凯安面前 凯安的脸色 一下沉了下来 你还来干什么 真以为安保人员是吃素的吗 以为他们 不敢把你丢出去吗 你要是再嚣张 你这两个保镖 也保不住你 我又不闹事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图尔斯笑道 我过来 是想你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就看你愿不愿意把握了 凯安冷笑道 什么赚钱的机会 你会这么好心 要说图尔斯给他赚钱的机会 他是一万个不相信的 两人刚才还起了冲突 还是有仇的 图尔斯怎么可能会给他什么赚钱机会 就算是他有赚钱机会 图尔斯不毁掉 就算不错了 除非图尔斯脑子坏掉了 才有可能会给他什么赚钱机会 图尔斯笑道 当然了 我一向乐于助人 我觉得你现在生活困难 需要帮助 所以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凯安看着图尔斯 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有话就快说 有屁就快放 图尔斯道 好 我不跟你都圈子了 你把座位让给我 我可以给你五百美刀 凯安一愣 玄机笑道 我明白了 你是来晚了 没有座位了 你们家族又没有预定大佬的座位 就想用钱买座位 你他妈早说不就行了吗 还什么恶于助人 给我一个赚钱的机会 真是够虚伪的 图尔斯道 你就说这五百块 你赚不赚吧 凯安冷笑嘲讽 我说图尔斯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五百块就想买一个座位 回家做梦去吧 卢克复和道 就是 在这里坐着 现场下单买产品 可是享受五折优惠的 外面的人都得不到这个优惠 就凭借着这个优惠 就不止五百块了 你要么是把凯安当傻子 要么是自己是傻子 凯安是我朋友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 他不是傻子 那么只能说明你是傻子 他并不怕图尔斯 言语上讽刺几句 帮一帮凯恩 还是没问题的 凯安哈哈大笑 图尔斯 听到没有 你他妈提出这个价格 就是傻逼的行为 你他妈就是一个傻逼 哈哈哈哈 他没想到 卢克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看来这段时间 卢克看书 进步很大 图尔斯的阴沉下来 一千块 凯安大笑 就算是一千 你们也是傻逼 哈哈哈哈 可恶 图尔斯真想让保镖 捶爆凯安的脑袋 可这里是发布会现场 自然不能这么做 就算不是发布会现场 他也不敢这么做 断手断脚倒是可以 捶爆脑袋 就太血腥太暴力了 而且罪行严重 就他家里牛逼 想要捞他出来 也是不容易的 要不然 凯安早就被他弄死了 图尔斯深吸一口气 给你两千 两千不少了 就算是优惠价 应该也可以弥补了 可能还有剩下的 你赚大了 你现在是在餐馆当服务员 一个月能有多少 现在就这么点时间 就能赚两千 何乐而不为 凯安冷笑道 马上给我滚 我的座位不卖 我相信没有人会卖的 这个发布会现场 有多重要 你很清楚 图尔斯道 那你要多少才肯卖 凯安道 我说了不卖 你给我滚 不要在我面前哀眼 图尔斯没走 继续道 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东西 只要有钱 就能够弄到 你又这么落魄 我不相信你不心动 无非就是想要更多而已 干脆你开个价吧 第六百七十章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凯安道 我开价 我开价你就能给吗 图尔斯道 当然 看在这么落魄的份上 只要你开价 我一定满足你 卢克道 凯安 你真要把座位卖给他 凯安道 只要他满足我的价格 不是不能卖 卢克道 好吧 你随便吧 反正我在这里 至少能够半价买一个回去 到时 咱们一起用 反正是人工智能 两个一起用 应该没关系的 你用作为赚点钱 也没什么 凯安满脑门黑线 卢克 你买就你用 我们两个人一起用 算怎么回事 卢克道 这有什么 以前你不是经常和我说 你经常和两个女人一起吗 我们两个男的 和一个女的怎么了 况且还是个人工智能 我都没有经历过三个人的 你都经历过了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凯安无语地拍了拍额头 这不一样的好吧 卢克问道 有什么不一样的 凯安摇了摇头 好吧 这个暂时先不说 我先跟这家伙 谈谈价格再说 他看向图尔斯 你说我开价 你就能满足我是吧 图尔斯点头道 对 开价吧 凯安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万块 图尔斯皱眉 旋即舒展开来 没问题 只要你把座位让出来 我给你一万块又何妨 顿了顿 他又道 凯安 不得不说 你现在真是烂泥服不上墙 让你开价 你只能开出一万块 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 以后我还是想怎么踩你就怎么踩你 你这辈子算是完了 凯安冷笑道 谁跟你说我开价一万块了 图尔斯皱眉道 你伸出一根手指头 不是一万块是多少 难道是十万块 凯安摇头道 不是十万 图尔斯的眉头皱得更深 难道你要一百万 凯安摇头道 不是 图尔斯道 你不会想说是要一千万吧 你他妈觉得这可能吗 一千万买的座位 你觉得我傻吗 凯安摇头道 不是一千万 图尔斯沉默片刻 一拍脑门 脸上露出笑容 我明白了 你是想说 要一千块是吧 是想要以此和我和解 让我以后见到你 不要为难 你对不对 卢克道 凯安 你要跟他和解 他老爸不是害死你老爸吗 你和他和解 就不怕 你老爸全下有之 死不瞑目吗 凯安示意卢克安心 看着图尔斯道 图尔斯 你他妈真是想象力够丰富的 谁说 我要一千块 要跟你和解了 图尔斯脸上的笑容不见 那你是什么意思 干脆你自己说 你要多少 凯安道 一个小目标 图尔斯一愣 一个小目标 什么意思 凯安嘿嘿一笑 这个 YTXC公司是华国人收购了 我查了一下那些华国人的资料 其中还有华国首富 王大林的儿子参与 王首富说过一句话 成为了华国的名言 叫做定个小目标 先赚一个亿 在华国 一个小目标就是一个亿 我把它用到这里 你就给我一个小目标吧 只要你给了 我马上走 他最近查了一下收购的 华国人的资料 看了不少文章和视频 发现这个最有意思 一个小目标就是一个亿 他本来打算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当中用到的 今天是第一次用 看图尔斯一愣一愣的样子 感觉挺爽的 一个亿 图尔斯惊叫道 凯恩 你是不是疯了 你他妈怎么不开一百亿 凯恩呵呵一笑 你不是牛逼吗 不是说让我开价吗 我就开价一个亿 你怎么不给了 你要是不愿意给 以后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装逼 你 图尔斯气得脸色铁青 你什么脸 凯恩对道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是你叫我开价的 你说 你会满足我的 我开价了 你又不愿意了 你在我面前装逼 现在成了傻逼了吧 凯恩 你耍我 图尔斯不是傻子 回过神来了 对方就是在耍他 嘿嘿 你还不算太笨 老子就是耍你了 你又能怎么样 有本事 你来打我呀 凯恩气死人不偿命 反正这里是产品发布会现场 不允许闹事的 他可以肯定 图尔斯绝对不敢打自己 毕竟 图尔斯是来和那些华国人谈合作的 如果被安保人员请出去 那绝对不是图尔斯想要的 好好好 图尔斯怒急返校 并没有让保镖动手打卢克 凯恩 我没想到 你落魄了 还敢这么耍我 你给我等着 等新闻发布会结束 看我怎么弄你 凯恩冷哼道 你要是敢动我 除非你杀了我 否则你动我一下 我就跟你拼命 我看谁拼得过谁 我反正已经成了这样了 翻身没有希望了 你还是富家公子哥 用我的命 换你的命 我觉得值了 就问你敢不敢 凯恩也算是豁出去了 如果图尔斯真的敢动他 他不是没可能这么做 反正 他现在一无所有 生活又怎么苦逼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算你狠 你给我等着 我不信想不到办法弄你 图尔斯气的浑身发抖 撂下一句话 带着两个保镖离开了 然后在不远处的地方 找了一个人 花了五千美刀 买了一个座位 这个价格 是很多人愿意卖出座位的 可以说 在座的大部分 都是没什么钱的底层人 有的是天 没亮就来排队的 就是为了抢到座位 希望能够成为幸运观众 就算不成为幸运观众 也可以现场五折买产品 五折 对于很多底层人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优惠和诱惑了 卢克终于明白了凯恩的意思 原来是细耍图尔斯 你这么耍他 不怕他报复吗 凯恩怂怂肩道 他报复就报复吧 我不在乎 卢克又问 如果他真动你 你真要跟他拼命 凯恩点头道 没错 反正一命换一命 我并不亏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 是真的打算这么做的 他知道 要是他被图尔斯吓住 恐怕会是无休止的为难 只有发痕 才能够让图尔斯忌惮 不敢乱动 卢克道 好吧 你看着办吧 不过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暂时被你吓住了 凯恩握紧拳头道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请个金牌律师 把他爸送进监狱 我看他还怎么在我面前嚣张 第671章 灵魂伴侣 发布会上 有不少企业代表 都到场了 毕竟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的广告太火了 有不少企业和经销商 都看到了商机 现场销售情况好的话 就跟YTXC洽谈合作 许阳四人在后台 没有露面 把这场发布会 交给总经理查尔斯解决 不过 他们在后台看现场直播 现场的一切情况 进入他们眼底 这个家伙竟然来了 刘强心目光死死盯着屏幕 刘总 你说谁啊 许阳问道 这个家伙 刘强心指了指屏幕 指的是土耳斯 咬牙切齿道 他就是布鲁克家族的 继承人土耳斯 在来的飞机上 你们不是问我的事了吗 就是他请我吃饭 找的女人陷害我 是他 许阳三人都是 看向屏幕里的土耳斯 王小聪道 刘总 看你的样子 是恨不得弄死他 刘强心道 这不是废话吗 许阳道 你想要弄死他 那是不可能的 不要说弄死他了 就算是对他做什么 恐怕我们都有很大的麻烦 马化腾拍了拍 刘强心的肩膀 老刘 不要激动 事情都过去了 咱们还是做好这件事 然后以此为跳板 让我们的公司 进入漂亮国 才是正事 刘强心深吸一口气 你说的对 刚才看到他 情绪是有些失控了 许阳道 刘总 这也不能怪你 要是我碰到陷害我的人 我会表现得比你还要激烈 王小聪点头负荷 对 你还能控制住 要是我 我就控制不住 可能直接就出去弄他了 发布会开始 YTXC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出场了 没有什么主持人 查尔斯就是主持人 要是查尔斯都担任不了主持人 那就不用干了 现在的企业 召开新产品发布会 基本上都是大佬 担任主持人的 自己的产品 自己最了解 有的企业家 还为企业产品代言 还省了请明星的广告费了 大家好 我是YTXC的总经理查尔斯 查尔斯自我介绍 然后道 今天很高兴 看到这么多人 来参加我们的新产品发布会 相信大家 都是看了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的广告 才到来的吧 此言一出 顿时引起一阵哄笑 如果不是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 拍了你们公司的广告 谁会关注你的公司啊 不得不说 你们请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拍摄广告 真的是请对了 如果你们公司的产品 真的有广告上说的那么好 我会买的 请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 会不会来现场 如果能够请他们来 那就更好了 对啊 有没有请他们来啊 查尔斯微笑道 我听到了有人询问 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 有没有来 其实我也是他们的影迷 也希望他们能来 只可惜 两位伟大的演员 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没有时间过来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不是有时间要忙 而是不好意思过来 广告火爆全球 莱昂纳多和凯特温斯莱特 这几天都没敢出门 生怕别人取笑他们 没办法 人工智能伴侣 在人们眼中 就是成人用品广告啊 能躲就躲吧 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说吧 虽然说 YTXC公司 还打算花钱请两人来 参加发布会的 开出的价格还不低 但是 两人哪里敢来啊 生怕来了 被影迷给撕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 看网络上的那些人 一半影迷支持他们 一半影迷不支持 不支持的影迷 冲动之下 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为了个人安全 他们只能忍痛拒绝了 YTXC公司 开出的高价邀请 听到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 没来 观众不由的有些失望 来现场的很多人 就是希望能够在现场 见到莱昂纳多 和凯特温斯莱特的 特别是想见莱昂纳多 毕竟莱昂纳多 一直都是超级巨星 身居简出 很少露面 至于凯特温斯莱特 年纪已经大了 身材走样了 纵然曾经风华绝代 也挡不住岁月的侵蚀 人们想见他的意愿 并不强烈 唉 我以为能够看到 莱昂纳多呢 如果莱昂纳多来了 这场发布会就完美了 说了不会来了 我们就不要想了 查尔斯继续道 他们没来没关系 这是产品发布会 产品是主角 相信大家 还是想要在现场 看到产品 想要看产品 是不是和广告那样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肯定像广告展示的那样 因为我们加入了 不少新科技 这款人工智能伴侣 我们还把它命名为 光棍福音 哈哈 听到这话 现场的人都笑了 有部分人的笑容 相当的猥琐 有不少人 就是冲着人工智能 解决生理需求来的 就是把这看成是 简单的成人用品的 至于广告上说的 什么爱情 都是狗屁 谁信啊 我知道很多人的意思 其实广告上宣称的 让人拥有爱情 并不是一句空话 生理需求 是肯定能够解决的 心理需求也能够解决 而且 心理需求是主要的 很多人 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 没办法和伴侣白头邪漏 看着另一半离去 自己一个人孤独老死 你们想想 一个老人在养老院 孤独的等死 是多么凄凉的场景 我们的人工智能伴侣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它不仅仅是解决光棍的 生理问题 更重要的是 解决心理问题 它是一个有灵魂的伴侣 是一个能够陪伴所有人 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 查尔斯的这番话 彻底让人们震惊了 广告播放出来 人们关注的就是成人用品 关注的就是解决 单身男女的生理需求问题 对于什么爱情 都是不怎么信的 至于什么灵魂伴侣 陪伴人们钟老 更是想都想不到 现在查尔斯提到了这点 人们才意识到 YTXC公司这个人工智能伴侣 远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细想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不管这家伙怎么说 我还是看重 解决生理问题这点 我本来就不想结婚 又怕养老的问题 听说养老院的老人 很多都被虐待的 有了这款人工智能伴侣 我再也不用担心养老的问题了 有了这款人工智能伴侣 估计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 会大大降低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是不再找女朋友了 找女朋友太费时间和金钱了 第672章 化石带产品 接下来具体介绍我们的产品 产品可以自己命名 你可以给它取任何名字 不仅如此 我们的产品还具有捏脸功能 可以通过设置 改变五官 你可以让你的人工智能伴侣 变成你想要的任何人 很多女人 想要和莱昂纳多在一起吧 只要买一个人工智能伴侣 把脸型设计成莱昂纳多的样子 就可以了 也有很多男人 想要凯特温斯莱特这样的伴侣吧 只要买一个人工智能伴侣 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 不管是使用人名 还是设计成名人的样子 要注意侵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莱昂纳多或者凯特温斯莱特告了 可怪不到我们的头上 不过我相信 只要你不拿出去显摆 他们是不会告你的 查尔斯的这番话 让所有人眼睛一亮 取名没什么 崇明的人多了去了 这个牛脸功能 把伴侣设计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那真的是太棒了 这充分满足了广大男女的歪歪心理 很多女人就想跟莱昂纳多这样的美男共度良宵 很多男人也想跟年轻的凯特温斯莱特共度良宵 现实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人工智能伴侣就能够实现 哪怕是假的也能够满足一下心理 就光是这点 这款产品就绝对不愁销量 前来参加的经销商听到这点 眼睛也是闪闪发光 仿佛看到了绿油油的美刀 查尔斯道 我们的产品还可以设计伴侣的性格 以后所有人想要漂亮可人的妻子 想要温柔帅气体贴的丈夫 都是可以实现的 什么 所有人都惊呆了 卧槽 真的假的 连性格都能设计 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连性格都能设计 那真的是逆天了 这跟创造生命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以后恐怕很多人都不会结婚了 直接买这个机器人就行了 这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啊 这产品这么逆天 会不会引发人性道德伦理的问题 别瞎操心 人类始终是人类 人工智能始终是人工智能 对 就算人工智能再好 人类也是无可替代的 大多数人都被震惊到了 不过有极少数人 没有太过惊讶 这些人 就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内行人士了 人工智能可以设计性格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仍然是有局限性的 不可能像人一样 依然摆脱不了刻板印象 查尔斯道 人与人相处是否愉快 就取决于人的性格 有些人一见钟情 有些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性格原因 让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 也是性格的原因 让夫妻关系很难维持下去 文言 众人都是点头 性格确实很重要 有些人 人见人爱 有些人 人憎鬼厌 都是性格使然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性格方面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 刚开始的时候 双方可能会因为外貌 而相互吸引 可相处之后 两人能够继续走下去 性格绝对是主因 性格不合 就算再怎么喜欢对方的外貌 终究会分开的 毕竟人不可能一直保持容颜不老 只有性格合适 才能够真正的白头偕老 性格方面 我们只能够做到简单的设置 比如说温柔 儒雅 低俗 细心 暴躁等等 每次设置都只能设置成一种性格 但这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修改一下 设置就行了 第二天 你就能够和不同性格的人相处了 你可以把伴侣设置成傲娇的女王 体贴的暖男 清纯的笑花 火辣的都市利人 霸道的总裁等等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人工智能伴侣做不到的 大家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听到查尔斯的这番话 众人忍不住幻想自己心中的对象 有人幻想女王 享受被女王挥舞皮鞭抽打的乐趣 有人幻想霸道总裁 享受跟霸道总裁谈恋爱的感觉 有人幻想火辣的都市利人 另外 我们的人工智能伴侣 还提供上千种职业 供大家选择 比如说 护士 白领 夜店女郎 律师 医生 网红 工人 保姆 电影明星 歌手 集团总裁 商界精英等等 总之 现在存在的职业 基本上都可以选择 当然了 这些选择都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的 不过费用不高 普通人都能够消费 大家请看大屏幕 查尔斯是一众人看大屏幕 扭个脸要18块8 倒是不贵 换一次性格要8块8 还可以接受 我怎么感觉这收费 有点像是游戏付费 你错了 游戏付费没这么贵 不好意思 我最近去了一趟华夏 玩了一下华夏的手游 好像就是要这么贵的 卧槽 那华夏的手游太黑了吧 所以说 华夏有钱 我们漂亮国穷 你不知道 华夏的龙头游戏公司 企鹅游戏 就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游戏公司 华夏人真有钱 好像华夏企鹅游戏的老板 就是YTXC公司的投资人 也就是老板之一 原来如此 怪不得会这样 这是要来收割我们了呀 以前都是我们漂亮国的资本 收割全球 现在轮到华夏资本 收割到我们漂亮国来了 这收费模式 确实跟华夏手游收费差不多 人们有点意见 但还是可以消费得起 毕竟一次性要的不多 找个女朋友 出去吃饭不花钱 去开房不花钱 这些收费就当是出去吃饭游玩花的钱了 这么想着 大家就更加没有意见了 好了 产品的基本功能都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接下来 该是我们展现产品的时候了 要不然我在这里说 大家没有看到产品 可能会觉得我在吹牛 查尔斯道 众人纷纷点头 对 把产品拿出来 只要真实展现出你所说的那些功能 我就买一个 我要买十个 设计成十个当红女明星 让他们每天晚上躺在我的床上等我 哈哈 卧槽 哥们 你他妈太变态了 我要买一百个 买回去送人 反正我有钱 你有钱 你有我有钱吗 我交朋友 从来不管他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这不是华夏首富继承人王小聪的名言吗 嘿嘿 知道就好 我查过了 王小聪就是YTXC公司的老板之一